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杨开同意不同意 他都是要出手了 杨开眉头一皱 罗元可不比一般的道元景 且不说他已是道元三层镜的讲者 单单是他那份彪悍的战力就不容小觑 若无必要 杨开并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交手 更何况这里还是秦家 若真的打起来了 秦家这一亩三分地 只怕是要毁于一旦 搞不好还有波及秦玉等人 他不比罗元毫无顾忌 行事无所忌惮 住手 就在这一时 秦玉忽然骄喝了一声 罗元身子一顿 面上闪过一丝不悦的神色 争宁低喝道 你是何人 又有何事 他面上一片杀鸡 似乎是因为被秦玉打断而极为不快 若非压制 只怕要出手杀人了 秦玉道 秦家人 罗元眉头一皱 杀鸡速裂 自语道 此间主人 他面上闪过一丝无奈的神色 沉引了好半场才道 不知有什么吩咐 他一改之前杀气腾腾的样子 变得温润游离起来 杨开桥的惊意连连 吩咐不敢 诸位实力强决 我秦家势单力薄 哪敢有什么吩咐 秦玉语气计讽 话里加强待棒 只是你们八方门弟子 杀我秦家下人 此时阁下是否要先给我秦家一个交代 杀你秦家下人 罗元闻言 面色异冷 有这事 尸体还在此地 你眼睛瞎了 秦玉咬牙低合 罗元的目光这才转向那躺在院落中的女尸上 皱眉打量了一下 才望向中年男子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子深情慌了 也不知该如何作答 语气淒淒淡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说三声 敢不回答你知道后果 罗元面色更冷 说完之后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咦 中年男子顿时都似康筛 哪还敢有什么隐瞒 当即将事情合盘拖出 罗元听完若有所思道 怎么说来 阳兄之所以出手 就是因为此事 是 是的 那中年男子望着阳开一眼 点头承认 也不敢再随意往阳开身上泼什么脏水了 我明白了 罗元说话之时 身形一晃便窜进了那厢房之中 等他再出来之时 手上赫然提着那个昏过去的陵云 阳开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 不知道罗元到底要如何处置陵云 又能给秦家一个什么交代 秦家小姐是吧 罗元望着秦云 淡淡说道 人是他杀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看好了 画落 他手上眼泪一催 往陵云体内疯狂灌入 刹时间 陵云整个人都膨胀了一圈 浑身裸露在外的肌肤变得血红 瞧见此目 阳开眼帘一缩 暗自骇然起来 而八方门几人更是面如土色 那中年男子更是尸声叫道 罗尸体不可 而在剧痛之下 陵云也从昏迷之中悠悠转醒 似乎还有些茫然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睁眼便看到了罗元 大惊失色 低呼道 罗 罗师兄 嗯 罗元随口应了一声 手上力度再度加大 呃 灵云木然惨呼 也意识到了不对 惊呼道 不要 不要啊 砰 伴随着一声爆响 灵云整个人在罗元手上爆开 尸骨无存 满天血肉和骨蟹纷飞 罗元虽然站在近处 但却是片尘不染 远落上下 牙雀无声 秦家一群人彻底呆在园底 八方门等人 骇然相顾 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 谁也没有想到 罗元竟如此干脆利索地就杀了灵云 他们不是同门师兄弟吗 灵云不是八方门副门主的侄子吗 所有人都被罗元那冷血残酷 不尽人情 肆无忌惮地残暴给震惊了 秦小姐觉得 这番处置可还算满意 罗元望着秦玉问道 秦玉咬牙道 满意 杀人凶手就这么死在他眼前 他还能说什么 杀人偿命 罗元确实做到了 所以他无言以对 满意就好 罗元微微看守 不顾其他人怎么想 再次望向杨开道 杨秀 咱们开始吧 杨开一脸黑线道 开始什么呀 有什么好开始的 你安分点兄弟啊 整天打打杀杀的 够什么东西啊 秦朝阳以为杨开是怕了罗元 也连忙跳出来打圆场 说道 这位罗小哥 凶手既然已经扶住 不如今日就有老夫做动 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 罗元无视了他 望着杨开道 杨秀 你很让人失望啊 你在四季之地里的霸气和称狂呢 如此畏畏缩缩 如何登临五道巅峰 登什么五道 临什么巅峰 杨开一阵猛瞥嘴 我现在才道元一曾经 说这些言之过早了吧 眼光看得多远 人便能走多远 罗元道 杨秀 你不该如此目光短浅 杨开正色道 错 大错 罗元意外道 何错之有 我觉得做人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踏实实的 想的太多容易耗高骛远 罗元眉头一皱 若是没有严大目标 又何来动力前进 他一副要跟杨开好好探讨一番的架势 杨开不耐烦的 话不投气半句多 你该干嘛干嘛去 我现在就想跟杨兄战胜一场 你还没完没了了 你跟我打有什么意义 以我所掌握的神通 你能碰到到我的一角吗 罗元一正猛然响起 杨开似乎是精通空间秘术的 在四季之地中 众墙环绕之下 他之所以那么气定神仙 所依仗的就是对空间的掌控 帝尊之下 无人可以遏制得了他的行动 与杨开的 还真不一定能碰到对方的一角 你别躲就是 咱们来一场难言之街 热热烈烈 激情似射的血腥碰撞 众人一脸冷汗 杨开虚眼望着他 激笑道 你修量修傻了 我有神通 我干嘛不躲 住嘴 一直在罗元背后的那个圆脸女子 忽然怠眉一皱 冲杨开娇喝道 不许说罗师兄坏话 杨秀 罗元望着杨开低喝道 来赞吧 杨开一巴掌呼在自己脸上 觉得跟这家伙真是无话可说了 就在此时一变再起 随着一阵羞羞羞的破空之声 四面八方忽然出现了不少强者的身影 这些强者 立临之时 都纷纷将目光投到了杨开手上的百万箭 仔细观察之后 个个都目露惊光 面上闪烁着贪婪之意 他们显然是被地宝 地义所惊动 所以才从蛰伏之地前来查看 此刻见到之后 自然寄予万分 来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道元三层镜的 没有一个帝尊镜强者 这等档次的武者 即便偶尔见过地宝 也不过是惊鸿一瞥而已 何曾真正拥有过 可是如今 小小的风铃城内 竟然出现了一件地宝 而且是以沙法为主的剑行地宝 神念再一早 察觉到杨开不过是个道元一层镜 都不禁面露喜色 忽然来了这么多人 罗元不禁眉头一皱 面露不喜之色 原力一摧 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浪 悠然荡开 以他自身所在之地为中心 轰地便朝四周辐射出去 都给我滚 他抱贺一声 为这些闲杂人等的前来 打扰了自己 与杨开的单挑而愤怒 登登登 来此之人 无论修为高低 无论年纪大小 竟是被这股力量和气势所设 少则退后十几步 多则退后几十丈 各个脸色铁青 且不说罗元最近声明确起 众人基本上都认得他 一便不认得 此刻见到他所施展出来的力量 也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道元三层镜了 哪还敢去捋什么胡须 却是由两人身形屹立原地 魂丝不动 这两人是两个老者 一人闭眸养身 任由威压拂面 赤若罔闻 一人眸露金光 冷笑不迭 似是在嘲笑罗元的不自量力 这两人赫然便是非圣公的 高深流水两大护法 先前两位护法还在城主府内 保护少公主宁远树 不过地宝乍线 地域弥漫之时 两人便有所察觉了 请示了宁远树之后 便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 又一来到此地 正好碰到罗元发飙的一幕 您请人 火气不要那么大 流水护法笑眯眯地望着罗元 一副以老卖老的架势 火气大了容易伤身 高深护法此刻也睁开了眼睛 冷哼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是医学不知天高地后之辈 自以为有了些本事 便可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中 早晚又再个大跟头 才会收敛 两位前辈说的太有道理了 杨开瞧着两人 眼桌子一转 一副受教的模样 一边把脑袋点成了小鸡啄米 一边冲高山流水 摇摇抱拳道 全被建言 晚辈深表赞同 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看两位就不是一般人 好说好说啊 流水笑眯眯眯地望着杨开 发现这小子瞧着挺顺眼 不自可教 日后必成大计 高山也不另赞赏 敢问两位前辈高兴大名 杨开一副虚心求救的模样 老夫高山 老夫流水 两人一人接了一句 自爆家门 然后喝起声来 我等乃是非圣公 左右两大护法 他们的台词 似是经历过很多次演练一样 说得娴熟至极 没有丝毫停顿 非圣公 杨开脸色微变 惊道 原来两位前辈 便是大名鼎鼎的 名扬难遇的高山流水护法 见他这副模样 高山流水愈发受用 前者微微一笑道 我二人的名堂 你听过 何止听过 简直如雷贯耳 滚滚贯耳 震耳欲聋啊 高山流水对视一眼 笑得嘴都快合不拢了 众人听得一脸爆寒 恶狠狠地鄙视着杨开的 鳄鱼奉承 溜须拍马 简直不要脸 无耻之由 同时大家心中也在万分比夷 高山流水这两个老傻货 活了一大把年纪 修为也有道远三层警 被一个小子嘴上开花吹捧几句 就差点不知道自己爹娘叫什么 非圣公的两大护法 怎么是这副德行 众人似乎也是头一次认识高山流水一样 频频侧目 表情精彩分成 不过 杨开忽然面色一沉 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 高山眉头一皱 狐疑地望着杨开 杨开甘笑一声 回道 不过似乎有人 不把两位前辈放在眼中啊 在你们来此之前 晚辈正好听到了一些 不利于两位的言论 何人敢不把老夫二人放在眼中 高山一怒 冷眼朝四周扫去 那些被他们给盯上的屋者 个个的目光闪烁 撇开视线 这两个老傻货 虽然傻了一点 但实力却还是有目共睹的 要不然 他们也不可能占据得了成主府 其他人只能去各大家族居住了 正是因为忌惮二老的实力 所以才没人敢跟他们争抢成主府的 是你 高山忽然瞪着一个眼神飘忽的中年男子 立声贺问 表情不适 不不不 那中年男子连忙摆手 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解释道 在下别两位晚到一步 怎会说两位的坏话呢 是你 就此事 在下对两位景仰已久 怎会如此行事 是谁 谁敢如此 老夫要好好教他做人 刘舍也是愤怒不已 瞪着杨开问道 杨开戚戚戚爱爱 欲擒故纵道 晚辈不敢说呀 晚辈实力低威 说了之后 怕被人杀了灭口 说 不用怕 要老夫二人保护你 谁还有这个胆子 谁敢动手 生你 老夫灭他全家十八代 高山大包大烂 一副上天入地 唯一我独尊的模样 有前辈这话 那我就放心了 杨开顿时 洗上眉梢 把手一指 抱喝道 就是他 就是这小子 刚才两位前辈 没来的时候 他就说过了 如今啊 在这风林城中 实力最强的高山流水 在他眼中 也不过是蝼蚁 炸猛而已 他随便伸根手指 就能捏死碾碎 还说飞圣公什么的 简直就是垃圾汇聚之所 藏污纳垢之地 说里面的舞者 都不是爹生娘养 都是从 从什么 高山神情暴怒 一身一身 无风自动 哗啦啦作响 晚辈还是不说了 怪难听的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杨开笑呵呵道 高山怒发张狂 口中抱贺 启杀老妇了 好好好 流水也是怒视着 被杨开所指的那人 冷笑不迭道 年轻人果然口比天大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伸根手指 把老法人捏死碾碎 罗云眉头微皱着 望着杨开道 你指的是我 杨开抱贺道 罗云 是男人 就敢做敢当 自己说过的话 难道还不想承认了 高山流水 二老如今都在这里 有种的话 把刚才的话 再重复一遍 看看二老 是不是能打死你 我明白了 罗云微微汗手 说了一句之后 竟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见他没有否认 高山流水 愈发觉得杨开 所言是真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14集 路上剪的 高山顿时怒道 年轻人闯出点名堂 便以为天下无敌了是吗 要知道这世上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的道行还远远不够看 问他废话做什么 敢辱骂我等 今日便是死罪 流水冷哼 辟泥着 罗元道 小子 小子 你是自己过来引进旧路 还是要老夫二人过去 娶你向上人头 先说好 若是前者的话 你还可以少吃点苦头 若是后者 保不准就要受点折磨了 听流水这么一说 杨开顿时洗上眉收 觉得自己这祸水东引之际已成功大半 果然如他所料 高傲如罗元这等人 得了这般威胁之语 哪还会无动于衷 莫说刚才他根本没说过那些话 即便说了 此刻也定然不会妥协 但见他眉头一挑 面上露出桀骜之色 浑身员里微微颤动起来 宁笑道 两个老东西也想取我性命 你们有这个本事 死到临头还如此猖狂 小子先吃我一周 高山怒不可恶 当即就大手一身 朝罗元所泪肢体拍了过去 煞时间天空之中风云际会 天地法则之力跌宕而起 一只巨大的巴掌叶灯空拍响 这笔天地光明将罗元笼罩 回观舞者无不变色 高山好歹是飞圣宫的素老 一身道元三层镜的修为扎实无比 出手自然不同反省 个个都在想着 若是这一招对自己而来 该如何防御如何躲闪 想着想着脸色就难看起来 因为众人发现这一招除了躲闪 接下来的后果有些不堪设想 而那边罗元确实站在原地 不闪不闭 仿佛是吓傻了一样 站在他身后的圆脸女子也是如此 一双美眸一直定格在罗元的英伟背影上 就连众人的争吵也没有惊动他分毫 轰隆隆 那由天地原理 掺杂法则之力汇聚而成的巨大巴掌 直接呸响 罗元所在之地的虚空能量狂暴 晝风席卷四风 神念叹入其中 更是被巨大的能量吞噬 让人无法瞧见内部的细节 全家的几间巫舍也被这股巨大的力量冲击的一下倒塌 变成断环残壁 一个垃圾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 这便是下场 高山一招得手之后 背负起双手 老神在在地喝了一句 一副功成名就的架势 不过是个才修炼了些年头的年轻人而已 神以为就能与老夫等人抗衡了 简直不自量力 流水也是冷笑不迭 我的下场是什么 优的 罗元的声音从那能量混乱中心传出 而随着这一句话传出的同时 那边忽然闪烁起一点光芒来 光芒瞬间扩散 形成无形之力 将所有的力量推开 罗元重新出现在众人眼前 提表一层原力防护 凝实厚重 固若金疼 明亮的光芒 险些闪瞎了高山流水二老的眼睛 刺得他们眼睛生疼 他不但本人毫发无声 甚至连一直站在他身后的圆脸女子 也没有受到丝毫波及 只是被打扰了一下之后 圆脸女子有些不愧快的皱了皱带眉 恶狠狠的瞪了高山流水一眼 这 高山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见鬼一样的看着罗元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 怎么可能 流水也是失声惊呼 刚才高山那一招到底有多大威力 他自然清楚不过 即便罗元也是道元三层镜的修为 万无可能正面接下 喉发无声 可事实就这么摆在他面前 他顿时亥然无比 正愁找不到像样的对手 罗元宁笑一声 那猙獰的笑容浮现在脸上 印在众人眼中 让人不寒而栗 居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话 他竟舔了舔嘴唇 仿佛饿了许久 忽然瞧见了一盘可口的美味一样 这模样下了高山流水一大跳 话落 罗元已徐徐抬起一手 凶魂的原理在体内滚动 发出如海浪撞击礁石一样的奇异声响 住手 关键时刻一声骄鹤传来 罗元眉头一皱 扭头朝那声音来源之地望去 发现喊话之人竟然又是秦裕 不禁面色一冷道 又有何事 他先前准备对杨开动手的时候 被秦裕喝止 如今他准备对高山流水动手 又被秦裕喝止 若非秦裕是此间主人的话 罗元才不会搭理他 你想做什么 秦裕 冷冰冰地望着罗元 咬牙骄鹤 这不是很明显吗 罗元道 我想做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了 秦裕并没有因为 修为上的差距 而对罗元有什么畏惧 美眸瞪着他说道 正是因为看出来了 我才会阻止你 什么意思 说明白点 罗元眉头紧锁着 一脸不快 你想拆了我秦家 秦裕问道 并无这个想法 罗元认真答道 那就别在此地动手 若你们不想露宿街头的话 就找个别的地方打 嗯 罗元听了他的话 想了一会儿 汉手道 说的也有道理 如今他八方门 众人算是寄宿在秦家 若是真的把秦家给拆了 且不说八方门众人 没地方住了 面子也不好看 他抬头望着高山流水道 两个老东西 随我来 话落 他身形一晃 便已朝城外冲去 临走之时 竟是直接从高山流水 两人中间飞过 挑衅的味道十足 高山流水 岂能容忍一个小辈 如此猖獗 纷纷怒吼着 转身追去 眨眼之间 三位道元三层竞强者 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唉 那一直站在罗元身后的 圆脸女子 此刻却是微然一叹 表情哀怨 从始至终 罗元都没曾瞧过他一眼 让他倍感伤心 此刻他瞪了扬开一眼 称道 都怪你 怪我什么呀 杨开黑黑一笑 若不是你 或许东尹 罗师兄也不会跑了 圆脸女子 绝了绝嘴 一副俏皮可爱的样子 那你是不是 还应该谢谢我呀 杨开微笑地问道 我谢你什么 圆脸女子 斜眼瞄着杨开 讥讽道 你有什么地方 值得我感谢的 杨开理所当然地说道 自然有 若非是我从中作梗 你也不会瞧出 你罗师兄 关心你的样子了 罗师兄 关心我 圆脸女子 紫带眉一皱 翘脸上浮现出了 一丝红蕴 跺脚的 羞的胡说 罗师兄他 一心扑在 武道之上 才不会关心我呢 顿了一下 他又满环 期待地问道 你说说看 罗师兄他 怎么 关心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恋巅峰 杨开还没回答 秦月却是微微一笑 这位姑娘 你怕是有些当局者迷啊 是才那高山护法一击之时 你可曾有半点受伤 没有 圆脸女子摇了摇头 是谁保护了你 秦月再问 圆脸女子 魂眼美眸逐渐明亮起来 那原本的哀怨之色 一扫而空 变得身材奕奕 仿佛得了什么 巨大的奖励一样 笑容颜开起来 秦月道 若你那罗师兄 真的不在意你的话 你此刻 必定已遭重创 他 他只是 只是顺手而为 才没有关心我呢 圆脸女子低着头 扭扭捏捏 脸颊红韵 小女儿的身态一览无余 话虽然这样说 但任谁都能瞧得出来 她内心估计是甜蜜的 跟吃了汤似的 不过 你不担心 你罗师兄吗 那高山流水二老 虽然这里 有点问题 但他们也不是好对付的 杨海忽然笑眯眯地问道 身上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圆脸女子道 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两个家伙 等会儿 肯定要被打得 哭的喊娘 她一副对罗元 有巨大信心的样子 说到此处 她又美眸一转 笑盈盈地说道 哼 你还有空说这些 还是先担心下你自己吧 会有什么好担心的 杨海冷冷一笑 环视四周 不屑道 一拳拉起而已 你说什么 小子太嚣张了 得好好教训一番才是 谁家的毛孩子 说句话来这么缺德 你这长辈没教过您 李墨二字吗 四周的舞者顿时叫嚷起来 此地最强的三人 已经离开 剩下的人 自然就无所顾忌了 每个人都目光灼灼的 盯着扬开手上的百万剑 内心的小算盘 打得叮当作响 一个半大老者 忽然诡诀一笑 核心地望着杨开道 小老弟 你这剑是从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 杨开把百万剑 往胸前一横 并指一抹 顿时剑光四溢 剑运流转 他一笑道 路上捡的 那定然是老夫 前几天丢失的那个了 怪不得我看着这么眼说 小兄弟 你快还给我 那半大老者连忙说道 四周一群舞者都瞠目结舌地望着老者 心中暗想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就算是想抢夺宝贝 也总该找个好点的借口啊 这个借口实在是站不住脚 傻子都不会相信 我捡到的 我捡到的那便是我的了 凭什么要给你 杨开脸色一尘 直接把百万剑收进体内 半大老者瞧见此目 半大老者瞧见此目 顿时吞了口口水 急切道 小兄弟 只要你愿意把那剑还给老夫 老夫定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你可能不知道 老夫乃斜月谷 副谷主取回人 说出去的话 必定算数 杨开瞪眼瞧着他道 我不信 你不信就问问他们 他们可以为老夫作证 老者一急 指着四周的舞者道 四周舞者闻眼冷笑 个个都做出一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瞧 他们也不信 杨开也遇到 你肯定是想骗我的宝贝 曲怀人大吉 眼中立似吉善 冷哼道 罢了罢了 你这小子既然敬酒 不吃吃罚酒 那也怨不得老夫 出手狠辣了 说话之时 他已身形异善 整个人如大鹏斩翅一般 朝杨开扑了过去 一手探在前方做五爪状 神情很力 你 你想做甚 杨开表情慌乱 不迭地往后退去 小子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区区道员一层镜 也该以重宝世人 简直自掘坟墓 下辈子投胎做人的话 要记得匹父无罪 怀疲其罪的道理呀 他语重心长地说着 手上的动作 确实没有半点停顿 杀念如潮般 朝杨开挤压而来 我 我跟你们信了 杨开大吼一声 宛若平地一声雷 炸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那些围观的舞者 原本见老者骤然出手 也纷纷脸色一变 更有几人已经暗摧原理 似乎是在等老者 与杨开交锋之后 便有所行动 而在这一声怒吼之下 众人都不禁微微一顿 而杨开所在之地 却是光滑一闪 地宝百万箭 重新被他寄了出来 一阵手忙脚乱的舞动 毫无章法可言 似是已经被曲怀仁气势所设 无法发挥自身的实力 拿来吧 曲怀仁见状 自然是大喜过望 伸手就朝百万箭抓了过去 面上浮现出振奋之色 仿佛已看到自己夺得重宝 从此笑傲天下的美好一幕 有五根断指应声飞出 有阴红鲜血喷剑迸发 雪怀仁站在杨开面前不远处 身形定格原地 目光恶然地望着杨开 似乎还有些没回过神 只感觉自己手上和胸口处一抹凉意传来 同时还有阵阵疼痛 下一刻 他瞧见杨开嘴角 浮现出一抹激讽的微笑 这个微笑让他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隐隐感觉到不对了 滴答滴答 清晰的鲜血滴落声传入众人的耳中 空气中迅速弥漫起那独特的血腥味 众人为之一呆 似乎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何事 待举目朝曲怀仁望去 入目所见却让他们神情骇然 但见曲怀仁身子僵直在原地 纹丝不动 依然保持着那个扑击的姿势 但他探出去的一只大手上 五指已经齐根而断 伤口处平整光滑 鲜血沉沉而出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曲怀仁的背后 半截剑尖透体而出 那鲜血就顺着剑尖 不断地往下滴落着 建设在大地之上 将地面染红 慢慢地汇聚成一条 阴红的溪流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15集 秘宝不错 我要了 一阵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 每个人都在脑海中问自己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刚才只见到 曲怀人气势凶凶的 朝杨开扑去 而杨开则是一阵手忙脚乱 毫无章法的挥动秘宝应付 本以为杨开必定要被曲怀人打伤 夺走秘宝 却不想最后的结局竟是如此震撼人心 瞧这样子 似是取怀人一个不小心 自己撞到人家的剑尖上去了 而那伤口正中心窝 此刻只怕连心脉都已被切断 断无存活的可能 一部分舞者目中金光闪烁 似是意识到了什么 原本的轻视和不屑 煞时间收敛和干净 望着杨开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而另外一些人却依然神色茫然 你 曲怀人张口 冲杨开吐出一个字来 一句话根本没有说完的机会 口中便滴血无数 那鲜血就如喷泉一样 不受控制地从他口中涌进出来 你自己找死 可怪不得我呀 杨开大叫着 一巴掌拍在曲怀人的胸口处 将他震飞开来 半空之中 曲怀人生机迅速消散 双目很快无神 待到落地之时 便已弃绝身亡 死状凄惨无比 斜月谷的副谷主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风陵城这样一个小城池 曲怀人来此之前怕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你居然杀了曲妇谷主 一个中年男子忽然神色冷烈地大喝起来 瞧他这模样 似是与曲怀人认识或者相熟 眼看曲怀人死在自己眼前 哪能善罢甘休 怒吓之下便以手腕一抖 一盆金光 忽然在手心上乍现出来 他叫嚷道 小子乖乖束手就紧 随我去洗玉谷 否今请罪 或许还有一些生计 否则你必死无疑 话落之时 他手上那盆金光 一下子炸开直接化为一张金色大网 灯头朝杨开照下 在他想来 曲怀人之所以会惨死在杨开手上 一则是自己太过大意 二则是杨开手上的密宝锋锐无品 所以才落得那般下场 否则的话 以杨开区区一层镜的修为 如何能在那么短的功夫 击杀掉道元三层镜的曲怀人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曲怀人这是栽在阴沟里了呀 他忌惮百万件的封锐 所以压根就不打算贴身与杨开搏斗 只准备用自己的密宝先束缚住杨开再说 那金光大网也不知是用核物炼制而成 散发着道元级密宝的能量波度 优异展现出来 似就封锁了这一片天地 一股无形的力量跌宕开来 形成一片独特的封锁之力 玄金都挺网 有识祸之人低贺出声 瞬间就认出了这密宝的名称 脸色不禁微变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手上掐绝心神外放 控制着自己的密宝的威能 杨开那边却是跌退好几步 可无论他如何逃窜 竟是都逃不过这玄金都挺网的笼罩范围 一直被那股无形的封锁之力所覆盖 这不禁让他也差一万分 暗暗觉得这天下能人意识背出 竟连这等奇特的密宝都能炼制出来 小子你逃不掉的 我这玄金都挺网自炼制成功以来 就从没有失手过 放弃抵抗吧 中年男子冷笑着说道 同时手上发掘一变 那覆盖的杨开头顶上空的金色大网悠然落下 直接将杨开笼罩在其中 紧接着猛地一收 化为一团金光彻底封锁起来 中年男子眼见一击得手 不由地大笑起来 可是笑着笑着 他的笑容便僵硬在了脸上 瞪大了眼珠子望着那边 失声惊呼 怎么可能 只见那金网之中 被玄金都天网束缚住的杨开 身形竟慢慢淡化 很快消失不见 那赫然只是一道残影罢了 啊 好险好险 杨开的声音 木然从一旁传来 中年男子定眼望去 正见他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小子女 中年男子脸色微变 怎么也想不通 杨开到底是动用何种手段 逃出了他密宝的封锁之力的 甚至就连他都没有丝毫察觉 不错不错 这密宝不错 我要了 杨开说着话 伸手便朝那金光抓了过去 啊 中年男子吓了一跳 眼看着杨开 居然一把将那金光抓在手心上 顿时急了 体内原力一催 双手发觉 变幻不已 被杨开握在手心上的金光 煞时间便嗡嗡不止 一股极强的抗拒之力 传递而来 震得杨开大手发麻 这毕竟是人家煞费苦心 炼制出来的秘宝 与中年男子心神相通 杨开这般强硬夺取自然是没法顺利入手的 察觉到这秘宝中的抗拒之力 杨开眼中类似一闪 抬起头来 瞧着中年男子道 看我 什么 中年男子正控制着自己的秘宝脱离杨开的掌控 文言一阵抬头望去 下一刻他便忽然打了个冷战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弥漫心头 一股精纯的神魂力量忽然自前方冲击而来 那力量雄魂精粹 自亘古跨越而来的力剑 切开中年男子的神魂防御 瞬间冲进了他的石海之中 在石海内掀起狂风骤浪 中年男子煞时间脸色苍白 捂着脑袋大声惨叫起来 旁边众人看到此目 顿时都吓了一大跳 纷纷远离了那中年男子稍息 吃了阳开一击神魂冲击 石海混乱神魂震荡 中年男子也没功夫 去控制自己的玄金兜天网了 阳开手上力道一催 原力跌宕之下 直接将那秘宝的反抗之力镇压下去 神魂力量涌入其中 不休三喜就抹去了对方 留在其中的神魂烙印 然后丢进了自己的空间界中 这秘宝竟真的被他这样抢走了 众人无不变色 终于意识到不对了 抢夺秘宝这事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除非两者之间的神魂修为 有着悬殊之别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抹去云主人的神魂烙印 否则根本无法收进空间界 可阳开却做到了 换句话说 他绝对在那极短的时间内 抹去了中年男子的神魂烙印 这也就意味着 他比中年男子的神魂力量强出太多 一念至此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起 有人低喝一声 后知后觉地望着杨开 眼中闪过浓浓的忌惮之色 若说取怀人 知死是他自己大意 不小心撞到了杨开的剑尖上 那中年男子的遭遇 就无法用不小心来解释了 这绝对是实力上的碾压 绝非运气能够解释的 那对杨开出手的中年男子 依然捂着脑袋 躺在地上不断打滚 瞧着驾驶似乎是伤得不轻 也不知道能不能好起来 不过神魂上受创 纵然能够痊愈 那也得耗费巨大的时间 和精力才行 搞不好他这一辈子 都要浑浑噩噩 变为白痴了 还有谁有不错的秘宝 拿出来瞧瞧 杨开左右环顾 冷冷一笑 众人都不迭地后退了几步 一个个倍感滑稽起来 自己这些人 本是打着杨开秘宝的主意 却不想到了现在 竟然是情况反了过来 这小子似乎是尝了甜头 有些欲罢不能 没有没有 我的秘宝不过虚王级品质 小兄弟绝对是看不上眼的 有人正式解释道 虚王级这么厉害 我的秘宝不过反虚级 一人立刻接到 众人闻言全都一两黑线地朝那家伙望去 那人顿时张了起来 怎么 我穷不行啊 道元精用反虚级秘宝很丢人吗 干什么干 说着话 他一转脸 笑眯眯地冲阳开抱拳道 反虚级秘宝 小兄弟应该没兴趣吧 没兴趣就好 在下想起来还有钥匙 先走一步 告辞 话落 也不管杨开是何等态度 直接顿走 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 一个个心中暗骂 那人见机得快 也连忙冲杨开抱拳 纷纷退避 等一下 杨开忽然冷哼一声 众人闻言一惊 全都转过身来 警惕地望着杨开 唯恐他做出什么 对自己不利之事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世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哼 杨开冷哼一声 古冬 众人吞咽口水 脸色难看 都意识到 这下坏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也不知道这小子 到底想要做什么 杨开哼了哼 指着地上说道 把尸体和这叫得跟杀猪一样的家伙带走 啊 是是是 还不快帮忙 众人叫嚷着 三下五除二 就将取怀人的尸体 和那依然惨叫不止的中年男子 拖走了 一个个很快消失不见 被杨开帝宝气运惊动 前来秦家的道远镜舞者 只有二三十人 此刻基本上走的是干干净净 独独剩下一人 依然泪于半空之中 杨开眯眼朝内人望去 发现这是一个做少妇打扮的女子 身段婀娜窈窕肤色白皙如雪 一头黑发如瀑布般披散身后 身穿一件碧绿色的宫装长裙 他美眸明亮 虽对杨开有忌惮之意 却无惧怕之情 这少妇的修为不算高 但也不算太低 约莫道远两层镜的水准 看样子应该是出身 哪个中等宗门或者家族 你还不走 杨开瞧他纹丝不动 不由地脸色沉了下来 少妇闻言开口道 敢问小哥 可是杨开杨大师 杨开眉头一皱 内心暗自警觉起来 不答反问 你是谁 少妇盲道 切身千叶宗 叶惊寒 千叶宗 杨开眼帘一眯 隐约对这个宗门有些印象 不过印象不深 不过他可以肯定 这个千叶宗应该不是什么大宗门 估计跟碧玉宗差不多 并无地尊镜这样的强者坐镇 只有几个道远镜舞者支撑 在整个南域 如这样的宗门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各自占据着一些地盘 繁衍生息 或许他们的祖上 曾经创造过许多辉煌 但一代代流传下来 日渐是微 宗门势力也逐渐没落 碧玉宗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碧玉宗宗主乌蒙山的祖上 可是当年星界第一人 是天大帝 只手遮天 叱咤风云 可到了他这一代 乌蒙山不过只有道远三层镜的修为而已 只是一个小门派的宗主 这世上 没有不倒的宗门 没有不散的家族 万年传承 只有星神功和那几个少数顶尖大派能够做到 果真是杨大师吧 叶清涵有些急切地问道 你认错人了 杨凯毫不犹豫地回道 一旁秦家几人和八方门的弟子望着他 都不禁瞪大了眼珠子 没错 他就是杨凯杨大师 那清新罗元的圆磊女子也不知道发哪门子疯 竟开口替杨凯承认了 说完之后还笑嘻嘻地冲杨凯做了个鬼脸 杨凯不禁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果然是杨大师 叶清涵坐实了杨凯的身份 不禁有些小激动的样子 说了你认错人了 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 快走快走 再不走的话 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杨凯不耐烦地摆手 赶小鸡一样驱赶着他 叶清涵轻咬着红唇 楚楚可怜地望着杨凯一道 杨大师 能不能听妾身说几句话 说完妾身就走 没心情 你这人 云脸女子似乎有些看不下去了 真的 别人都这么请求你了 听她说几句又会怎样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啊 杨凯瞪着他道 不知道 而且人家本来是来抢我宝贝的 我现在要听她说什么 这事搁在你家罗园身上 你会怎么样 什么我家罗园啊 圆脸女子脸色一红 顿时扭捏起来 不过很快便是翘脸一寒 冷哼的 谁敢打罗师兄的主意 打死他 他一脸杀鸡勃勃 瞧得杨凯差一万分 没想到这小女子竟也有如此森冷一面 秦家主送客吧 杨凯冲秦朝阳说了一声 又冲秦玉招手道 秦姑娘你随我来 嗯 秦玉连忙脉动步伐朝杨凯走去 那边秦朝阳想了想 游身一晃飞至高宫 与叶清涵说了起来 似是在劝他离去 叶清涵却是不为所动 只是苦苦哀求 对了 杨凯走出几步 又回过头望着八方门的几人 冷笑不迭道 都给我老实点 再敢放肆 要你们好看 八方门几人额头冒着冷汗 哪敢不应 纷纷点头称是 刚才杨凯击杀取怀人 抢夺那中年男子秘宝 他们可是看得真真切切 自知根本不是杨凯的对手 人要是惹得杨凯动手 他们必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格天茫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16集 得罪我的下场 眼脸女子笑道 放心吧 我看着他们 他们不会乱来的 如此最好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给罗元面子 杨开轻哼一声 转身离去 领着秦玉 一路来到那密室之中 才刚让秦玉盘西坐下 秦朝阳便火急火燎的 冲了进来 似是已经处理好了 叶清寒的事 一脸轻异地望着杨开 紧张地问道 杨老弟 此犯四季之地一行 结果如何呀 自杨开返回到现在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询问 捷恶难过一事 此刻终于空闲下来 自然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结果 秦玉也不由地 郊区微微颤抖起来 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似是不能好好控制情绪 毕竟关系到 他的生死存亡 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女 还没有看过 这世间繁华 还没跃进 这人生百态 如何能够做到 视死如归 杨开瞧了两人一眼 微微一笑道 性不辱命 说着话 他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将那玉盒取了出来 驱使一弹 玉盒打开 一枚如冰雕玉珠般的灵果 映入秦家两人眼中 秦朝阳 瞪大眼珠子仔细观察 秦玉也不由地 伸长修长白皙的进博 正正地望着 没错 没错 就是他 这就是杰恶难过 秦朝阳瞧了一会儿之后 忽然大笑起来 笑得眼泪水都流出来了 我认得他 当年那位高人 曾经将此邻国的影像 幻化给我看过 秦玉文言 不禁那小手 掩住了红唇 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整个人 似乎都没了力气 直接瘫软下去 得这枚灵果中间起了不少波折 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赶回来 让两位久等了 杨凯没去解释太多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秦朝阳 老泪纵横道 不急 不急 此饭可是多亏了杨老弟 这下育儿活命又忘了 对了秦家主 当年那位高人可曾说过 这灵果该如何让秦姑娘服用 是否需要炼制承担 若是需要的话 我倒是可以稍微出点力 杨凯正色问道 无需炼制 秦朝阳摇头道 那高人说了 只需找到杰恶难果 让玉儿直接服下便可 他的天地洁身 本就是因为天地所不容 截断生机所导致 而那杰恶难果之药效 可以化为一座无形桥梁 将那断裂的生机重新连接 玉儿日后再无需受这体质之苦 那事不宜迟 赶紧让秦姑娘服下吧 杨凯说着 连忙将玉和送到了秦玉面前 秦玉伸手接过 瞧了瞧杰恶难果 又抬头看了看杨凯和秦朝阳 见他们一脸鼓励自己的表情 当下也不再犹豫 伸出心心意志 将杰恶难果从玉和里取了出来 一手眼嘴 戏绝蔓延 少亲一枚灵果入腹 秦朝阳满心焦虑地望着秦玉 担忧地问道 玉儿可有什么不是 秦玉摇了摇头道 没有 只是冰冰凉的 话音刚落 他忽然脸色一变 翘脸都近乎扭曲起来 似乎是在承受巨大的折磨和痛楚 而与此同时 一股极为特殊的力量在他体内悠然荡开 化为一层银白之光 将他通体包裹 阳开神色微动 运转神念于目 煞时间便瞧见秦玉体外原本浓郁的黑气 此刻正被那银白之光缓慢驱散融化 而随着这些黑气的消散 秦玉的痛苦似乎也逐渐缓解 一丝丝生机 逐渐在他的郊群内诞生出来 弥漫四肢百害 眼见此目 阳开微微汗手 知道应该是对症下药了 秦玉必会一解完疾 阳老弟 这这这 秦朝阳颇有些六神无主 阳开微微一笑道 秦家主 我们且先出去吧 秦姑娘这边理应无事 只需时间的积累便可 阳老弟能确定 秦朝阳不放心地问道 说完之后又察觉不妥 连忙道 并非秦某不相信你的话 只是 我明白 阳开笑道 秦家主 这是关心则乐 你用神念扫视下秦玉体外的情况 就知道了 听他这么说 秦朝阳当即失为一分 片刻后 也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这下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阳开微微一笑 秦朝阳被他言语的 有些不好意思尴尬道 野儿从小命苦 他父母也在早年双双顽固 我秦家也只有他一个血脉了 与我这老家伙 这十几年来相依为命 若是连他都 我懂 阳开正色汗手 说着话 两人已退出密室 阳开手腕一分 取出那百万剑 双手捧着 朝秦朝阳递了过去 说道 秦家主 这剑归还秦家 还请秦家主验证一分 秦朝阳望着百万剑 目光平静 许久之后 他才伸手触碰剑身 开口道 百万剑 是我秦家 新祖遗留下来的 也是秦家的镇族之宝 我秦家万年以来 历代祖上 都以崇祯家族雄风为己任 都以祭连玉石百万剑为目标 但是达成者却是寥寥可数 到了老夫这一代 唉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接着道 宝见尘风 不见天日 祖上若是群下有志 也不知是否会怪罪 阳开道 群姑娘天资不凡 年纪十八便已有反虚境的修为 此番得以解脱苦难 加一时日必成大器 秦朝阳微笑道 老夫的希望 也寄托在育儿身上了 所以老夫 想请阳老弟 先保管此剑 哦 阳开眉头一阳 秦朝阳道 此剑在你手上 才能发挥出威力 阳老弟且先用者 若哪一日 月能够敬生地尊敬 再将此剑交还给他 如何 他一副临终脱钩的样子 搞得好像在安排自己的后世 阳开目光微闪 心知他是在未雨绸缪 秦朝阳虽然年纪不小 但好歹也是个道远镜舞者 不出意外的话 再活个百八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可他的修为毕竟不是很高 在这星界之中 无者之路步步惊急 谁敢保证自己能得到善终 说不定那一天突来无望之灾 被卷进了什么风波之中 无端端的就丢了身家性命 若真到那时候 就没人可以庇护秦家了 秦朝阳欲将百万件 交与阳开保管 一则是因为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担心百万件会给秦家 带来什么麻烦 二则大概也是想以此为枢纽 拉近阳开与秦家的关系 百万件只要在阳开手上 那他必定不会做事秦家不管 他若是真出了什么事 好歹还有人可以照顾下秦欲 出品的五炼巅峰 杨开心思微动 很快猜到了秦朝阳的用心 沉隐了一下后 也没有再推辞说道 既然秦家主对杨某如此放心 那此件我便用上一段时间 必不会辱没秦家先祖为名 百万件他用着还算顺手 几招配合瓷宝才能使用的剑道秘术 他也参悟透彻 所以留在自己手上 再用一段时间倒也不是不行 甚好 甚好 秦朝阳大喜 轰隆隆 就在此时大地之下 忽然传了一阵闷雷般的声响 仿若千万匹龙马呼啸奔腾而过 震得天地一阵摇晃 与此同时 这天地之间的灵气猛着一蹬 怎么回事 秦朝阳面色微变 惊声鹤问 阳开也是眼中惊弓暴闪 雄魂的神念瞬间浮射开来 车探四周 很快 他的目光便朝城外的一个方向望去 低鹤道 云头似乎在那边 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苏醒了一样 去瞧瞧 秦朝阳闻言 断鹤道 阳开也正有此意 两人对视一眼 便纷纷施展身法 朝外持起 才刚飞出秦家 迎面便碰到了一道亮丽的身影 静静的屹立在半空之中 赫然便是那清夜宗的叶清涵 这少府似乎一直没有离开 一直守在秦家外面 见到阳开的身影 叶清涵美眸一亮 揪呼道 阳大师 阳大师 闪开闪开 别挡道 阳开不耐地挥手 从他身边一飞而过 眨眼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 叶清涵咬牙望着他的背影 一跺脚也急忙追了上去 秦家主 前头阳开飞奔之时 回头瞅了一眼叶清涵 底身问道 这女子有没有跟你说 找我何事 秦朝阳列子一笑道 阳老弟如今名声雀气 又生得玉树灵风 修为不俗 乃不是英杰 些隐些女子青睐 也是很正常的嘛 阳开伸手撩了一下头发 胸膛挺直了 头颅微微上扬 转眼他又正色道 说正经的 秦朝阳摇头道 他也没跟老夫戏说 只说要与你一谈而已 我见此女倒也不错 虽然年纪比你大了那么一些 但身骨柔弱 眼角还有些许魅意 必是有物一枚 阳老弟 你不仔细再考虑考虑 他的提议吗 阳开瞪大了眼珠子 上下扫视秦朝阳 仿佛要重新审视他一样 良久猜到 秦家主啊 自重啊 你年纪一大把了 说这些话不合适吧 秦朝阳大笑一声 拍了拍阳开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人不风流 王少年 年轻人 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反正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不去搭理他 阳开瞥瞥嘴 两人说话的功夫 身边已经多出了不少顿光 显然都是居住在风陵城中 那些道远镜的强者 感觉到动静 前去查探情况的 阳开 是你这个畜生 一个声音忽然从侧旁传来 显得愤怒异常 阳开扭头望去 一眼便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正双目赤红地瞪着自己 此人和是原来的 风陵城副城主 庄盘 庄盘身边还有一人 乃是一个生的 唇红齿白 相貌英俊的青年 修为不高 道远一层镜的水准 莫名其妙的 阳开忽然觉得 这家伙有些眼熟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绝对没有见过这个人 阳开 庄盘身边的青年文言 双眸顷刻间爆射金光 目光灼灼地 朝阳开望来 冲庄盘问道 何便是那姓阳的小子 回遍少公主 正是这小畜生 庄盘咬牙切齿地打道 畜生叫谁呢 阳开一脸比一地 朝庄盘望去 讥讽一笑 庄盘脸色铁青 也没有蠢道 去主动钻阳开下的套 只是望着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无尽的仇恨和怨毒 秦家主 那青年是谁 阳开悄声 冲秦朝阳问道 他见这青年虽然英俊 但神情阴逸 又跟庄盘这家伙混在一块 自知必不是什么好鸟 非圣公 少公主宁远树 少公主 阳开恶然 不过很快就想明白了 估计是原本的非圣公 少公主死了之后 非圣公公主 重新新立的 这宁远树 跟宁远树既是亲兄弟 那面相上自然有些相似 难怪自己求着隐熟 两人说话的时候 宁远树也冲庄盘吩咐道 既是此子 那便不用客气什么了 庄盘 给我拿下他 本少要好好问问他 庄盘闻言 一张脸顿时皱成了苦瓜 可怜兮兮的望着宁远树 淒淒爱爱道 小公主 这 这 这什么事 速速动手 我的话难道你敢不听 宁远树瞧着他这模样 顿时雷起 一巴掌扇在庄盘后脑勺上 打得他脖子一缩 属下 打不过他呀 庄盘一脸悲愤的说道 说完之后 整个人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丝毫气势也无 宁远树瞪大了眼珠子 瞧着他 说道 他是道元一曾经 你也是道元一曾经 耿德父亲大人 亲自指点了三日 为何打不过他 上次被他打得挺惨的 我那秘宝都被打得灵性尽失 庄盘捏如道 真是废物 我要你何用 宁远树大怒 一脚踹在庄盘腰眼上 踹得庄盘惨呼一声 猎歇到一旁 宁远树瞧都不瞧上庄盘一眼 而是怒视着杨开 沉声喝道 小子滚过来 他一副一指气势的模样 似乎自己成了号令天下之人 号令之下莫敢不从 四周一群舞者闻听此言 个个都大惊失色 纷纷离宁远树远了一些 这些舞者 大多数都是刚从秦家回去的 杨开之前发飙的一幕 他们都看在眼中 知道杨开的难忍 此刻见到宁远树 竟然去摸老虎屁股 哪还敢待在他的身边 即便有不知内情的人 此刻也有相熟者 敲声传音入密 郑重警告 下时间 宁远树身边方圆 舞时上的舞者 走得干干净净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舞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舞巴雅鞠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舞恋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巨舞巴雅鞠 欢迎继续收听 《舞恋巅峰》 第2017集 还给你们 宁远树不明所以 还以为众人是被自己的气势所射 更是一副耀武扬威 不可一世的模样 秦家主 杨开表情古怪 朗声道 怎么这荒郊野外的 听到狗叫了 秦朝杨大笑一声 大概是哪里来的野狗吧 杨老弟不必理会就是 若是在以前 以他一个小家族家主的身份 根本不敢去得罪非圣公 虽说非圣公 也不是什么大门大派 但好歹也有一位帝尊敬强者坐镇 门内道元敬武者不计其数 得罪这样一个势力 秦家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人家随便派个道元两层敬的来 也能灭了秦家满门 可是如今 他对杨开感恩戴德 莫说为了杨开得罪非圣公 便是兴神公也无所谓了 他们两人一唱一和 声音又大 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只把宁远树气得蹊跷声音 怒不可遏 小子有种 你可知本少 是谁便敢如此大放厥词 宁远树怒急返笑 阴森森地朝杨开喝道 杨开这才挟视了他一眼 说道 你是哪个儿从啊 他一副极为不屑的样子 气得宁远树欲发怒火旺盛 抱贺道 听好了 本少便是非圣公少主宁远树 非圣公少公主 杨开不由瞪大了眼珠子 吃惊道 你是非圣公少公主 正是 宁远树瞧他受惊的模样 顿时大为满意起来 阴冷着泪 露出如毒蛇般的笑容 一副你怕了就好的样子 下一刻 杨开便脸色疑速 一本正经道 不好意思啊 没听过 你 宁远树闻言脸色一变 哪里还不知道 杨开是在耍着他玩 顿时怒火攻心 抱贺道 小子你找死呀 研制此处 他一摧体内原理 双手接印 一股漩涡之力 悠然在体表处荡开 紧接着 他身形晃动 在半空之中 留下数道残影 飞扑至杨开面前 一掌朝杨开胸膛处 印了过去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他灵了 还不忘冷笑一声 然而 他这一掌注定 是要打空的 杨开只是伸手 一推一牵 便将他的掌印 牵引到了一旁 一时不察 身体重心失衡 宁远树险些栽倒 在杨开身上 抬眼望去 只见到面前三寸处 杨开一脸笑盈盈地 望着自己 两人的脸 几乎都快贴到一起了 对方的笑容之中 充满了言语 和讥讽的意味 察觉到 对方的不怀好意 宁远树大惊失色 脚底下光蒙一闪 身形便要暴退 可他哪里走得掉 杨开已经一伸手 揪住了他的衣领 然后抬起另外一手 对着那张尽脸 左右开弓扇了过去 噼里啪啦 一阵脆响之后 宁远树彻底被打蒙了 等到杨开收手之后 宁远树的脸颊 左右高高涨起 如泡在水中 好几日的猪头 四周舞者 无不禁若寒蝉 各个侧目望来 表情惊悍 杨开此前 虽然在秦甲发飙 动手杀了邪月谷 副谷主 也打伤了一个中年男子 但无论是娶怀人 还是那中年男子 出身都不算多么高贵 他们的宗门呢 根本没有帝尊敬强者坐镇 所以只要杨开实力足够强大 就不予担心会被人报复什么的 可是宁远树不同 人家可是非圣公的少公主 矮个子里找高个 非圣公在众人眼中 也算是不得了的宗门了 宁远树的老爹宁伯阳 更是帝尊一层镜的强者 宗门内强者也为数不少 更有高山流水 两大护法坐镇此地 此刻 少公主被人一番殴打 非圣公其会善罢甘休 想到此处 众人望着阳开的目光中 不但有浓浓的忌惮之意 更有辛灾乐祸之感 觉得这家伙胆大的没边 注定是要惹祸上身了 你 你 你敢打我 宁远树被阳开提在手上 脸颊肿得厉害 那疼痛赫然麻木 瞪大了眼珠子望着阳开 嘴上含糊不清地说道 阳开吃笑一声 敢不敢 不都已经打了吗 本少可是 知道知道 非圣公的少公主吗 阳开说这话 又噼里啪啦地扇了一通 没了还跟秦朝阳说道 这家伙有意思 被打了还不忘自爆家门 好似嫌弃自己丢脸 丢得不够彻底一样 说着话 他把宁远树高高举起 吆喝道 来来来 大家都瞧一瞧 看一看 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 非圣公 少公主宁远树了 记住这样子 日后见到了 可要绕着倒走 四周舞者各个鹅帽冷汗 心想人都被你打成猪头了 哪里还看得清容貌啊 哇 一言出 宁远树气血攻心 张口就喷出一口血雾来 他出身不凡 自小娇生惯养 何曾受到这一等侮辱 此刻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阳开 连打了两次脸 险些没气晕过去 只是喷口血而已 足以彰显内心素质的强大 秦朝阳苦笑不迭 也不知道该跟阳开说什么好 只探年轻人 确实气血旺盛 心高气盛 再一想想自己年轻之时 何尝不是如此 熊熊 迎面两道顿光极致而来 那顿光之中 来人气息有些狼狈 似是遭遇了什么大战一样 少公主 顿光一停 优得止步在阳开等人面前 不远处 露出高山流水两大护法的身影 此时此刻 这两位飞圣公的素老 都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白花花的头发胡子 乱糟糟的一片 身上衣衫更多有破损 高山怀里抱着一个古琴模样的秘宝 那秘宝之上光韵暗淡 显然灵性有些受损 而流水腰间别着一根笛子 同样如此 两人也不知道为何 竟从反方向而来 见到宁远处此刻模样 顿时都大惊失色 则有护法 宁远处一见高山流水来了 顿时谋射害人精光 咬牙喝道 索索给本少报仇血恨 杀了这小子 是你动的手 高山眸子一寒 瞪向阳开贺问 流水则是脸色阴沉 一言不发地抽出腰间长笛 提表处原力乍现 杨开对这两个老家伙 赤若罔闻 只是眯眼瞧着两人 片刻后忽然眉头紧皱起来 脸色肃然 小子放手 高山剑阳开不为所动 大怒之下爆喝一声 与此同时流水身形晃动 忽然就出现在阳开身侧 手上长笛密宝 悠然一点 朝阳开手腕出点去 阳老弟小心啊 金朝阳大惊失死 以他的修为和眼力 根本没有看清 流水到底是如何 欺净身旁的 这话也喊得迟了一些 杨开却是哈哈一笑 丝毫没有将流水的攻击 放在眼中 手上提着宁远术 一转身子 将这位少公主挡在面前 流水眉头一皱 不得不半途收手 身形暴退之下 再次回到高山身旁 高山面色阴沉 一手缓缓拨弄着 怀抱古琴 青阳优越之音 顷刻间弥漫而起 辐射四周 那附近的乌者听闻此音 却是个个面色大变 纷纷运转远离 堵住双耳 小子 我飞圣公到底与你有何仇怨 将对少公主 下次毒手 高山一边抚琴 一边贺问 不知道啊 杨开拎着宁远术挡在身前 从宁远术身侧探出半个脑袋来 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嬉笑道 这事得问问你们少公主 她忽然对我下手 我不过是反击罢了 宁远术目光怨赌 有心反抗 却被杨开镇压了一身修为 连原力都提不起来 有丫头 左右护法 这人便是那个可能杀了大哥的信扬的小子 给我拿下他 带回圣公审问 哦 他就是那个信扬的 高山流水文言 全都是一惊 想起之前 在前驾见到杨开时 也没问下人家的名字 顿时懊恼万分 杀你大哥 杨开大笑起来 心思急转 倒是明白宁远术 为何一上来 就对自己出手了 他喝道 不管你信不信 你大哥之死跟我无关 虽说宁远城的肉身是他回去的 但论起真正杀死宁远城的凶手 应该还是木霄 当时木霄种子在宁远城体内爆发开来 便已彻底让他失去了生机 杨开所斩杀的 不过是占却了宁远城肉身的 木霄分身罢了 所以宁远城的死确实跟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有关无关 不是你一句话就能了事的 你若实相 乖乖的跟我等回圣宫 公主大人 自由定才 高山报贺道 杨开吃笑一声 说道 你说跟你走就跟你走 我多没面子 而且你们两个还悠哉悠哉的 站在这里真的没关系吗 杀星马上就要追来了 他话中意有所指 不少人听得一脸茫然 但高山流水却是面色大变 连忙回头望去 天地之间忽然一阵颤动 巨大的威亚忽然从远方袭来 席卷四方 所有舞者都身自一沉 似是被大山压住了一样 而在这难以想象的威亚之下 地面上的碎石土块 竟是徐徐上浮起来 此等异象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这是什么 难道有帝尊经打人礼礼 不行了 又死又死又死 宁远术本来就受创 此刻更是叠血无数 染红洁白衣身 胸口处一片血红 触目惊心 这是 紧随杨开和秦朝阳两人而来的 八方门弟子之中 圆脸女子忽然俏脸微变 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惊骇地朝远方望去 其他几个八方门弟子 也都是神情不安 脸色惊恐 天际边忽然出现一道身影 那人全身都被一股 难以言喻的能量所包裹 那强大却暴躁的能量汇聚成团 在其身侧不断涌动 让人瞧着不寒而栗 那人所过之处 魂雨崩碎 乾坤颠倒 天地为之道玄 那人怒发张狂 浑身气势 丝毫不亚于一个帝尊敬强者 能量混乱之中 唯有一双明亮的毛子折射而出 那眼中兴奋的寒光 让人如坠冰降 那人赫然便是八方门罗云 此前罗云与高山流水二老出城大战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山流水二老仓皇逃窜 如丧家之群 罗云这是追击而来 这气势 杨开口中发出声响 一脸推崇之意 难得的是没有失去神志 不为力量所左右 这秘书不得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修炼成功了 先前罗云说 他在参悟一项秘书 却不得要领 所以想找杨开好好打一架 却被杨开祸水 动引到高山流水二老身上 此刻看来 罗云这秘书 就算没有参悟成功 怕也相去不远了 也不知道是何等神庙的秘书 竟让他的气势 攀升到了帝尊敬的层次 罗云原本还远在天边 但一眨眼的功夫 便已快到眼前 谁也没有看清 他到底是怎么移动的 不好 高山流水二老 刚才在罗云手上吃了大亏 要不然也不会狼狈逃窜了 此刻见这煞星一路追来 根胆都快被吓破 哪还敢在原地停留 两人对视一眼 眼神交会之间心照不宣 一人抚擒作曲 一人竖起长笛 口中吹起 潺潺月绿如山间青泉叮咚 众多舞者 不由的神魂恍惚了一项 而声音响起之时 高山流水则是一左一右 朝阳开包抄过去 眨眼间就来到了他面前 流水长笛一横 朝阳开脑袋上敲去 高山古琴之音同时斗变 五指连拨之下 一道道斩机 悠然出事 亲属朝阳开宣伤 阳开却是大笑不已 讥讽道 既然你们这么想要 那就还给你们 说话间 他手上微微一阵 想一直提着的宁眼术 震飞出去 直朝那情形斩击迎去 怎么可能 不好 高山流水二老师生惊呼 面色斗变 高山流水二老乃是 非圣公左右护法 以身修为神通 只在公主宁父阳之下 两人联手之时 更是能与一般的地尊境 过上几周 可是今时今日 二老几乎快要被打击得 没信心了 先是出了一个八方门罗云 在两人合力围攻之下 把两人一顿狂揍 打得二老惶惶逃窜 如圣家之犬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阳开 竟是完全无视了 两人的阴公 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猖狂的没边了 手段修为通天 都不能以常理度之 两人心中恍惚之下 竟不由地生出了一种 身意老矣的悲凉感 眼看着宁远树被阳开丢出 迎上那阴波锁化斩机 高山流水自视脸色大变 若宁远树就这么死在此地的话 那他们也没法回去 跟宁父阳交代了 一声爆喝 流水收起长笛 身形晃动时 施展出缩地成寸般的神通 一下就来到了宁远树面前 以自己的后背挡下那阴波斩机 同时一手朝宁远树抓去 不吃 斩机正中流水之身 打得他一个猎蝎 嘴角处一丝鲜血异书 显然是受了些伤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金戈天茫 谁中复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118集 威严耸听 小子你找死 流水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南尔肯善罢甘休 怒目圆等 冲杨开抱贺一声 杨开低声尖笑 笑而不语 不好 快带少公主离开此地 高山忽然大喝一声 流水也察觉到此地不可久留 因为在这耽误的一会儿功夫 罗元已经追了上来 摇摇地 只见罗元伸出一只手来 内守似能搅动天下大势 伸出之际 天空之中风云变换 一股难以想象的威丫弥漫开来 众多舞者无不变色 而高山流水二老则是身形晃动 急速朝远方逃窄 临走之时还不忘丢下狠话 新杨的 自己乖乖来圣公赴金请罪 否则天涯海角 你也逃不脱 有种别跑啊 杨开手拳喇叭 放在嘴边 吆喝一声 高山流水 哪会理他 早跑得不见踪影了 下一刻 罗元的身影便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凑近了他 此刻罗元的状态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那浓如食指般的能量 呈漩涡状 萦绕在他的身体四周 仿若能搅碎着天地法则一样 他所过之处 空间破碎 环雨崩塌 无数肉眼可见的空间裂缝 如鱿鱼一般朝四周散去 不过很快在天地法则的作用下 修复开来 众多来此季的舞者纷纷后退 根本不敢靠近罗元白正范围之内 杨开的表情也一下肃然起来 默然地凝视着罗元 此时此刻 罗元气势虽打巅峰 但却是浑身溢血 看得出来 先前在与高山流水二楼大战之时 他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只不过模样虽然凄惨 但那眼神却是极为明亮 罗师兄 袁脸女子心疼地瞧着罗元 戚戚爱爱地喊了一声 罗元并没有看他 只是瞧了杨开一眼 那一眼之下 杨开从他的眸子中 看出了高昂的战役 他联盟说道 罗秀做人又有始有终啊 切不可半途而废 他们往那边跑了 你还不追 说着话 他顺手给罗元指了一个方向 罗元瞧了他好一会儿 才微微点头道 等你修为再稍微提高一点 你我之间必有一阵 话落之时 罗元以朝高山流水逃窜的方向 追击过去 等他走后 一片大口喘气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响起 每个人都似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一样 彼此面面相去 都有一种截后余生的怪异感 人群之中 一人鬼鬼祟祟 悄悄往后退去 可还没走上两步 或觉背后一股寒意笼罩 害得此人脸色大变 连忙扭头望去 呼 眼前所望 一个穿着邋遢 生得一副九糟鼻 脸色红扑扑的矮胖子 对他呼了一口热气 猝不及防 庄盘将这口热气吸入了大半 不禁脸色苍白 蹬蹬蹬 退后了好几步 一手捂住了嘴巴 喉咙里呵呵有声 似是又呕出了一样 好在他修为还算不错 硬生生地将那呕一压制下去 那矮胖子 咧嘴笑望着他 然后拿起自己的青色大葫芦 往嘴里灌了一口 响亮地打了个宝格 九老 庄盘瞧着此人 面色不禁有些难看 等到他看到醉酒屋身后 闪出来的另一人之后 脸色更加难看了 嘴角一阵抽搐道 城主大人 顿元山冷亨道 难得你还记得 段某是个城主大人 庄执世真是有心了 段元山一肚子怨气 此刻似乎终于发现了出来 说不出的痛快 庄盘善笑道 城主大人说笑了 庄某在城主大人手下做事也有几十年 怎会连这一点都不记得 是吗 段元山邪眼瞄着他冷笑道 前些日子我看庄执事似是忘记了呀 哪有的事啊 庄盘失口否认 解释道 前些日子不是有些原因吗 他说话之时 秦朝阳也是身形一动 忽然出现在庄盘身侧 与段元山醉酒翁成三角之势 将庄盘团团包围 可怜庄盘不过道元一曾经的修为 此刻见三人一副虎视眈眈 不回好意的样子 哪还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顿时吓得腿肚子都软了 不禁大叫起来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别忘了 庄某现在可不是风铃城的副城主 而是飞圣公的指使 此言一出 段元山三人都是眉头一重 面露忌惮之色 区区一个庄盘并不算什么 三人无论是谁出手都不会落入下风 三人若真的连起手来 庄盘必无活命的可能 可是庄盘如今的身份 却是三人忌惮的根源 飞圣公的指使 地位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可毕竟是挂了飞圣公的名头 三人若真的在这里将庄盘给怎么了 众目睽睽之下 消息必定会有传到飞圣公的那一日 秦朝阳有秦家需要庇护 段元山和醉酒公 有整个风铃城需要照看 人因此而得罪了飞圣公的话 那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 瞧见三人神色变化 庄盘心中的胆怯 顿时一扫而空 咧嘴大笑道 段成卓 你们这样气势汹汹地盯着庄毛 庄毛可是很害怕呀 眼神不要这么凶好不好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 言语和调侃的味道 让段元山三人脸色 能看到了几点 说着话 庄盘竟然主动上前两步 拍了拍最久翁的大豆男 激笑道 求老 先来无事 不要喝那么多酒 当年你也是风铃城俊俏的公子哥 悄悄 这岁月过去 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若是当年那些爱慕你的女子知道 你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他们该有多伤心啊 醉酒翁一言不发 只是拿起大酒葫芦 又往嘴里灌了一口美酒 庄盘又将目光投向秦朝阳说道 秦老鬼 一个人支撑秦家不容易吧 你可曾想过 若那一日撒手西去了 你秦家命运会是如何 秦玉又会如何 此言一出 秦朝阳面色斗变 秦玉是秦朝阳最大的软肋 也是他的逆铃 庄盘说这话 显然已经引起了他的怒意了 庄盘呵呵笑道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要不要加入飞圣宫 本质是或许可以替你引荐一分 秦朝阳重重地哼了一声 不识态句 见秦朝阳竟给自己水脸色 庄盘的笑脸一下子撑了下去 转头看向段元深道 段成主 此番庄某陪同少公主来封临城 事则也是想邀请段成主加入飞圣宫 共谋大事 不知段成主意下如何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枫林城虽是小城 并无丰富物产和物资 甚至在此之前 都没有哪个势力有抢夺的意图 但是如今枫林城周边 出现了不少矿脉和地脉 此地俨然已经成了一块香菠菠 而段元深 好歹是枫林城的城主 若是段元深有意加入飞圣宫的话 那枫林城就算是飞圣宫的地盘了 那些地卖矿卖什么的 自然也就归飞圣宫所拥有 其他势力想要争执 就得掂量下自己的实力和底气才行 听庄盘这么问 段元深冷着脸一声不吭 庄盘冷笑道 段成主 机会到了眼前 可不要让他从指尖溜走了 庄某知道 段成主你这一生的修为 道远两层镜就是封顶了 你难道不想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若有公主大人亲自指点你一些时日 或许你还有机会 晋升到道远三层镜 魂听此言 段元深浑身一阵 毛露惊光 不过很快 他的神情就重新平静下来 冷哼道 要段某归顺分胜过 这是不可能的 庄盘一下子跳了起来 气急败坏道 段元深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滚吧 日后也不要再出现在封灵城了 否则别怪段某对你不客气 他能按捺住杀机 放庄盘离开 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极限 也是忍耐的极限了 以庄盘此前临阵逃脱 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 即便是杀一万次都不嫌多 更何况 这一次庄盘 虽宁远输回封灵城之后 更是狐假虎威 处处对他和醉酒翁两人讥讽压制 如此一个小人 若非投靠了飞圣公 让段元深有所忌惮 他哪会轻易放过 不客气 庄盘顿时叫了起来 冷笑不迭地说道 怎么个不客气法 本质是今日倒是要见识见识 你段元深有何胆量 要对我不客气 打我 打我呀 你们有着就打我 庄盘将一张人领 都凑到了段元深等人面前 不断地叫嚣挑衅 四周舞者无不摇头唾弃 虽说这些外来的舞者 基本上都是头一次 与庄盘见面 此前甚至都不知道 此人的存在 但一个人秉性如何 往往只要听他几句话 就能瞧得出来 庄盘无疑 便是那种小人得志 便猖狂的类型 让人所不齿 而随即赶来到 封灵城的几大家族的家主们 也都神情黯然 颇有一些 吐死胡悲的哀伤 这些年来 几大家族在 成主府的管理和遏制之下 虽说彼此之间 都有些小摩擦和小冲突 但并不会真的发生什么 伤筋动骨之战事 许多时候 成主府都成了几大家族的 缓冲和调和的存在 所以大家对成主府 还算是比较信服的 父成主连带着一个秦家家主 被庄盘如此欺辱 都心情难受得紧 一声脆响传出 响彻天地 所有人都表情一呆 面上一片冷汗淋淋 心中暗想 真的打了 成主大人这么大胆子 疑惑之下 纷纷瞩目望去 下一刻 众人便露出恍然之色 但见一道身影 站在庄盘面前 一边晃动脖子 一边揉动手腕 摆出一副 准备要大干特干的架势来 谁 谁敢打我 庄盘被刚才那一巴掌 给打懵了 此刻只觉得 半边脸颊都勾勾肿起 彻底麻木 被大泪甩动之下 头颅偏到一旁 所以也没有看清 到底是谁下的手 回过神之后 立刻大声叫嚷起来 谢斯底里地喊道 到底是谁 他话才刚喊完 便瞧见 面前的杨开 咧嘴笑望着他 露出一口 白森森的獠牙 似是责任而食的猛兽 让他一股寒意 从头洗到脚 接下来的狠话 无论如何 也不敢说出口了 直接咽进了肚子里 有意思得很啊 杨开说话之时 又是一巴掌呼了出去 嘴笑声传出 装盘另外一边 脸颊也直接肿起 几颗带血的牙齿 飞落出去 杨开一手提住 他的衣领 让他固定在自己面前 另一手不紧不慢 不急不徐地 煽动起来 一下笔一下重 手掌之下 原力跌宕 也越来越猛烈 啪啪啪 一声声有节奏的脆响 相撤在这荒野之上 这世上 杨开一边伸 一边冷笑连连 竟还有人主动要别人打他的 这么清晰脱索的愿望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所以我决定好好地满足你 瞧着这一幕 所有的舞者都忽然生出了一种 看着都疼的感觉 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庄盘彻底懵了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不断地挣扎着 欲要摆脱杨开的控制 可他道元一层性的修为 哪能做到 杨开原力覆盖 直接将他的力量 镇压在体内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 绝望之下 庄盘大声哭喊 求饶起来 杨大人 住手啊 住手 别打了 杨大人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给你赔罪 我是飞圣公的知识啊 你快放开我 混蛋 是个杀不可辱 你再敢这样 我就跟你拼了 杨大人饶我一命吧 我还不想死呀 围观舞者瞧着这一幕 将庄盘的话语听在耳中 个个都是一脸黑线 暗暗唾起庄盘 毫无气节 当真是死不足惜 而几十巴掌伸下来 庄盘的脸已经不成人形 之前杨开殴打宁远树的时候 并没有下什么死守 毕竟宁远树身份特殊 有个帝尊敬的老爹 杨开还不想把事情做绝 给自己招惹麻烦上身 但是对庄盘就不同了 杨开那每一巴掌 都灌入了原力在其中 几十巴掌打下来 庄盘整个人的体内的经脉 都被震断 换句话说 庄盘这次就算活下来 日后也会成为一个废人 再无半点修为 也没有再修炼的可能了 杨老弟 段元山瞧着庄盘这凄惨的模样 似有些于心不忍 异性拦身道 算了 贪生怕死 临阵逃脱 也是他本性使然 他也没对我们做什么 给他一个痛快吧 醉酒翁打了个宝格 眯起的眼中 泛着寒光道 大蛇不死 转关上 防护归身 终为患 说这话 他忽然伸出一手 朝庄盘头上覆盖而来 杨开眼睛一眯 伸手一推 将醉酒翁的手 推了开来 笑道 这种小事 就不用劳烦 副省主大人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2019集 洞天伏地 醉酒翁不方便出手 迎开就不同了 反正他连宁远树都打过一顿 杀个装盘又算得了什么 与非圣公的过节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话落之时 他手上微微一阵 一股澎湃的原力灌入装盘体内 随其猛地一推 将装盘推向半空之中 装盘凄厉大叫 但那声音却是戛然而止 身形猛地爆裂开来 化为一片腥风血雨 淋淋洒洒而下 四周舞者静若寒蝉 不过一想起杨开之前 连邪月谷的副谷主都杀了 又暗暗觉得眼前这一幕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段元山和醉酒翁 都同一时间朝杨开头去赶机的眼神 似是在赶机他为风铃城清理门户 就在这一时天地灵气又是一阵 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忽然蹦向四极 紧接着轰隆隆如闷雷般的声音 从大地深处滚滚而来 众人一惊纷纷举目四望 周围有没有觉得这天地灵气忽然变得浓郁不少 人群中一个道远两层镜的屋者忽然开口问道 立刻便有人打道 军前我就有所感觉了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既然刘兄也这么说 看样子是真的了 天地灵气有变故 那极有可能是那矿脉和地脉 发生了什么一变 此言一出 众人都谋漏金光 互相对视一眼之后 纷纷施展身法 朝那矿脉和地脉所在之地 飞驰而去 段元山和醉酒屋两人 身为此地之主 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 与杨开打个招呼后 立刻跟随众人顿走 杨老弟 仙朝阳望着杨开 如此看来 之前感受到的动静 并非是因为罗元和高山流水二老 打斗引起的 而是这地下的地脉 旷脉的缘故啊 应该是了 杨开点点头 他本来也以为 那动静是罗元和高山流水二老 大战之时引发 可是现在看来 却是另有别的原因 要不要去看看 秦朝阳征询杨开的意见 这么有趣的事自然是要看一看的 杨开嘞子一笑 正与离开之时 目光一瞥 却见那千叶宗的叶清涵 站在一旁不远处 静静地望着他 杨开的脸色一下沉了下去 这女人就跟狗皮高药一样 甩都甩不掉 实在让他烦不胜烦 见杨开脸色不好 叶清涵却是很失去的 主动退后一节距离 面上一副七碗的模样 让人瞧着很势不忍 走 杨开说了一声 便朝动静来源之地 飞驰而去 两人还没到地方 便远远地看到那天际边 七彩霞光飞翼 降云笼罩 那荒野之地 煞时间似是成了一片人间仙境 这是怎么回事 秦朝阳也是一头雾水 上次魔企围城之时 他们可是来过那封印之地的 想邀请予加固封印 虽然最后功亏一篑 但是当时也没察觉 那封印之地内有什么异常 除了无边的魔企之外 再无他物了 可是时隔不过几个月 这里竟然被发现了许多地脉和矿脉 让人实在惊诧万分 哼 一声暴响过后 扬开视野之中 那大地下方似乎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而从那窟窿内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那光柱之内 荧光流淌 呈螺旋之势直冲云霄 只将天上云彩都冲破一个洞来 这事 我的天啊 这事上竟然还有这等事 所有来此的舞者都大呼小叫起来 个个都抬头望着那光柱 神念外放 很快便察觉到那光柱的真面目了 那竟是由最精纯的天地灵气汇聚而成 几乎已经浓郁到了灵气化业的程度 所有人都震惊得难以自己 深情激动万分 因为这灵气的纯度和浓郁简直让他们不敢想象 来此的舞者虽然出身都不算多么高贵 可好歹也是中等宗门的家族的人了 在这些中等家族和宗门内 都有一些修炼圣地的 在那圣地之中灵气比一般地方要浓郁许多 弟子们可以在其中修炼 净生速度会快上很多 可是此时此刻 众人发现自家的修炼圣地内的灵气 和此地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完全没有可比性 恐怕只有那几个顶尖宗门 所占据的伏地洞天 才能有如此光景了 震惊之时 冲上云霄的光柱顶端忽然爆开 难以想象的浓郁灵气 呈现出辐射的架势 朝四周扩散开来 兮兮丽丽 天空之中下雨了 下的是灵气之雨 荒野之上 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往上喷升 喷升 再喷升 每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 都置身在一片灵气之海中 短短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方圆几万里范围 近被着浓郁至极的灵气海所覆盖 众多舞者置身其中 竟是目不能失误 就连两千里外的枫林城都大受起引 无数舞者奔向城墙之上 举目眺望 满眼振奋 敞开双臂迎接那迎面颇来的浓郁灵气 哄哄哄 一道道无形的枷锁被打开的声音 忽然在枫林城各个角落里响起 这些异常的声响 穿自众多舞者的体内 让他们浑身震动 表情古怪 我 我居然静生了 我突破到虚王两层镜了 有声之年 还能触碰到反夕镜的桎梏 四眼明目了 本上果然天子聪颖 乃不是出的奇才 瞬间突破三层小境界 直升神游境 本上天下无敌了 一个个舞者大喜欢呼的声音传来 在这浓郁道不像化的天地灵气中 不断地有舞者突破自身的境界 攀上更高的武道之境 突破小境界时并没有太大异常 但突破大境界时 却会迎来天地能量的洗礼 一事乎风凌晨的上空 很快天就黑暗下来 那吞噬了所有光明的黑暗 一下子笼罩在整个城池之上 此时末日来临四的 紧接着天空之中风云际会 能量汇聚旋度 一道道天地未能披露而向 灌入那些突破大境界的无者体内 洗涤他们的神魂和肉身 风凌晨彻底沸腾 而处在城外封印之地的阳开等人 受益更为明显 一个个道远镜都待在了原地 闭眸感受着四周天地灵气的浓语 敞开心神吸纳着 无需运功 只需站在原地 那无所不在的天地灵气 便源源不断地朝四肢百害出灌来 让人身心舒畅 不能自己 阳开体内也传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让他的表情变得古怪 玄机振奋 阳老弟 秦朝阳忽然 神情艰辛地喊了一声 怎么 阳开扭头朝秦朝阳望去 老夫撑不住了 秦朝阳表情难看 仿佛便秘了好多天 没解决一样 闻言悠悠地瞧了阳开一眼 说道 我大概是要找个地方 请先突破 阳开眉头一阳 玄机大喜道 那可要恭喜秦家主了 秦朝阳年纪一大把 此前根本没有突破的迹象 可如今被这灵气之海一冲击 顿时来了机遇 这也算是他个人的机缘了 若无这次机缘 以秦朝阳的天分和年纪 只怕到死也摸不到道远两层镜的门槛 这一次他若能够突破 对秦家 对整个风陵城 甚至都是莫大的福音 秦朝阳苦笑道 时机不对 此刻局势纷扰 老夫还要请杨老弟 为我护发一阵 没问题 杨开爽快答应 左右环顾一阵 发现竟有不少舞者 都露出振奋之情 而他们体内的眼里 更是骨灯不休 极为惊人 看那架势 似乎也是要 马上就要突破的样子 走 去跟远处 杨开一把拉住秦朝阳 身形晃动 便朝前方奔去 此刻人太多了 个个都是道远景 突破之时产生的震荡 必定也很混乱 并不适合继续留下来 秦朝阳既然有了突破的迹象 可不能浪费了 所以他决定深入虎穴 跟远处 秦朝阳眼帘一缩 很快明白杨开所指何地了 他竟拉着自己 朝那个巨大的窟窿处冲了过去 顶着无边灵气的冲击 一路往下俯冲 事实证明杨开的做法果然没错 越是往那下方冲去 天地灵气的纯粹度和浓郁度就越是恐怖 本来从上面感受到的天地灵气就足够惊人了 可到了下面一看 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壤之别 有如此浩瀚如海的灵气相处 秦朝阳觉得自己这次想突破失败都不可能 不仅有些神情振奋 面上容光焕发 仿佛一下年轻了几十岁 两人一路朝下方坠去 似是坠了 有上千丈有余 这才抵达地面处 那地下的情况跟上面一样都是被难以想象的灵气所包裹笼罩 人质身在其中就仿佛是泡在水里 只是这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灵液 杨开没有停留的意思 寻了个方向继续朝前奔袭 好久之后 他才忽然停了下来 左右望了一下 说道 秦家主就在此地突破吧 这里短时间内应该无人会来 大家此刻都在忙着吸收着精纯的灵气 以做突破之准备 哪有心思去探索什么 所以杨开说的也有道理 秦朝阳怕是真的撑不住了 闻言只是汗手 一言不发地盘膝坐了下来 双手掐绝 莫运玄公 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杨开把手一挥 顷刻间森到亮影便出现在眼前 先生 这是什么地方 张若曦又一出现 便察觉到此地的不同寻常 不禁掩住了红唇 震惊问道 花青丝却是瞪大了美眸 颤声道 杨...杨...杨...杨开 你该不会是擅自闯进了 哪个大宗门的 伏地洞天了吧 流言美眸流转 顾盼生辉 嘴角上扬露出笑意 却是没有说什么 杨开笑道 哪有的事儿 那此地的天地灵气 花青丝震惊得无以复加 以知新神宫的修炼圣地如何 杨开柔有兴致地问道 不差 花青丝沉隐了一下 说道 神宫的境地分天地人三个档次 以我的修为 是进入国地级的修炼圣地 还花费了好多宗门贡献 这里的天地灵气 比起地级所在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天级呢 杨开眉头一扬 不知道 花青丝摇了摇头 虎涩道 那是帝尊建大人们 进去修炼的地方 以我的修为 还没有资格 杨开轻轻汗手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怎会有如此浓郁的灵气 花青丝再次问道 就是上次你去过的封印之地 这下面不知道有什么名堂 忽然出现了许多 不少地卖矿卖 花青丝闻言恶然 也就是上次去封印之地 他才会失去自由之身 被杨开抓进了小旋界 并且种下了神魂烙印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得到一枚太妙丹 让他竞生地尊敬的几率大大增加 其中得失只怕没人说得清楚 反正花青丝对自己眼下的处境 倒并不是很排斥 对杨开的态度也越来越亲和 情话少说 如此机缘放过就太可惜了 你们赶紧打坐修炼 尽量汲取灵气 花青丝和张若曦文言 纷纷汗手 连忙找了个地方 盘膝坐下 各自运转神通 吸收此地的天地灵气 花青丝是新神功高徒 道元三层镜的强大修为 虽然在杨开这里 阴沟里翻了船 为他所致 但不能说他弱小 反而他还是很强大的 此刻神功莫准 煞时间焦躯 便成了一个无底洞 源源不断地灵气 朝他体内汇聚过去 杨开瞧得精益连连 暗暗佩服新神功的神功玄妙 紧接着 更让他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那边不远处的张若曦体内 传出呼呼的声响 仿佛大风呼啸之音 而伴随着这奇异的声响 张若曦的郊躯 同样化为无底洞 更多更澎湃的灵气 为其吸纳接收 张若曦的修为气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上抵增着 一声来自心灵上的意象 突兀响起 一股无形的气浪以张若曦 郊躯为中心轰然 朝四周扩散 一股大城市场 顷刻间弥漫出来 这 杨开瞧的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自从上次张若曦体内的血脉之力 被觉醒之后 他的修炼速度就开始变得一日千里了 而且越是在灵气浓郁的地方 效果就越是明显 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平静置顾 据说 体内的力量积攒的够了 便能水到渠成的突破 甚至连反吸镜的市场也紧跟着大城 完全没有丝毫停止 眼前一幕 赫然便是张若曦 成功突破到反吸三层镜的状况 杨开实在不知道 这小妮子的身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血脉之力又到底有何等玄奇 但不可否认 如今这地下的情况 却是最合适张若曦修炼之地 杨开不禁联想许多 若是张若曦放到新神宫的天极修炼圣地中 修炼个几年 会是什么光景 搞不好他能直通地尊境的程度 主人 你似乎也要突破了 流言美眸明亮地望着杨开 他如今修为不弱 自然也能察觉到杨开体内的气机震荡 杨开点点头道 此地就有劳你来护法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五恋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20集 道远两层镜 说话间 杨开身手 取出了玄界珠 掐绝在玄界珠上一点 刹时间 玄界珠就仿佛打开了一个 无形的缺口 一股巨大的吸力 从内部传来 吸引着四周的天地灵气 往内灌入 那灵液涌动着 就如万流归海 极为壮观 他将玄界珠 抛给刘延道 找个地方隐匿起来 这里人还是比较多的 刘延淡淡点头 拿着玄界珠 就去疑惑 便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 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临走之时 杨开发现 他望着众人的眼神里 有些羡慕之意 毕竟如此机缘 所有人都可以受益 却独独与他无关 自然让他心情落寞 流言没有实体 没有肉身 除了吞噬融合一些 特别的能量 增强实力之外 并不能如舞者那样 吸收天地灵气 增加自身修为 这也是杨开 让他护法的原因所在 等到流言 引去了身形后 杨开又一伸手 将许久 未曾动用的 妖虫母体 和青岩惊雷柴 两大血兽 放了出来 随着他修为的提升 这两大血兽 能起到的作用 也越来越小了 尤其是 只有道远两层镜水准的 青岩惊雷柴 对付弱敌用不胜 对付强敌也派不上用场 此时 确实发挥作用的好时机 神念微动 杨开让两大血兽 隐匿一旁 自己则找个距离 清朝阳等人 比较远的地方 盘膝坐了下来 体内的气急震动幅度 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 这赫然便是突破的前奏 杨开心神合一 古井步步运转玄弓 置身在这地下 就如坐在灵眼之上 无需运弓 那无所不在的天地灵气 便源源不断地 朝几声汇聚而来 充斥即四肢百害 沉淀进丹田处 时间缓缓流逝 杨开不断地积攒着自身的力量 某一刻 体内的力量 悠然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这临界点 就好似是一道无形的 瞧不见的墙壁 阻挡在杨开前进的道路上 让他看不到更远的景色 更美好的风光 他触遍不惊 只是静静地 凝聚出自身的全部之力 轰然朝那滞骨 发起冲击 呼 一声来自心灵中的响动 杨开身躯微微一阵 面色发白 面上浮现出一丝痛楚之意 出乎他的意料 这一次冲击竟是没有成功 而是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 这是他自修炼以来 很少遇到的事情 只有在很弱小的时候 他才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种冲击失败之后的感觉 让他有一种无比怀念的感觉 他不经不慌 而是咧嘴凝笑起来 这一次的突破 并非是因为修炼之功水到渠成 而是因为外力推动的缘故 有些阻碍也是正常的 而这份阻碍 并不能阻挡杨开的武道之心 反而愈发激发了他的斗志 他静气凝神继续积攒自身的力量 片刻后再次发起冲击 哄哄哄 一次又一次 体内原理震动不休 每一次冲击都让人感受到 死心裂肺的痛处 那难以忍受的肉身和神魂上的双重疼痛 非一般人可以忍受 若是就此气馁的话 武道之心便会就此止步 日后再也无半点进步的可能 无数武者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痛处 而对自身产生质疑 继而就此沉沦埋没 武者修炼 唯有勇往直勤 才能直达巅峰 那一次次痛处 并没能让杨开丧失信心 也没让他慌乱 反而让他的心情愈发平静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命由己造 静由心生 万物皆化相 万物苍生 幻化由心生 游心灭 一丝明雾 悠然攀上心头 杨开顿时有一种 豁然开朗之感 一层无形之力 萦绕声侧 化为无形力量 切入那桎梏 轰碎那阻拦在前方的墙壁 踏出康庄大道 轰隆 肉眼可见的气浪 以杨开身躯为中心 骤然朝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道远两层镜的气势 瞬间弥漫开来 杨开却纹丝不动 内心生出一股 奇怪的感觉 在这感觉之中 他的神魂灵体 似乎脱壳而出 慢慢上浮 下方一切 尽收眼底 他清楚地看到 刘炎手持着玄界珠 隐匿在虚空之中 藏身不出 那天地灵液 源源不断地 朝玄界珠内部 流淌而去 成为玄界珠内的 天地灵气 或许是因为 与杨开本身之间 有一些莫名的联系 在杨开望向他的时候 刘炎忽然怠眉一皱 抬头朝杨开所在之地 瞧了一眼 美眸之中满是茫然 杨开看到花青丝 正在疯狂吞噬天地灵气 为日后晋升帝尊 打下坚实基础 他看到张若曦的修为 节节攀升 这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到了虚王境的层次 天地微能洗礼 随之而来 就如上次 在四级之地中 张若曦突破反虚境一样 这一次 他突破虚王境 这个大关卡之时 他的背后 忽然再次出现了 那个巨大的虚影 此虚影 洁白朦胧 巨大无匹 但看体型 确实是个女子 而且是个绝色女子 身段婀娜 双手持着一柄巨剑处在身前 美眸灿若星辰 扬开桥上一眼 便神念恍惚 那巨大虚影张开红唇 猛的一吸 直接将天空汇聚的天地微能 吸收殆尽 旋即那虚影缩近张若曦的体内 这小妮子 也直接突破到虚王境的层次 没有半点阻塞和威胁 杨凯还看到许多道元境的舞者 都在突破自身的瓶颈 有人疯狂大笑 有人神色艰辛 冲击智固 他的神魂继续上浮 很快扶植几千丈高空 他举目似望 在那两千里之外的风铃城 此刻人声鼎沸 热闹壮观 天空之中 一团团的天地能量 化为肉眼可见的考验和劫难 对下方正在突破大境界的舞者们 洗礼着 不时的有人突破成功 长笑阵阵 他的目光 眺望向更远处的方向 他的神魂继续上浮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很快整个风铃城 都成了一个小黑点 杨开抬头望起 只见到满天繁星闪烁 周天星斗阵移 冥冥之中 天地法则之力 似乎伸手可及 杨开面露异色 伸手去抓向四周虚空 用力一握 仿佛什么都没有抓到 但却又抓到了什么 杨开面露茫然 而就在这一时 一股无形的天地伪力 忽然凌空而至 降临在杨开的头顶上风 那天地伪力 蕴藏着难以想象的威能 和极为可怖的毁灭之意 不好 杨开心头惊呼 神念微动之间 以极快的速度下坠 眨眼功夫便回到了自己的肉身 呼 那天地伪力紧随而来 轰在他的身上 杨开整个人如遭雷势 面色大变 浑身眼里震荡不安 他张口就吐出一盆金血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萎靡下去 但那双眸子却明亮如形 哼 这算什么 杨开抬头望着虚空 咧嘴宁秀 警告嘛 提前窥探天地法则也不行 贼老天真是该死 他可以确定 刚才若是没有那天地伪力的压制 再给他一点功夫 他说不定就能窥探到法则的本性 若真是如此 那他一念生便是法则 他便拥有了帝尊敬才有的本钱 可惜最后关头 竟为天地威力所阻碍 功亏一篑 天地之威似乎并不允许他这样做 不过他也并非毫无收获 骂了一句之后 杨开又低头 手掌张开 五指动弹之间 空间法则之力萦绕开来 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 在他指尖流淌游动 仿若活物 对空间法则之力的掌握 比往日要娴熟很多 他屈指连弹 那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就如飞针一般 飞射而出 扎进那四周的石壁上 吞噬出一道又一道裂缝来 杨开脸子一笑 面上浮现出一丝满意的表情 换作以前 他无法将空间法则掌握到如此精妙的程度 但是现在他却可以 这样的攻击比起越刃来 虽说威力有所减弱 但胜在防波胜防 在某些时候比越刃肯定要更合用一些 紧接着 杨开又查探了一下自己的修为 发现自己已经突破到道元两层镜了 这才收起心中的部分 取出一些丹药塞入口中 刚才天地威力的一道阵机 虽没有伤他太厉害 但也不能无视 天知道这样的声势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还是越早治愈越好 正在杨开疗伤之时 秦朝阳那边已经将自身力量凝聚到了最顶峰 旋即他身躯一阵 气浪扩散 气势攀升 一身衣袍轰然作响 下一刻 秦朝阳面上的皱纹竟徐徐退散 消缓了不少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好似一下年轻了几十岁 而那面色也逐渐红润起来 甚至连满头白发也生出了一些黑丝 道远两层境 秦朝阳也做出了突破 他并没有急着睁开眼睛 而是继续坐在原地 吸收天地灵气 巩固自身修为 时间栩栩流逝 某一刻 一个正在突破的紧要关头的舞者 忽然眉头一皱面露狐疑之色 片刻后 他浑身气势 就如被戳了个孔的气球一样 一下子卸开 如此变故 他顿时睁开了双眼 一脸悲愤地大笑起来 搞什么东西啊 老子正在突破的关头 这天地灵气 怎么变得稀薄起来了 他本就是因为此地浓郁的灵气 而触动突破气机的 此时天地灵气忽然变得稍有稀薄 一下让他无法达到那个灵界点 导致他此番突破 竟是以失败告终 刘萧 你也是如此吗 旁边不远处 忽然传了一个熟人的声音 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 不对不对 这天地灵气喷勃得如此恐怖 怎么会忽然变得稀薄 就算是来几个地尊境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吞噬掉如此海量的灵气 是不是用那个混蛋把下面的灵眼给堵住了 另一人的声音响起 说起来我似乎见到有人跳下去了 搞不好还真是这样 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 简直欺人的很甚 走也去去看看 若真有人敢这么做 老子叫他血进五步之内 竟敢走我井生之路 简直太可恶了 地下千丈之地 杨凯长生而起 虽说眼下这是难得的修炼机会 日后恐怕也难碰到如此浓郁的天地灵气 但杨凯并不打算将大好的时光浪费在大座修炼之上 他很想知道 此地到底发生了何事 竟让天地由此一变 更何况 他才刚刚做出突破 即便再怎么修炼 短时间内怕也无法精进修为了 踏实念微动 给刘延传递个讯息 让他继续在此地护法 正准备深入一探之时 却是眉头一皱 扭头朝入口的方向处望去 那边衣衫裂裂 人影床床 似是有不少舞者下来了 那边有人果然是有人先一步进来呢 混蛋啊 定是这家伙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 坏了我的突破的机缘 搜去看看 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有如此大的胆量 七嘴八舌的叫嚷声传入阳海耳中 让他心念一动 连忙放出神时查探一番四周情况 紧接着他便发现问题所在了 这四周的天地灵气 似乎比刚才稀薄了那么一点点 尽管不明显 可确实是稀薄了 察觉到这一点 应该不仅扭头 朝流言藏身处望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玄界珠 在吞噬天地灵气的缘故 导致这里的灵气变得稀薄 别小看这一点点差距 只有可能正是这一点差距 让这些舞者无法抵达突破的灵界点 他们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一起下来窥探原因的 一念至此 杨凯连忙伸手一周 将流言和玄界珠一并收回 免得吞噬灵气的动静过大 让人翘楚蹲你 做完这些 他才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候起来 小子 不管你是哪个宗门的 这次你都死定了 识相的乖乖的 过来跟本大爷赔礼道歉 说不定能饶你一条性命 换我机缘 老娘跟你拼了 一群人叫叫嚷嚷 不由分说 将罪魁祸首的大帽子 扣在了阳开头上 飞锁朝他靠近过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21集 《灵泉之夜》 胡大一会儿 一群人便来到了 阳开面前不远处 是你 这这这 看清阳开的容貌之后 本来叫嚷得厉害的舞者们 全都不吭声了 一个个额貌冷汗地站在原地 表情善善 先前阳开击杀取怀人 干掉装盘的场景 历历在目 众人对阳开都忌惮非常 哪敢去捋胡须 一个个毁得肠子都清了 责怪自己没弄明白情况 就大呼小叫 也不知道 有没有触怒 这个煞行 诸位有事 阳开淡漠地 朝一群人望去 口中冷冷问道 没没没 我是 只是下了一看而已 这下面风景不错 牟与诸位同道 结伴同游而已 不错不错 同游同游 是吗 阳开嘴角一阳淡淡说道 风景既然不错 那诸位可不能错过了 走走看看也是极好 是是是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一见阳开 神情如此冷漠 众人哪儿还敢有所停留 纷纷绕道而行 往更深处 深入去了 临走之时 不少人都谋漏惊奇地 朝花青丝所在的方向 凝视过去 以众人的实力 自然是能感受到 花青丝的修为境界的 单单只是道元三层境 也就罢了 在场助人 也有几个是这个层次的舞者 也没什么好震惊的 关键是花青丝体外 引扰的一丝丝 莫名而让人向往的意境 第一 那一丝丝莫名的意境 赫人便是第一 是触碰到 地尊境桎梏的象征 换句话说 这个女子日后 有极大的可能 晋升到地尊境 这让众人如何 不震惊羡慕 他们也不知道 花青丝是不是本来 就已触碰到了地翼 又或者是因为 这次灵起伯发 而产生的机缘 但有如此强者在 更有杨开这个煞星守护 他们哪还敢停留 不消片刻 便走了个一干二净 待他们走后 杨开才再次将流言放了出来 让他继续隐匿在旁护法 紧接着 杨开身形晃动 同样往深处探索去了 越是往内部行去 天地灵起就越是浓郁 仿佛在那某片 不可知的地方 正是这天地灵起 喷勃的源头所在 杨开不禁好奇起来 猜测到底是什么缘故 竟能让灵起涌动成这般模样 那些先他一步而来的舞者 就在不远的前方 忽然前面传了一阵惊呼声 显得异常震惊 紧接着一声声 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他们似是发现了什么 不得了的东西 杨开神色一动 空间法则萦绕之下 一晃就不见了踪影 下一瞬 他就出现在了众人身边 顺着其他人的目光望去 杨开不禁眼帘一苏 只见那前方不远处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 占地悦摸十丈方圆的圆坑 而从那圆坑下方 圆坑如泉眼 一股股灵眼就如喷泉一般 往上喷涌着 弥漫四方 灵眼 听啊 这是灵泉之眼啊 此地竟有灵泉之眼 简直不敢想象 怪不得天地灵气如此浓郁 有这灵眼存在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看这规模 应该是个中等灵眼了 若是能在此地建立宗门的话 不出百年 必能兴旺成圣啊 众人都是来自一些 中等家族和宗门 放眼他们各自的家族和宗门 也是没有灵眼这种东西的 只有在一些 一线宗门中才有资格证据 这样的宝地开宗立派 众人无不振奋 个个都毛露金光 畅想着若是自家宗门家族霸占了这灵眼 会给宗门家族带来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怕用不了百年 自家的实力便能分上一分 与那些一线实力比进 这下 怕是有麻烦了 忽悠一人 神情萧瑟地说道 说完之后 还重重地叹了口气 这位朋友什么意思 灵眼便在眼前 何来麻烦直说 有人不解地问道 是啊 你这人当真奇怪的很 如此天赐机缘 竟然被你说成是麻烦 简直有病 更有人出言讥讽道 那说话之人并没有反驳 而是叹了口气道 诶 诸位可曾想过 此前凤林城这边传出有上品地脉 更有矿脉一说 为何不见那些一线宗门势力插手进来 还能为何 上品地脉和原金矿脉虽然不凡 但一线宗门又怎会瞧得上 也只有我等这些人所属宗门才会当成宝贝 正是如此 那人环顾四周说道 可若是此地有灵眼出现的消息传出去呢 一言出 众人全都哑伙了 一个个神情微变 一下子想到了关键处 若是灵眼的消息外传出去 这里肯定没他们什么事了 那些一线宗门定会派高手前来霸占此地 开设分部 这些中等家族和宗门根本无力与之抗争 只能眼睁睁地将这美味可口的大餐拱手让人 想到这里 大家的心情顿时都抑郁了 再不负刚才的兴奋的喜悦 要不咱们都立下心魔大事 不将此间消息传出去 有人悄声提议道 众人瞧了这说话之人一眼 仿佛看白痴一样 没露讥讽之色 天下无不透风的墙 灵眼之势就算再怎么隐瞒 也不可能藏得住的 总有一天会叫那些一线宗门知性 而且来此的无者所属的宗门家族 本就有不少依附着那些大宗门而存活 眼下见到了灵眼这等宝护 只怕一离开此地 就要将消息传回去了 还怎么能藏椰得住 我就是随口说说而已 那提议之人也很快意识到了不妥 甚甚一笑不再言语 就在此时日前方不远处传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冲天的灵液迸发出来化为淋雨洒向四周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老天爷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又又是一个灵眼啊 众人证了片刻之后全都瞪大眼珠子 瞧着前方不远处 只见距离众人约摸五十丈之外的某个地方 一处灵眼悠然诞生 那灵液就如喷泉一般往上窜出 这地下的灵气 顷刻间变得浓郁不少 阳开也是彻底震惊了 一下傻在原地 灵眼这东西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些大宗门能够占据一处灵眼 化为修炼圣地已是莫大的机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链巅峰》 可是在这距离风铃城两千里的地下 灵眼竟是一下出现了两个 而且是紧挨在一起的 看那规模赫然全都是中等规模的灵眼 哄哄哄 似乎是嫌众人震惊程度不够 一声又一声 嗡鸣爆发出来 大地震动 随时分落而下 那天地灵气一瞬间浓郁到了 让人无法形容的程度 有几个之前 因为天地灵气变得稀薄 而无法抵达突破灵界点的舞者 一下子全来了感觉 体内奇迹震荡 赫然再次有了即将突破的征兆 可是此刻 他们却顾不得自身的情况 而是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环视四周 在这地下光显昏暗 而且灵气充斥 根本无法失误 可众人好歹都是到远景 神念扫尸之下 这左右情况一目了然 每个人都震惊地发现 一个又一个的灵眼出现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 这地下方圆万丈范围内 便布满了灵眼 彼此间隔不远处 前后不过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这地下方圆万丈之地 足足出现了十八个灵眼 这些灵眼 最次的也是中等规模的灵眼 甚至还有三处是上品灵眼 这十八灵眼 似乎是一种特别的规律和排布 分散在这地下 十五个中品灵眼 环绕四周 那三个上品灵眼 则是排布在正中央处 整体之中 似是蕴藏了莫大的玄机 十八处灵眼一起喷发 场面何其壮观 所有人都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了 经历最初的振奋 和震惊之后 众人很快意识到了 大大的不妥 一个中品灵眼的出现 绝对会引起那些一线势力 来插手抢夺 如今十八灵眼其出 甚至有三个上品灵眼 这已经不是那些一线势力 能够吃下的了 搞不好连青阳神殿 天武圣地 吴华殿 这样的顶尖宗门 都要被惊动 甚至星神宫 都可能要派人前来 这绝对是震动整个南域 乃至整个星界的大事 而封灵城的名字 也必将传遍天下 为世人所知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有人嘴角抽搐轻声嘀咕起来 虽然他说得不明不白 可在场众人都知道他所知何意 他言下之意 无非就是此地机缘 彻底与自家宗门没有关系了 这灵眼的牌布 难道 难道是 十八星斗大阵 人群之中 一人眸露震撼之光 四下扫尸 十八星斗大阵 有人狐疑地望着那人 惊声道 这位朋友 警通阵法 略知一二 那人文言汗手 众人都来了好奇心 纷纷朝那人瞩目过去 问道 既然朋友略懂阵法 那跟我们说说 这十八星斗大阵 是作何用的 那人面色苍白 表情难看 沉默了一会儿 才沉声道 我也不敢确定 是不是十八星斗大阵 毕竟 这阵法早已失传 似是 上古时期的东西 殿级之上 只有列为几笔描述 不尽详细啊 上古大阵 惊呼之声 请客间响起 上古 远古 是两个 非常特殊的时期 据说 在这两个时期中 天地潮汐之力 跌宕起伏 法则之力浓郁 诞生过许多 大能之士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法则之力 逐渐稀薄 让舞者们 晋升 越来越困难了 可是一旦牵扯到上古远古之物 那无不是震撼人心的好东西 所以一听说 这十八星斗大阵 是上古奇阵 众人都来了兴致 想要打探一二 杨开 也是神色微动 望着那人说道 朋友 难道姓龚 天和龚家人 有人紧接着叫了起来 能一眼认出上古大阵 那此人阵法造诣 必然不可小觑 而放言整个南语 也只有天和谷龚家 对阵法一道 钻研颇深 龚家任何一人都是阵法大师 杨开在四季之地中 与龚家龚文山打过交道 深刻领悟了 龚家对阵法的尊严和运用 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是你这事 站在杨开身旁的舞者 似乎直到此刻才回过神来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远离了杨开少许 其他人也都是神经骇然 退后几步 下时间杨开身边 竟是空无一人了 杨开摸了摸鼻子 说道 在下只是过来走走看看 诸位不必这般紧张 他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对自己 竟是如此忌惮 见他一副好说话的样子 也没展露出什么杀鸡 众人才稍稍安心不少 这位拱兄 杨开又妄想那说话之人 那人苦笑道 在下不姓狗 但也算是半个拱家人 他这么一说 让人不禁糊涂起来 那人解释道 如今是拱家人 所以在下也从拱家那边 学了不少阵法之道 原来如此 众人露出恍人之色 暗想此人 大概是个上门女婿 所以才对阵法有所研究 朋友给我们说说 这十八星斗大阵吧 杨开道 我很好奇 这阵法是做什么用的 十八星斗大阵 上古其阵 不真要求极为苛刻 如诸位所见 须得凑齐十八戒 充满灵气之物 而且必须是那种 能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气的存在 而灵也就是最好的布阵根基 拱家的这位上门女婿 谈起阵法一道 深情顿时肃穆起来 口若悬河 显然是根基扎实 让人信服 而这上古其阵的作用 他微微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乃是镇压封印 镇压封印 封印什么呀 一群人顿时迷茫起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欢迎您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22集 原精喷发 我不知道 那人摇了摇头 转头看向段元山道 段城主 此地曾经有过什么异常吗 段元山嘴角一抽 瞧了一眼阳开道 诸位既然来风铃城 也有些日子了 那定人知道 几个月前 风铃城被摩起包围一室了 难道说 被封印的那东西竟是 上古摩起 众人全都变了脸色 一下子有些站立不稳 摇摇欲坠 杨开也是面露恍然之色 暗暗佩服那些上古大能的手段 在此众人之中 他最清楚 此地到底封印了什么 这里封印的并非是上古摩起 而是上古巨魔的黑铜 那能演化一封黑暗世界的黑铜 所有的上古摩起 不过是那黑铜诞生出来的 以天地灵气封印摩起 确实是个好办法 只可惜 连那些上古大能 都小瞧了那黑铜的诡异程度 无数年过去 黑铜并没有消失 虽然失去了灵性和意志 但却一直存在着 终于破土而出 被杨开获得 诸位不必担心 摩起围城之时 曾有三位底尊敬大人 来处理此事 那些摩起 应该已经被去除干净了 反正这几个月来 我等都没察觉到 丝毫摩起存在 段元山安抚众人道 他一直以为 那摩起退去 是高雪亭等人的功劳 如此看来 那这十八星斗大阵的封印 便是那魔物了 龚家这位上门女婿 也是面色微白 有些后怕之意 其他人也都是清虚短叹 众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有人说道 那尚无摩起 却不去管 如今这十八灵眼现世 对我等来说 未必不是一个机缘 不错不错 既然无法永远占据 那何不趁此机会 好好吸收 诸位还在等什么 一人抱贺 身形晃动 便要朝那灵眼窜去 此人倒也果断 直接盯着一处尚品灵眼 便冲了过去 欲要窜入其中 尽情吸纳天地灵起 尚品灵眼只有三处 在此的宗门家族势力 却有二三十 他自然是要先下手为情 此人一动 众人也都按捺不住了 纷纷展开身法 朝各处灵眼窜去 阳开也一并动了起来 直接施展出空间神通 顺移到了一处 尚品灵眼的上方 凌空而立 冷眼瞥向前方 那前方处 几个舞者凶猛扑制 似是同一个宗门的 修为都还不俗 最低也有道远两层镜的修为 领头的 更有三层镜的水准 似是要抢夺 这尚品灵眼 可不等他们赶到 便是眼前一祸 阳开已经 后发先至 几人的脸色一下难看起来 纷纷顿在原地 那领头的舞者 是一个中年男子 看起来倒也气宇轩昂 身态沉稳 传影片可厚 抱拳道 杨秀 咱们打个声量可好 不好 杨开果断回道 中年男子脸色一黑 苦笑道 我还没说呢 反正不好 别这样啊 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 给点面子行不行 再说了 这么大一个灵眼 你一个人也吃不下呀 我和几位师弟 师妹占据一半 你一个人占据一半 皆大欢喜 我这人喜欢独占 从来不跟人分享 杨开鼻孔朝天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小子 你别太嚣张了啊 别以为我们怕了你 只是不想伤了大家脸面而已 中年男子背后的一个舞者 忽然叫嚣起来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却也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显然也是心中有气的缘故 杨开挟视了 那说话之人一眼 说道 你不怕你叫什么 直接上来抢了就是了 那人气急 冲冠一怒 似是真的要动手 中年男子吓了一跳 连忙横手挡在他面前 望着杨开道 杨笑 真不行吗 杨开冷冷道 你好好说 我给你面子 你要跟抢 别怪我打你脸了 打脸 中年男子脸色大变 一下回想起 宁远树和中盘两人 被杨开狠狠打脸的样子 顿时有些头皮发麻 杨开眺望了一下远方说道 你们现在去抢别的灵眼 还有点机会 可要是继续跟我在这里摸嘴皮子 怕是连汤都喝不到了 中年男子 扭头一看 顿时急了 挥手道 走 正如杨开所说 此地十八处灵眼 大半都已被众人 舞者战抢 甚至已经有人为了抢夺位置而大打出手 一时间杀的是天崩地裂 飞杀走石 尤其是另外两处上品灵眼 舞者们的争抢尤为激烈 全都是以宗门和家族为单位在展开混战 一时间场面熏消的一塌糊涂 段元山等人倒是识趣的很 并没有对那上品灵眼产生什么兴趣 而是伙同醉酒公和风铃城的几位家族老祖们 抢占了一个中品灵眼 一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十八处灵眼中 唯有杨开所占据的那个最为安逸 众人之前都见识过杨开的凶残手段 哪敢与他争抢什么 所以都主动地不去招惹这个杀星 杨开乐得如此 他也没去理会别处灵眼的厮杀 而是心念微动给流言传递信息 让他将花青丝等人带过来 做完这些 他才身形一晃 朝那灵犬之眼冲去 一下子落进全眼内 下一瞬 杨开便感觉到几身四周 尽是浓郁的粘稠的天地灵气 那灵气涌入体内的感觉 让他浑身舒畅 不能自已 才刚刚突破的道远两层镜境界 竟然在短时间内 有稳固下来的迹象 杨开大喜 连忙手掐灵绝 疯狂吸收 与此同时 他还取出了玄界珠 伸手一弹 在玄界珠上打开了一道 戒之缺口 敞开小玄界 让灵气灌入其中 为玄界珠接纳 不过很快 阳开就眉头一皱 凝神朝下方望去 毛露金光 似是能洞穿 虚空古今 隐约之间 他似乎是瞧到了什么东西 正随着灵泉之眼的喷发 而激射出来 速度奇快 耳畔边 一下子就传来了 羞羞羞的破空之声 不好 杨开心头一沉 也不知道 那从灵泉之眼下方 激射而出的 到底是什么 但却感觉到了极其危险的气息 他连忙催动体内原力 在体表处形成一层防护 同时身形晃动 并要蹿江出去 可是已经迟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一个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冲撞上来 撞击在阳开的身上 每一次撞击 都犹如陨石坠落 煞时间 杨开遍体生疼 借助着冲撞之力 一下就窜出了灵眼 紧随在他身后 一道道白光 就如漫天星辰一般 飞舞出来 鸡射四方 什么鬼东西 杨开表情惊疑不定 闪躲到一旁 运转目力 仔细观察起来 很快他的表情就精彩分成 因为他发现 从那灵眼之下冲出来的 撞击到自己身上的玩意儿 竟是一块块 拳头大小的圆巾 而且从那圆巾的四则 和纯粹程度来看 这些圆巾 最刺的也是中品圆巾 甚至夹杂着大量上品圆巾在其中 杨开眼珠子 一下子瞪出来了 目光火热至极 放眼整个星际 服务者之间做交易 做买卖的货币基础 都是下品圆巾 比如说上次在青阳审殿 高雪亭让他出一千万购买那种无相玄草 所指的也是下品圆巾 若换算下来的话 不过十万中品圆巾 一千上品圆巾而已 杨开迄今为止得到的圆巾 基本上也都是以下品为主 中品不多 至于上品寥寥可数 上品圆巾并不容易得到 只有在那些最好的圆巾矿脉中 才会出产上品圆巾 而那些最好的圆巾矿脉 向来都被大势力所把持着 一旦开采出来 基本上也都是宗门内部消化 很少会流通到外界来 圆巾的档次越高 作用也就越大 许多宗门大阵 乃至舞者净身突破 都需要用到上品圆巾 然而此时此地 从这灵犬之眼中 竟然击射出大量的中品上品圆巾 杨开怎能不震惊 就在他失神的这一会儿功夫 另外十七处灵眼也一起喷发了 大量圆巾从那灵犬的下风 随着灵气的涌动爆发出来 一时间羞羞羞之声 不觉鱼耳 漫天银白之光 闪烁飞舞 有舞者一时不察 被那圆巾撞击 竟是忍不住闷横一声 嘴角处溢出一丝鲜血 何见这冲撞力道之强 然而只是片刻 整个地下全眼处 所有的舞者都沸腾了起来 圆巾 上品圆巾 这灵眼下居然有上品圆巾 这次发财了呀 滚开 这出圈也是我们的 尔德若还不实行 休怪我师兄弟 不念两派就请了 笑话 宝物有得者居知 就凭你们几个垃圾货色 也想霸占 想死我就成全你们 将脚不知吃法酒 我跟你拼了 十八全眼的出现 本就让场面混乱至极 如今那全眼下方 又一下出现了好多元晶 顿时让舞者们全都疯狂了 毕竟全眼无法带走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在消息外传出去之前 他们顶多只能在这里修炼一段时日 可是圆巾不同啊 这是可以带走的 是可以流通在整个星界的硬通货 一块上品圆巾就等于一万块下品圆巾 从这喷发的数量来看 只要占据一处全眼 捞个几日功夫 便足以让整个宗门的彩礼 都分上一分 一时间 本就在互相拼斗的宗门家族 愈发不肯相认 那些本来和睦的宗门 望着彼此的眼神 也都带上了些许敌意 人未才死 鸟未时亡 亘故不变的道理 杨开 就在杨开左右观望 花青丝已经带着张若曦和刘炎 秦朝阳赶了过来 落到她的身旁 乍一见到此地奇迹 花青丝震惊地美眸颤抖 小手引住红唇颤声道 这 此地是怎么了 灵犬之眼 元晶喷发 你说怎么了 杨开 雷子一笑 张若曦年纪不大 也没有多少见识阅历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 静识惊得小脸有些发白 而秦朝阳更是险些 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手脚哆嗦着 望着那灵犬 瞧着那喷射的圆巾 挣了毫半上 没说出话来 若曦 你什么都别管 找个安全的地方修炼 刘炎给你护法 杨开说话间 冲刘炎打了个眼神 刘炎会议 拉着张若曦走到一旁 究竟挨着那上片灵眼 坐了下来 但有元晶飞射而来 刘炎只是伸手一抓 便将其抓在手上 杨开剑子 直接甩给刘炎一个空间剑 随后才跟花青丝说道 修炼之事先放一放 随我来收元晶 好 花青丝点点头 焦躯晃动之时 便已跟杨开 来到了那元晶上空 此时此刻 全眼下的元晶 正在源源不断地喷发着 杨开凌空而立 大手一张 上百道金血寺 击舍而出 随心而动 交错纵横 化为一张金丝大网 横更在全眼上风 嗤嗤嗤 所有喷发出来的元晶 全都围着金色大网所阻拦 却是一缓 花青丝见机双手掐绝 食指连弹之下 一牵一扯 便将那些元晶给收了过来 塞进空间界内 两人一番配合 竟是没有一块元晶 飞射出去 全都被阻拦下来 好像没我什么事啊 秦朝阳瞧了一会儿 嘴角抽动道 阳老弟 你姐忙着 我去别的地方混混 如此大好机缘 若是能够积攒下一笔不菲的财富 必定能成为秦家重新崛起的根基 可阳开所霸占的这权眼 已经不须他来出什么力了 他自然只能将主意打到别处 方言扫了一圈 秦朝阳黑黑一笑 身形晃动之下 直接来到了段延山 等人所在的那中品灵眼旁 义工收到 段城主 还有诸位老哥老弟 秦某 这项有礼了 老不死的想来捡便宜 杜家家主杜立身 把眼睛一瞪 周家家主周夜哼道 哼 全老贼子夹着屁眼 说话的样子还真是好看啊 这是跟谁学的 怎么说话呢 秦朝阳顿时不乐意了 胡子一翘怒道 两个给脸不要脸的老家伙 信不信老夫打的 你妈妈都认不出来 周夜和杜立身对视一眼 大笑道 你妈若是还活着 能认得你吗 秦朝阳顿时 老脸一黑 行了 别废话了 来了就赶紧帮忙 没看到眼睛都飞出去了 段元山把手一挥 低喝道 秦朝阳黑黑一笑 屁颠屁颠地加入了众人的队伍之中 几位家主都是风铃城的 彼此认识也有不少年头了 虽说以前或许有些小摩擦 小过节 但如今 外敌来亲 群强还事之下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生出 抱团取暖的想法 所以即便互相调侃 也不影响大家的交情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23集 《云京矿山》 周一你这老匹夫 竟还能颈生到两层镜 老夫真是瞎了眼啊 秦朝阳收了一阵援京 见场面 稳定了下来之后 这才忽然发现 周家的这位家主 竟跟自己一样 白痴干头 再进一步 什么话 周一眼桌子一蹬 喝道 老匹夫你都能突破 老夫为何不能 似乎大家都突破了呀 杜丽身 黑黑一笑 秦朝阳这才想起 去查探其他人的修为 赫然发现 所有人 竟都 竟生了一个小层次 诸位 家主 老友 全都到了 道源两层镜的水准 醉酒 翁也是 而段元山 则是到了 道源三层镜的程度 哎呀 恭喜诸位 贺喜诸位了 秦朝阳大笑道 同喜同喜 段元山黑黑一笑 如此一来 我们方林城 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了 所谓兄弟细于情 外遇其辱 段某希望诸位日后 能齐心协力 若是这些家主的老祖们全都汇聚一堂 再加上段元山和醉酒翁的话 这股力量还真的不俗 最起码也能与一些中等宗门和家族相提并论了 唯一所缺的便是坐镇的帝尊敬强者 只是帝尊敬强者 毕竟不多 即便是那些中等家族和宗门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强者 听段元山这么说 众人都神色肃穆 纷纷点头称事 三处上品全影 杨开霸占一处 八方门霸占一处 第三处 则为两个宗门的舞者 联手占据 其他十五处中品全影旁 也是人头传度 八方门的几个弟子实力 其实并不足以霸占一处上品灵野 但所有人都顾忌罗云这个凶残的存在 所以也没人敢去招惹八方门 天知道罗云什么时候会赶回来 万一被他撞见的话 以他打伤打跑高山流水两大护法的实力 根本无人能与之抗衡 杨开所在的上品灵野处 他与花青丝配合收了一阵元晶之后 忽然神色一度 对花青丝嘱咐道 我下去看看 元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从下方喷射出来 杨开估计这灵野的下面必定有什么玄机 所以很想深入一探 如今这灵野上方有自己的金血丝大网横杠 阻拦眼睛飞射 花青丝只需要他眼睛去世收缓时收取就行 所以自己并不需要继续留在此地 更何况刘炎也在这里 人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来抢夺灵野 他们两人也足以摆平 你小心 花青丝文言也没有阻止 只是神似凝重地盯住了一句 杨开点点头 身形一晃 二度朝下方窜去 如刚才一样 犹豫窜入灵野之中 便有一股巨大的阻力从下方袭来 似是要将杨开推上去一奔 其中还夹杂着无数呼啸而至的元晶 噼里啪啦地朝他身上撞击着 杨开遍体疼痛 强忍着催动原理 施展出空间秘术 这才感觉好受一些 一路往下方沉去 越是往下 那阻力也就是越大 周围灵气的密度和浓郁程度也越浓 杨开伸手取出玄界珠 在这地宝之上打开了一道戒之裂口 将玄界珠放在身前 任由澎湃的灵气夹杂在其中的元晶灌入小玄界内 也不知道往下沉落了多少距离 四周白蒙蒙一撇什么也看不清 神念外放甚至也只能蔓延到身侧实障 再远的话就会被那无边灵气所阻碍 某一刻杨开忽然身形一顿踩到了实地 这里应该就是最下方的位置了 他站在原地默默地感受了片刻 能清楚地察觉到这下方的激流涌动 而且这下方的空间并不是他想象般的那么狭小 却是广阔至极 他表情古怪地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 这才外放神念警惕地探索四周 一块块圆巾夹杂着这四周的灵气之中 伴随着涌动的激流不断地朝上方飞射过去 杨开运转目力 看破四周阻碍 寻置原精飞来的方向信步朝那边行去 沿路所过 玄界珠不断地吞噬此地的灵气和其中的原精 收获难以想象 不多时 他忽然顿住身形 目光微凝 注视前方 在那白雾蒙蒙 被夜化灵气所充斥的世界之中 似乎是有一个庞然大雾横更在前锋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但杨开依然能瞧见那模糊的轮廓 那庞然大雾并没有丝毫生命的气息 也不知到底是何物 只是所有的原精都是从那个方向飞射出来的 杨开 还正在原地 还正在原地久久不能言语 好一会儿他才放声大笑起来 畅快至极 他发现那横更在他前方的庞然大雾赫然是一座原精矿山 一块块拳头大小的原精 从这矿山上分离解体出来 然后顺着灵气涌动的方向 化为十八道分支 朝上方积设而去 上面无者所收取的原精 明显都是从这巨大矿山上分离出去的 矿山通体色泽明亮 不掺杂 丝毫杂质 品质纯净 如此巨大而纯粹的原精矿山 只怕放眼整个星界也再寻不到第二座了 唯有在上古时期才会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默默地感受着那矿山上方的十八道 暗流涌动的灵气分支 杨开若有所思 十八灵眼 竟是彼此相通的 这么说来 若是将这矿山给收走的话 那上面的人 他皱眉想了一会儿 逐渐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心情 庞大的神念如出海之蛟龙 透出石海 分滚而出 化为无形力量 朝那矿山包裹过去 下一瞬 杨开面色一变 脸颊一下苍白起来 黄豆大小的汉珠顺着额头滚滚而下 身躯都颤抖起来 他还是小瞧了这矿山的体积 以他如今的神念强度竟只能勉强包裹 而无法将之塞进玄界珠内 玄界珠自成一剑 虽然可以收取任何东西乃至活人 但想收取的话也需要杨开付出神识之力才行 使收取之物的体积大小 灵气浓郁程度 反抗力度 付出的神识之力都有一定的差别 正如杨开头一次将 法身收紧玄界珠一样 那时候的法身虽然不会反抗杨开 甚至主动配合 但因为体积太大 还是让杨开瞬间虚脱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链巅峰 眼前的矿山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的体积比当初的法身刚成形时 无疑要小很多不 可是它却是元经矿山 能量澎湃至极 想要收取这样的存在 杨开估计自己若是强来的话 只怕十海都会受损 一念至此 它心神微动 给在杨界珠内的法身 传递了一个训练 下一刻 杨界珠的戒指缺口 悠然扩大开来 化为一道巨大无匹的空间裂缝 横更在杨开前方 杨开额头处轻轻叠起 浑身剧烈的颤抖 以身云里跌宕起伏 动手 它忽然抱贺一声 下一刻 从那巨大的空间裂缝中 便探出了两只巨臂 这两只巨臂坚硬无匹 棱角分明 赫然便是法身的胳膊 法身双臂 跨界而来 呈左右合抱之势 将那巨大的矿山 抱在手心之中 然后猛的一用力 往上抬起 如此耸人听闻的一幕 当真乃是 力拔山河西 气盖世 也只有石魁异族的身体 能有如此蛮礼 与此同时 杨开也是神念如潮 配合法身的动作 将矿山朝那空间裂缝塞去 轰隆隆 巨大的声响传出 孔山徐徐上升 一点点的移动着 杨开脸色愈发苍白 浑身一身都被汗水打湿 头颅内传来如万千根 针刺了一般的疼痛感 如此胡闹 他的神石已然受损 温神连的七彩霞光绽放 温和的力量 弥补着受损的神念 让杨开好受很多 而法身那跨界而来的双臂 也是咯吱咯吱作响 不断地有碎石 从他的双臂上掉落下来 似是连他也无法承受 这样的重量 看得人提心吊胆 揪心不已 仿佛只是一瞬 也仿佛过了千万年 就在杨开险些 无法支撑下去的时候 玄界珠内的法身 忽然将巨臂猛的一收 直接将那圆经矿山 拉扯进了空间裂缝中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玄界珠也是光芒狂闪 解之缺口一下合拢 杨开身形一个亮枪 只感觉眼耳口鼻之中 全是心弦之味 眼前更是惊心乱冒 一阵天弦地转 站立不稳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直到这时 他才忽然涌出一阵 酷怕的情绪 在有温神连保护神时 但如此胡来 还是充满了危险 万一神念动用过猛 而导致神魂混乱 搞不好以后 就无法恢复过来了 一丝冷汗 顺着额头滚落下来 杨开浑身冰凉 谁 杨开忽然一转头 谋了冰冷寒光 朝某个方向望去 口中抱贺道 谁在那里 那一瞬间 他竟是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如今他全身虚脱 几乎没法动弹 若真有人要对他不利的话 他连逃跑都没法做到 所以杨开一下子警惕起来 手忙脚乱地抹去脸上的血迹和冷汗 喊息而坐 摆出一副淡然的架势 在杨开喊话之后 那脚步声微微顿了一下 不过很快便继续朝这边醒来 越走越快 杨开的脸色一下子不好看了 目光微沉凝视着来人 少亲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杨开面前 那人站定在距离杨开 跃摸三丈远的地方 迟疑道 杨大师吗 听到这人身影 杨开眉头一皱表情古怪起来 怎么会是你 他发现这人竟是一直如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的叶清寒 没想到他竟然也跑了下来 杨开顿时警惕冷声道 你不在上面收起原精 跑下来做什么 他虽然不知道这女人到底想找自己干些什么 但自己与他非亲非故 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了 他却依然不依不饶地纠缠自己 让杨开很是厌烦 叶清寒道 妾身实力不足 而且千叶宗这一趟 只有妾身一人前来 无力有旁人抢夺什么 他话语之中满是苦涩和落寞 见杨大师下来了 切身便想着也下来看看 说话之时他忽然轻咳了两声 你受伤了 杨开眉头一盈 小伤 叶清寒回道 下来的时候被人打了一下 温言杨开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众人此刻都占据着各自的灵眼 叶清寒想要下来 必定是通过灵眼下来的 旁人肯定以为他是要抢夺元经 所以便冲他出手了 以他道远两层镜的修为 自然无法做到安然无恙 被人打伤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胆子这么大 你爹娘可知道 杨开盘膝坐在原地 冷眼瞧着叶清寒 叶清寒色声道 切身自小便是孤儿 杨开顿时语色 沉默了一会儿才沉声问道 刚才你看到什么了 呃 什么 叶清寒一脸茫然地反问 没什么 杨开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叶清寒的语气和神态不似作假 刚才他应该确实是什么也没看到 杨大师 叶清寒气气哀哀地喊了一声 你能不能给妾身一个机会 让妾身说几句话 你不是正在说吗 杨开如今浑身虚脱无理 虽觉得叶清寒大概不会对自己不利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所以一直没有表现出疲态 而是悄悄地在原地休息恢复 积蓄力量 文言随口答了一句 多谢杨大师 叶清寒文言大喜 他还以为自己终于京城所至 惊实为开 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斟酌了一下措辞正色的 其实切身找杨大师 只是想请杨大师帮个忙 杨开闭谋宁神 没去理会他 见此情景 叶清寒继续说道 切身想请杨大师 大师小心身后 什么 杨开闭谋一惊 不过下一刻 他便感觉到后背一股良意袭来 那良意如刀锋一般 锐利无匹 切割得自己肌肤生疼 他面色大变 刚才他只顾着恢复 根本没察觉到背后有什么危险靠近 若非叶清寒提醒了一下 只怕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 他内心深处极为震惊 不知道底是何方神圣 竟能击见自己身旁 依然没被自己察觉 仓促至今杨开一体原力 原地腾空而起 双臂交叉横在胸前 哼 一股庞大的力量迎面袭来 轰击在仰开的双臂之上 一阵骨头错位的声响传出 仰开这下是真的震惊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峰 欢迎继继继续收听 伴随着一声高炕的龙吟之声 那横在双臂前的双臂上 一下子覆盖了片片龙鳞 这才将那狂暴的力量阻挡下来 这力量 杨开面色一宁忽然察觉到偷袭自己的这股力量有些不太对劲 似乎并非自己所熟悉的原理 而是另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 他获得抬头 神念迸发 想要看看到底是何人有胆子偷袭自己 一看之下 杨开顿时豆吸一口凉气 只见在自己面前不远处 一道漆黑的人影屹立着 那人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带半点生机 而且身形似乎是因为能量太过澎湃 而不断飘忽变换 无法稳定 两只赤红的双眸 犹如责人而食的猛兽之童 让人瞧着不寒而栗 杨开面色一沉 低喝道 阁下何人 对方没有回答的意思 只是歪着头瞧了杨开一下 然后挥舞起一只拳头 狠狠地朝杨开砸来 虽是拳头 但那拳风之中蕴藏的公鸡 却似是万千柄利刃之锐气 切割着四周空间 嗤嗤作响 锋利无品 杨开吃过一次魁 自然不敢大意 食指连弹之间 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 由雨而出 化作一片真雨 朝黑影覆盖过去 对方似是知道不妙 身形一晃便退出了战圈 然后站立在不远处 歪头看着杨开 这黑影的反应 其实并不算灵活 甚至可以说很僵硬生涩 给人一种许久没有活动过的感觉 但杨开却本能地感觉到 此乃大敌 一阵异想忽然从那黑影体内传出 而伴随着这一声异响 杨开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小腹处一阵火热的滚烫感传来 什么 杨开大惊脚步连点 飘然后退 即便是面对一位货真价实的抵尊警 他也不会如此仓皇 但此时此刻 他却只想离开这黑影越远越好 因为在刚才那一瞬间 一直封印在自己小腹处的 那上古魔念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影响 竟蠢蠢欲动起来 好在仓术的金银双色封印之力玄妙无穷 第一时间将之镇压了下去 否则杨开必定会再次入魔 这黑影与那上古巨魔有关 杨开脑海之中不可一致地 蹦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念头来 脸色优得惨白 小腹处的魔念涌动虽然只是一瞬 但显然已被黑影所察觉 煞时间他杀念如潮 一股难以言喻的力气忽然弥漫开来 漆黑的能量肉眼可见 朝四周跌宕而去 魔戒 杨开失声惊呼 这一下他完全可以确定 这黑影真的是跟那上古巨魔有关了 因为两者之间的能量波动 几乎完全一致 杀 那黑影的喉咙之中 忽然蹦出一个字来 紧接着身形一晃 便窜到了杨开面前 挥拳砸来 一拳之下 天地崩碎 乾坤混乱 杨开瞪大了眼珠子 哪敢有什么怠慢 手腕一抖 地宝百万箭 瞬间祭出 悠悠荡开见势 徐徐跌合 箭出百问 以赴当官 呈 剑鸣起 剑气阴 痴痴之声 不绝于耳 一圈光运横更在杨开前方 化为一层金石屏障 那黑影一拳砸落 震得杨开身躯一颤 见识差点紊乱 杨大师 且先来帮你 叶千寒声音轻颤 彰显内心的惊恐和害怕 但依然硬着头皮 飞了过来 白希手腕上一枚手镯 硬声飞出 他发觉连掐之下 那手镯一下化为脸喷大笑 呼啸着朝黑影砸去 退开 杨开抱贺一声 叶清涵虽然修为 跟他如今相仿 但以他的修为 根本无力 以这黑影抗争 稍有不适 便是盗梟生死的结局 这话还是喊得迟了一些 那手镯密爆飞旋者 眨眼间便轰到了黑影头上 黑影竟是不管不问 甚至也没有防备的意思 任由这攻击机中 咣当 仿若打在什么坚固的物体上 传出一阵响亮的动静 手镯之上光芒狂闪不定 不但如此 竟还被一丝魔体阵扔 一下子坏了灵性 叶清涵当场就吐出一口 英红的心血 气势萎靡了下去 那手镯密爆 是他性命相修的 本命密爆 密爆受损 他本人也跟着受到了反噬 惊恐之下哪敢再战 一招手就将那手镯收了回来 低头望去 手镯之上一道黑气萦绕 逐渐超四周蔓延 隐渐有要腐蚀其他位置的迹象 叶清涵大惊失色 这才明白自身与那黑影之间的差距 撕压的喊杀声再度响起 如金铁摩擦 听在耳中让人极为不舒服 杨开维持着百万剑的剑势 与那黑影分庭抗礼 目光凝重地望着对方低喝道 阁下到底是何方神圣 与那独眼巨魔有何关系 蛇 黑影似乎没听到一样 只在口中蹦出这样一个字来 小球 杨开大怒 左眼处一抹金光骤然浮现出来 灭视魔影瞬间显露 朝那黑影逼逝过去 他倒要看看 这黑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遗忘之下 杨开的表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惊声道 这 这是 灭视魔影之下 杨开堪破虚妄 直视黑影本体 他赫然发现 这黑影根本不是什么活物 而是一种类似于气灵化形般的存在 就如流言一样 只是黑影并非是由炼气炉化形而出 而是一柄锤子 那锤子此刻就隐匿在黑影体内 被它包裹着 锤子之上弥漫无边魔器 一个个精妙符文就如活物一般 在锤上流淌游走 似是蕴藏了无上法则之力 杨开一看之下 竟是左眼刺痛 一股湿热的感觉 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他强撑着精神 在仔细地打量那锤子的形状 越看越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哪里见过这柄锤子 很快他便回想起来了 自己确实见过这锤子 只是并非是在现实中见过的 而是在江家大公子江楚河的石海中见到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链巅峰 上次魔器围城 江楚河被魔器侵蚀化为魔人 杨开曾与秦玉联手施展出 搜魂秘法 寻觅对抗魔节的两侧 在江楚河的石海之中 杨开见到了许多关于那上古巨魔的事情 其中便有这柄锤子出现的痕迹 在那一幕幕战役之中 那上古巨魔所使用的武器 正是这柄战锤 匹尼百合所向无敌 无数上古大能义士 惨死在这战锤之下 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 魔兵战锤 杨开大鹤 我一生赶紧散去 蔑视魔也不敢再看 如果是那上古巨魔的魔兵战锤的话 那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为何自己体内的封印的魔女会以这黑影产生共鸣 两者之间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共鸣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此说来 上古时期那些大能知识 在此地封印的并非只有那上古巨魔的黑铜 还有那巨魔的魔兵战锤 只是魔兵战锤一直被镇压在十八星斗大阵之下 不见天日 这一次终于得困而出 或许跟自己收掉的那一座元晶矿山也有关系 搞不好 那元晶矿山便是镇压魔兵战锤的关键 心中虽然有这般猜测 但杨开并无后悔之意 今时今日 十八星斗大阵重现人间 此地注定已经要被无数强者利临探索 这元晶矿山即便自己不收走 也会为旁人收取 换句话说 魔兵战锤重见天日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这无数岁月之中 魔兵战锤竟然生出了自己的灵智 能够化形而出了 心思转动 下一刻扬开剑势一转 防守之势化为攻击 百万剑盲 逐月吞狼 无数剑盲如倾盆暴雨一般 朝那化形气灵轰击过去 打得他跌腿连连 身体表面魔气翻滚不定 却是不损分毫 他本就是上古魔兵战锤化形而出 那上古魔兵最起码也是地宝的层次 坚固至极 不毁掉那魔兵战锤的话 任何手段都无法伤害到他 除非动用神魂之力 直接攻击他的神石 抹去他的意识 只可惜杨开刚才收取原精矿身 消耗的神念太大 短时间难以重新聚集神念 施展神魂秘术 他只能以攻为手 剑盲一出 杨开便立刻后退 闪到叶清涵身边 一手提出了他 低鹤道 走 话落 两人已经以极快的速度 朝上飞窜 顺着灵气涌动的风向 直冲天际 在那上方十八拳眼处 众多舞者面面相觑 表情难看 原精呢 怎么不见原精呢 和我 原精为何不喷发了 出了什么事 天知道出了什么事 别人那边的拳眼 似乎也没有原精喷发了 众多舞者四下张望 七嘴八舌的嚷嚷着 一个个全都有些意犹未尽 毕竟这种天上掉原精的好事 千百年都难得遇上一次 而且他们这次遇到的 还是上品原精和中品原精 一个个正收取的盆满 钵满 乐不可知 忽然一下子原精就没有了 从那十八拳眼处喷涌出来的 除了精准的灵气之外 再无他物 这让众人如何能不郁闷 是不是 那下方又出了什么变故 有人猜测道 要不下去瞅瞅 说不定下面又有什么 逆天的机缘正在等候我等 有人提议道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面色一动 之前大家都忙着收取原精 也没工夫去理会别的 如今原精没了 自然就想着要去下面一探究竟 十八灵也无数原精 若说下面没点什么好东西的话 傻子也不会信 所以每个人都心动了 心动归心动 可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众人还是懂的 所以彼此面面相聚着 也没一个敢做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四海小 阁下修为高深 德高望重 不如这次就由你牵头 我等随你一道下去如何 一个半大老者忽然望着另外一个老者说道 名叫齐四海的老者冷哼一声不悦道 五湖兄在讲笑话吗 刚才收取原精的时候 也没见你说让老夫牵头 怎得如今碰到这危险的事 就让老夫第一个声了 你在侮辱老夫的指声 还是侮辱自己的指声 周五湖干咳一声道 哎呀 四海兄不乐意就算了 嘴巴怎么毒干什么 吃完东西没漱口吗 齐四海冷哼道 老夫还没闯到 被人随意利用的程度 周五湖撇了撇嘴 又一抱拳 朝八方门那边喊道 这位罗小哥 老夫见阁下修为惊人 手段通天 必是身负大机缘气运之人 小哥可有意下去一探 罗远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跑回来了 虽然与高神流水二老 站坐一团一身狼狈 但却身材奕奕 看起来收获很大的样子 而环视左右 非圣公的几人 却是完全不见踪影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罗远给打跑了 你这老头 当真阴险 要下去 自己下去 别損恿我罗师兄 八方门那圆脸女子 美眸一瞪望着周五湖 娇鹤道 周五湖面色一沉 哼道 小丫头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尊老爱幼一点 老夫一大把年纪了 你看不出来吗 瞧瞧 我胡子 头发都白了 圆脸女子哼道 竟然一大把年纪了 何不找个地方 躺下来 静静等死 到处跑来跑去的做什么 先死得不够快吗 你这女子 真是气傻老夫 周五湖气得浑身发抖 齐四海在一旁幸灾乐祸 笑得极其开心 有骨棍 罗元一直没吭声 而是低头凝视着 面前那上品拳眼 眉头紧皱 此刻忽然说了一句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什么 圆脸女子文言朝她望去 罗元的面色愈发凝重 忽然间她抱贺一声 退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2025集 《人未才死》 话落之时 他以一摧云里 包裹着八方门几名弟子 一下闪出百正 咕噜噜 那上品全眼处 忽然泛起一个个气泡 整个全眼就仿若沸腾起来 怎么回事 众人都面露茫然之色 朝那全眼望去 就在这一时 一道人影忽然从中破除 带起一阵哗啦啦的声响 下面竟然有人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下去的 是那煞星 众人纷纷惊呼 待看惊是扬开之后 顿时面色难看起来 也不知道 原精忽然不喷发的 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又不敢开口询问 他怎么 从我们的灵眼中穿出来了 圆脸女子 也是一脸茫然的望着扬开 戴眉锦咒不明所以 原来如此 罗元却像是知道了什么 若有所思的 看样子 这十八灵眼 其实是彼此相通的呀 哦 这样吗 罗师兄 果然充盈过人 圆脸女子笑嘻嘻地说道 美眸望着罗元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慕之意 其他几个八方门弟子 都瞧得一脸汗颜 心知 圆脸女子中毒太深 此生 怕是都没救了 杨开又一出现 便左右环顾 紧接着直接闪到了花青丝等人身旁 夫人 刘延美眸凝重 望着那全眼下方低声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那下面 有一个与你相同的存在 杨开快速打倒 划行而出 刘延揪去一阵 显得有些激动 能够化行而出 并且拥有自己灵智的气灵并不多 所有这种类似的存在 都算是同一个种类 忽然听闻 有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存在 刘延自然心绪有些起伏 很想知道 对方是如何化行而出 又有多少灵智 很危险 千万别招惹他 杨开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叶青函放了下来 同时从空间界中取出大把灵灯 往口中塞去 哗啦 又是一声响动 那魔兵器灵紧随杨开 从灵眼中击舍而出 一身气息暴力阴暗 通体化为漆黑的人影 飘忽不定 唯有一双毛子 呈现血红之色 这又是谁 好凶恶的样子呀 和那煞星狼狈逃窜的样子 似乎这家伙很厉害嘛 赶紧出手杀了那煞星 就是再好不过了 正是正是 最好把八方门那姓罗的小子 也捡进去 到时候咱们就坐山观虎道 魔兵器灵出现之后 依然目光锁定阳开 似乎在这天下之间 他唯一感兴趣的就只有阳开了 对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兴致 他又一抬手 旋即朝阳开所在的方向 狠狠一展 一道瓶链般的漆黑光芒 仿若吞噬了天地间所有的光明 破开空间的束缚 直接席指阳开头顶上方 阳开眼帘一缩 微微抬手之下 一直覆盖在灵眼上的 金血丝大瓦横更开来 哼 漆黑的攻击 斩在大瓦之上 天地灵气微微疑产 金血丝大瓦竟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击 一下子崩溃开来 阳开面色难看 将金血丝尽数收回 横剑扫出 巨大的剑芒飞射 迎上那斩机 哼哼哼 两股能量冲撞爆发 卷起的狂风骤浪 形象四方让所有人都立足不稳 这家伙好厉害啊 见识到魔兵气灵的手段 众人无不变色 远方的罗云更是眼帘一缩 阳开又掏出大把灵灯 吃糖豆一般往嘴里丢去 一边咀嚼吞咽 一边含糊不清地忧和道 罗云 给你找了个像样的对手 要不要来试试他的气量 罗云文言冷哼道 没兴趣 是才某已经将那秘书修炼成功了 是吗 杨开大叫道 那更要来试试了 正好检验一下那秘书的威力啊 你这家伙也是坏蛋 原恋女子隔着很远的距离 冲杨开挥了挥小拳头 咬丫头 自己打不过 就想拉罗师兄下水 真是不要脸 要什么脸呀 要命更重要小姑娘 杨开一副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的样子 让所有人都很是不耻 罢了罢了 杨开撇撇嘴 不疾不虚地说道 既然送你们一件地宝都不要 那便由本大爷亲自出手好了 什么 地宝 哪来的地宝 快送我呀 我又啊 杨大哥 杨大爷 杨开离子一笑 指着那魔兵气灵说道 诸位都是修为高深之辈 难道还看不出这家伙并非活物吗 杨小哥此言何意 其四海忽然眼帘一缩 沉声问道 杨开笑道 这家伙可是地宝化行吗 什么 地宝化行 杨开一言出四方震动 每个舞者都满面骇然地朝那魔兵气灵望去 目中逐渐闪烁出觊觎之光 开玩笑 单单只是地宝二字就足以让人垂涎三尺了 而能够化行而出的地宝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价值值得简直难以估量 咕咚 一阵阵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 每个人都目光火热而贪婪地朝那气灵望去 众多神念在这地下空间交错游呼 查探气灵的情况是否如杨开所说的这样 绍钦其四还低喝一声 果真是地宝 他能从气灵体内敲出那魔兵战锤的虚影 也能清楚地感受到那气灵体内隐藏的地意和地运 那根本不是道远镜舞者能够领悟出来的 地宝倒是不假 周五湖虽然目光火热 可眼神之中却带着浓郁的忌惮和警惕 但他既然已经划行而出 怕是不好对付啊 诸位小心宝贝没捞着 烦热一身骚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顿时都仿佛被泼了一盆粮水一样 激动的热血逐渐冷却下来 杨开瞧了他一眼 大笑道 想拿好东西自然得要承担风险 这位老先生既然如此谨慎 何不现在退走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周五湖干渴两城 善善道 看看 看看 扬开道 此气灵虽然已经划行而出 但被镇压在这十八星斗大阵之下无数年 早已不复往日巅峰 也根本不可能发挥出地宝的全部威能 诸位若是有想要夺宝者 不妨随杨某一起出手试试 宝物有缘者居之 话落 他强撑起精神 百万件一盏 漫天见雨朝气灵轰了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见他率先动手 其他人再也按捺不住了 虽说每个人都知道 对付地宝化刑有一定的风险 但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 鲜少有人能够安然弱速 无动于衷 刹时间 各方舞者催动原理 秘书武技齐齐绽放 五颜六色的光芒充斥在这地下的空间中 八方门几人也都蠢蠢欲动 似乎是想出手 但看罗元依然站在原地 没有插手其中的意思 也只能焦急地站在原地 静观其变 轰轰轰轰 光滑爆闪 几十道道远镜舞者的攻击 悉数轰击在那气灵 所处之地 让人瞧不清内部情况 神念放出也被吞噬跟进 干掉了吗 完全没有动静了 难道真的干掉了 众人全都伸长了脖子 朝气灵那边望去 眼神之中透着一股奇异和振奋 瞪大眼珠子静待结果的出现 光芒逐渐散去 紊乱的力量也慢慢平静下来 可映入眼帘的一幕 却让所有人都心中一沉 只见那魔兵气灵 静静地站在原地 身上光芒 虽然比刚才稍微暗淡了一些 但却并没有受损的迹象 反而被众人连手围攻 一通激发了怒火 那两只赤红的双眸满是凶残的暴力 恶狠狠地扫视四周 似是要将每一个人的样子 都记在心中 每个被他盯上的舞者 都莫名意涵 似是听到了死亡的召唤之音 承受如此多的攻击 竟然安然无恙 这气凌天下无敌了 这还怎么打 容公子 尽管跟你说的 好像有些不太一样啊 杨凯嘴角抽搐的 诸位是不是没用权力啊 这气凌瞧着神志不高 又被镇压了无数年 理到没有如此厉害才是 咳咳 诸人文言都是表情善善 刚才那一击 确实没人出权力 都想留着几分力气 等待气凌被灭 抢夺地宝 哪曾想一击之后毫无成果 此刻被杨凯点破都有些神情不自在 不好 快快全部出手 他又翻力了 杨凯忽然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只见那魔兵气凌伸手在虚空处一握 顷刻见那手上便出现了一柄漆黑的战锤 此战锤与杨凯先前在他体内看到的一模一样 显然是这气凌的本命之气 其上各种凡傲符文闪动 犹如活物一般 蕴藏了极其神妙的玄机 一股极其危险气息随着战锤的出现 悠然荡开 莫名其妙的 每个人都在这一瞬间似是如坠冰窖浑身发了 那边罗元 瞳孔皱缩意识到了不妙 口中冲八方门几人低喝道 你们退 话落之时 几身却是微微一晃 来到了气凌头顶上方 他双手掐绝浑身原力涌动 口中低吟 烈日金轮 一轮火红之色 熊熊人烧的小太阳 忽然在他的双手之间成形 地下温度瞬间提升 让人皮肤燥热 每个人都感受到 这一秘书蕴藏的巨大杀伤 都脸色微变的朝罗元瞩目过去 罗元手上的小太阳 犹如从天坠落 直接朝气灵砸了下去 攻击未知 便一让气灵感受到了危险 浑身黑气翻滚不定 口中嘶吼连连 都他妈的傻弄着做什么 快动手啊 扬开爆壑间 人已冲到了气灵面前 百万剑一横直接砍了过去 其他武者这才回过神来 纷纷再次施展秘书武技 朝气灵打去 不过这一次 他们确实不敢再留守了 而是亲力失为 而是亲力失为 场面比起刚才 煞石斤火爆了好几倍 便是有一位真正的 帝尊敬强者在此 面对如此攻击 只怕也只有狼狈逃窜的份 根本不可能正面揭响 气灵却是纹丝不动 也不知道是神智不够 还是因为对自身有极大的信心 在那无数攻击抵达之前 他勾勾地举起手中战锤 锤上煞石精光芒闪烁 那些凡傲符文滚滚如动 法则之力跌宕开来 形成无形之力 将地下方圆几千丈覆盖 掀起气灵狠狠往下一锤 这一锤子只锤在虚空处 直接将空间破碎 打出一个漆黑的窟窿 但那震荡之力 却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 敲在了每个出手的舞者的心口处 一击之下 所有攻击全部阴密 大半舞者面色一白 口吐鲜血 倒飞出去 剩下的那些也是面色难看 浑身气血翻涌 罗云同样闷哼一声 烈日金轮不攻自破 没能伤到气灵分毫 杨开同样如此 百万剑前方忽然多了一层肉眼看不到的瓶杖 让他无法将攻击顺利送至气灵身上 下一刻那瓶杖便传来一股俱力轰击在他的身上 杨开口吐金血 如一个破步麻袋一样飞射出去 本就不妙的身体欲发雪上加霜了 轰隆隆 四周忽然传来污名之声 大地和洞壁处更是裂开了道道缝隙 大大小小的碎石熙熙粒粒从上方落下 而那十八灵眼也受到了鱼波冲击 一下子全部沸腾起来 齐齐喷发 冲击的这地下空间更加不稳了 随时都有崩溃的迹象 不好 此处有他了 快跑我 姓杨的小子 你包藏祸心 怂恿我等出手 若是我死了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有人一边逃窜 一边大叫起来 杨开擦了下嘴角的鲜血 反击道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自己做出的选择 自己承担后果 我怂恿你 我叫你吃食 你去不去呀 数字呀 那人气得哇哇大叫 根本不敢做丝毫停留 只能拼命逃窜 地下煞时间热闹分城起来 所有人都忙于奔命 杨开本想将花青丝等人 收回寻戒猪 可一见气灵虎视眈眈的瞧着自己 只能咬牙道 你们自己走 话落之时 他以身形晃动 朝一个方向冲了过去 气灵不依不饶 紧随而去 少亲伴随着一个巨大的翁鸣声 大地颤抖 风铃城两千里外的这片荒野上 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那凹坑内 灵气成叶 逐渐积累 夜未慢慢升高 似乎又化为一方灵狐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26集 还是好朋友 一道道光芒 从地下破空而出 一个个舞者 心有余悸地 逃窜出来 面色苍白 某个方向上 杨凯与气灵一先移后 迅如闪电地追逃着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来头 左右护法听令 给我把这小子拿下来 本少要好好地 教他做人 前方忽然传来 一阵嚣张的大笑之声 杨凯定眼瞧去 发现那边 居立着三道人眼 而这三人 竟是非圣公的宁远树和高山流水二老 他们显然一直留在此地 并没有离开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顾忌罗元的缘故 所以也没有深入地下灵眼的位置 一直在外面徘徊 此刻一下见到了杨凯的踪影 宁远树大喜过望 下令之时脸色猙獰 眼中满是怨毒和憎恨 是在杨凯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他的脸 让宁远树视为平生大树 暗暗发狠 此仇必定抱怀 正愁找不到杨凯的踪影 哪知道他竟然自图罗网了 高山流水二老在罗元手中吃了点亏 可不代表连杨凯也拿不下 对二老的实力 宁远树还是很有信心的 小子 你听到少公主所言了 识相的就乖乖滚过来 老夫不想对你出手 免得落个一大欺小的恶名 高山冷冷地望着杨凯说道 流水也道 世纪 你小子就束手就擒吧 老夫二人的实力 非你所能抗衡的 抵抗的话 只会白白吃苦 跟他废什么话 赶紧出手拿下 本少要他尝避人间苦刑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放进心头之恨 宁远树表情猙獰的吆喝道 高山流水闻吟 皆是神情疑速 体内力量暗涌 二老千们 小子这就过来了 杨凯面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一边冲高山流水两人不断招手 一边迅速朝他们飞去 高山流水顿时愣在了原地 宁远树也是一脸茫然之死 不知道杨凯这是发的什么疯 正常情况来说 杨凯此刻不是应该赶紧逃走才是吗 可是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还摆出了那样欢天喜地的身态 似是在困难之中 终于见到了至亲之人一样 让人狠尸不及 二老小心他耍诈啊 宁远树冷亨一声 低喝着提醒的 高山流水二人闻言汉手 少公主放下 这小子实力不比罗云 在我等首射 分不出什么浪花 若此最好 少亲 杨凯已经身形一晃 直接来到了三人面前 离嘴冲他们一笑 宁远树 似是刚才被杨凯打怕了 见他同人一缩 不禁往后退了几步 拉开与杨凯之间的距离 小子见过两位前辈 杨凯微笑抱拳 冲高山流水失忆 寻其又看向宁远树 说道 少公主 是才咱们之间 有一点点小误会 我看大家就杯酒事前嫌 一笑敏恩仇如何 大家以后还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 宁远树表情猙獰的瞪着杨凯 两边脸颊 勾勾的胀起 说话之时 还把自己的脸 往杨凯面前凑了凑 说道 看看我这样子 你觉得本少 还能跟你做好朋友吗 杨凯上身 微微后仰 撇开脸 一副嫌弃的模样道 少公主有话好好说 干嘛把脸凑过来 羊毛胆子小 你别吓我呀 宁远树彻底怒了 好笑道 这还不是你的杰作 行了行了 杨凯白手打断了他的叫嚣 笑咪咪的望着高山流水道 二老 小子 这算是束手就擒了吧 高山沉隐了一笑 汉手道 算你小子实相 流水接道 使十五者为俊杰 小子前途不可限量 杨凯咪咪嘴一笑道 那二老可要负责 保护小子的安全呢 小子现在也算是你们的 所欠之人了 保护你的安全 高山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流水也一脸茫然 不过很快 两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虚空之中 一道人影闪过 那气灵紧追而来 在距离几人十几丈的位置处站定 手提着那魔兵战锤 阴侧侧的凝视杨凯 这股气息 高山吓了一跳 目光凝重的朝气灵望去 流水的表情 也是一下子肃然起来 低喝道 魔戒 杨凯汗手道 二老果然目光如炬 不错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 确实就是魔戒 而且是最纯净的 上古魔戒 怎么可能 高山流水瞬间 把眼珠子瞪圆了 瞅着杨凯 一副你在逗我的神态 杨凯正色道 小子可没心情 跟二老开玩笑 高山道 怪不得感觉跟一般的魔戒 有些不同 只是此地怎会有上古魔戒 流水也是一脸不解之色 迎开道 二老难道瞧不出 他并非活物 而是气灵化形吗 看他手上的锤子 那可是上古地宝啊 什么 高山流水两人浑身一震 再震三震 齐齐目光惊骇地朝那魔兵战锤 瞩目过去 逐渐地面上闪出狂热的贪婪之色 阳开趁热打铁道 二老修为高深 实力非凡 却被困在道远镜顶封境界无数年 实在是天度英才 老天无眼 若能得此地宝 参悟其中大道玄机 未必不可白驰干头更进一步 突破地尊镜桎 名扬天下 他日成为一方霸主 也不是不可能啊 任你小子口若寻和 舍残灵活 高山扭头冷冷地瞧了阳开一眼 老夫还是不可避免地心动了 阳开笑道 宝物嘛 有缘者居之 下面那全乐器 拿着气灵根本没有办法 也唯有二老才有实力降服他了 只要能抹去他的神智 这地宝并归你们所有了 两位加油 我看好你们哦 说完之后 他竟往后一跃 退出了几十丈距离 握起拳头 上下摇摆 摆出给高山流水 打气鼓励的样子 咕咚 高山流水两人 皆是吞咽了一口口水 虽然都知道 这气灵绝对不是什么好惹的 但在重宝面前 他们岂能不心动 对视一眼 两人一口同声地抱喝道 动手 画落之时 高山手上光芒一闪 那古琴秘宝悠然出现 他凌空盘膝而坐 古琴横放在膝盖上 双手十指波动之时 叮咚之音 骤然响起 而流水也一下 取出了自己的长笛 树直唇下 徐徐吹奏 两种截然不同的月律 顷刻间响彻天地 蕴藏大道 完美契合 形成肉眼可见的冲击 朝那气灵覆盖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阳开身在不远处 也没被针对 但在听到这声音之后 还是忽然觉得 神情有些恍惚 那声音就如活物一般 主动朝耳孔内钻来 化作奇特的力量 影响着自己的心神 他心中毅力 莫运玄弓 抵抗着阴弓 而那边 气灵受二老阴弓夹击 首当其冲 受到的影响更是显著 他本身虽然化形而出 却是没有多少神志 高山流水二老的阴弓 严格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神魂攻击的范畴 正是对症下药 克制了气灵 所以月绿一扬 气灵双目之中的 赤红光芒便闪烁不定 身上的魔气也不断翻滚着 似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手中高高举起的战锤 也是迟迟没有落下 见此情景 高山流水心中一喜 愈发卖力地催动几身神通 大有一股作气 将气灵拿下的架势 宁远树也是看得目不转睛 心中暗暗振奋 一个劲地祈祷高山流水尽早得手才是 若是二老能够得手的话 那这战锤肯定是要带回飞胜宫的 上古地宝 绝对蕴藏了极大的秘心 若是由自己的父亲参悟炼化一分 必能让其实力大增 到时候飞胜宫的地位也会攀升 他的身份也能水涨船高 他怎能不激动 另一边 扬开盘膝而坐 抓紧一切时间恢复力量 此刻高山流水牵制住了气灵 如此良机 他自然是要好好把握 这气灵虽然凶惨 但其实也并非没法克制 扬开不过是因为刚才收取元经矿山 消耗过大 所以才一直有心无力罢了 只要能给他一点时间的恢复 他就能让这气灵好看 荒野之上 古琴长笛之音贯穿 跌宕起伏 演奏出绝妙之音 而伴随着月律的起伏 不断的有能量汇聚 朝气灵身上冲击过去 将他身上的光芒 打得狂闪不定 那些从地下逃窜出来的舞者 也被这边的动静所吸引 逐渐靠了过来 远远观望 高山流水二人见此情形 不禁脸色一沉 唯恐到了最后为他人做嫁衣 尤其是他们还在人群之中 见到了罗元这小子 更是提心吊胆了 先前与罗元的一战 说好听点是不分胜负 实则两人一败涂体 毕竟二老是联手 而罗元只有一个人 一个后起之秀 能将两位素老级别的强者 压制得狼狈逃窜 已经是最明显的胜利了 心中有所顾忌 二老对视一眼 心意相通 下一刻 月律斗变 一下子变得金歌铁马起来 节奏飞扬 而随着声音的变化 那一股股肉眼可见的 阴浪冲击 竟真的化为千军万马 宛若一国之君轰隆隆地 朝气灵碾压过去 音波思虐 天地无色 就在这时 一直神情艰辛 似是被音波压制的气灵 忽然抱吼一声 那闪烁不定的赤红双眸 也陡然间稳定下来 难以想象的暴力气息 跌宕起伏 他手上一只高高举起的战锤 顷刻间落下 刹尸间风云突撇 天空之中魔能涌动 受战锤牵引化为漩涡 呈漏斗状 倾泻而响 哄 战锤砸在虚空之处 那空间犹如镜面 直接被砸碎 一圈光运 朝四周扩散开来 仿佛利刃 切过音波 所化千军万马 那音波之能就如指呼一般 纷纷消散殆尽 而高山手上鼓琴 更是发出撑的一声 琴弦一下崩断 流水的长笛同样传出 咔嚓嚓的声响 列出了几道缝隙 不好 二老面色狂变 大叫起来 连忙运攻抵抗 但两人实力在那冲击之下 就如独木小舟 跌宕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之中 一下子就被颠覆 两人齐齐吐血树声 气息瞬间萎靡 二老 宁眼术惊恐大叫 目光颤抖 废我 杨开骂了一声 简直气坏了 他本指望高山流水 能替他争取一点点的时间 好让他有恢复之机 却不想这两个老家伙 架势摆得十足 结果却是如此浓抱 只在七零面前 支撑了不到三十击 便齐齐败北 不但如此 两人的秘宝都受损了 这一阵 二老可谓是损失巨大 每个十几二十年时间 别想缓过劲 二老的做法显然也触怒了气灵 挣脱音波束缚之后 气灵再扬战锤 战锤之上浮温涌动 一点黑蒙悠然扩散 似是化作黑洞 吞噬天地 每个人的心头 都涌出了极其不妙的感觉 那黑洞初始还极为渺小 但一眨眼的功夫 竟轰然扩大 似有要吞噬天地之气象 让人不由地生出了一种 末日来临的惊恐错觉 黑暗一下降临 整片天地伸手不见五指 无边黑暗之中 隐约有什么东西 正在迅速滋生 高山流水首当其冲 只感觉内心深处 各种阴暗情绪 一下子化为实质 翻涌而上 让他们的双眸颤抖 散发出极其邪恶的光芒 那黑暗似乎能吞噬人的心神 让人永坠磨到 不好 高山猛的大鹤 一口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金血 强打着精神 压制住极深的 阴暗思想 苦苦之声 流水亦是如此 但两人的表情 却是极为艰辛难堪 只怕根本 无法在这神通之下 坚持多久 便要被魔化心灵 沦为魔人 危机时刻 一个低沉素末的声音 忽然响起在这天地之中 那声音所速之音 凡妙无穷 四远四近 飘渺无痕 让人无法捉摸 而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 一道光芒忽然自黑暗之中 绽放而出 那光芒笼罩住一道身影 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身影手掐灵绝 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在念着什么咒语 所有听到这咒语之音的舞者 都感觉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小手 拂过自己的心灵 抵挡那些翻涌的阴暗 让心神重回清明 是他 阳开脸色古怪地站在不远处 望着那天空中散发灰光的身影 出乎意料地发现 这人竟然是叶清涵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27集 这是二 也不知道 他这是施展了什么神通 具有极大清新精神的功效 一下子 就将众多舞者 从苦海边缘 拉了回来 众人回过神后 哪敢停留原地 纷纷纷失展身法 逃离黑暗笼罩 高山流水二老 得亏一线生机 也是急速逃顿 临走之时 不忘将宁远树烧上 叶千寒修为 持有道远两层井 即便所修炼神通 又克制着黑暗的功效 但也无法持续太久 所以只是实习之后 他便翘脸一白 身上的光芒 瞬间收敛待尽 但他却像是用尽了 所有力气一样 以无力逃顿 头一歪 斜斜地 从空中坠落 眼看着 就要香消玉玉 关键时刻 花青丝甩出一道红灵 将他缠绕 一拉一扯间 便将叶千寒 扯出了黑暗笼罩的范围 然后与刘炎两人 带着他和张若曦 头也不回地逃了 见此情形 杨开哪儿还会犹豫 一转身 空间秘术加持之下 顺移而走 此地所有舞者 他都已指望不上 唯有依靠自己 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得尽快恢复力量 而在杨开走后不久 那气灵才收起战锤 黑暗消散 他扭头四望 只见这四周 一片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也无 不过他很快便将目光 锁定在杨开逃走的方向上 提着那战锤 身形晃动间 便已追了过去 玉青山 距离枫林城 只有约摸一万里而已 曾经有圣灵鸾凤 在此现世 一口灭世黑炎 坟灭大片森林 即便已经过去近两年时间 那灭世黑炎 也依然没有熄灭的迹象 一直在身上熊熊燃烧 而那一片地方 已经彻底成为了焦土 方圆百里范围内寸草不生 有的只是漫天的黑炎 这一片地方自然荒凉破败 但却成了许多修炼火系神通武者的福天圣地 许多主修火系神通或者功法的武者 都不愿千万里前来此地 参悟那灭世黑炎之中 蕴藏的神妙力量 这毕竟是上古圣灵 在此地留下的本命生活 威能无穷 若是能够炼化一丝的话 一生都受益无穷 杨凯早就听说在玉青山中 有许多火系武者聚集 他也曾想过找个时间带刘炎来吸收试试 刘炎连那一根鸾缝之雨都能量化肉体 没道理奈何不了这些灭世黑炎 只不过想归想 这段时间一直忙忙碌碌 出不开身 他空间秘术接连思维之下 不过片刻时间便已来到了玉青山 抵达当日被鸾缝 肆虐之地 放夜一扫 此地确实聚集了不少舞者 各个体内气息暴躁处涉 显然都是修炼了火系功法或者秘术的人 察觉到阳开前来 不少人睁开眼 瞧了他一向便不再关注 杨开神念扫过 面色不禁一尘 因为他发现此地竟没有什么像样的舞者 大多数都是一些虚妄景 甚至反虚境的 道远近舞者 导远无几 即便有几个也不过是道远一层镜 根本派不上多大用场 他本指望依靠这里的舞者来帮他阻拦一下气灵 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泡汤了 不过很快 杨开就眼前一亮盯着那黑炎焚烧的中央某处 那里竟有一片约摩石杖方圆的安全地带 黑炎并没有弥漫到那一处位置 想了想 他开口说道 诸位 此地马上将和有危险来临 若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走开 一言出 众多舞者都从打坐中醒来 睁开眼睛 目露不满地朝他望去 更有人黑黑音笑一声 威胁道 小子 你刚才说什么 有种你再说一遍 这说话之人见杨开年纪轻轻 以为他的修为并不是很高 所以也没把他放在心上 杨开瞧了那人一眼 微笑道 我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我也是在劝大家 为大家好 小子 你怕是想独占这神火吧 一个面色苍老的老者 冷冷地瞧着阳黑 说道 年轻人 许之与人方便 便是与自己方便 这神火覆盖了方圆本里范围 你随意找个地方 坐下仓物其中玄妙便是 何必来招惹众怒 就算你实力不足 要知道双拳难题四手啊 老夫劝你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别说些有的没的 杨开大汉说道 我没有要参悟这神火玄机的想法 只是危险真的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 什么危险 一个人高马大 修为有着道远一层镜的舞者冷哼一声 杨开也从没见过这家伙 不知道此人是不是外来的舞者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封林城确实出现了很多外来之人 倒也不足为奇 这人怒喝道 小子修得胡言乱语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杨开闻言 面色一变 皱眉感知了一下 苦笑道 好了 这下你们想走怕是也难了 什么 小子你敢威胁我道 信不信我剥了你的皮 岂有此理啊 这小子也太不把人放在眼中了 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就在众人七嘴八舌 愤怒之时 一道破空声忽然响起 气灵的身影在不远处显露 让众人为之一愣 全都面色狐疑地 朝气灵望去 待察觉到气灵体内 那暴力邪恶的浓郁气息之后 众人无不变色 这才知道杨开所言非虚 走啊 还傻坐在这里干什么 找死呀 杨开抱贺一声 一言出 众人全都脸色大变 气灵这样子一看 就不是好惹的家伙 而且一身气息 几乎能媲美帝尊敬了 众人哪还敢有什么迟疑 纷纷起身 各战身法朝四周逃顿 气灵致若网闻 似是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杨开 星红的毛子 犯着极其邪恶的光芒 不大一会儿功夫 所有在此地参悟黑炎玄妙的舞者 便走了个一干二净 杨开冲气灵 一笑道 我倒是很好奇啊 你到底有多少灵质 这般说着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说道 知不知道这是几啊 气灵默然 杨开大笑道 这是二呀 笨蛋 话音才弄 气灵便举起了手上的战锤 杨开见此 面色微变 身形一晃 便直接窜到了 那黑盐包围之中的安全地带 猖獗大笑道 来打我呀 有种进来打我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杨开给刺激到了 杨开话音落下 气灵果然身形晃动间 便朝他冲了过来 只不过 优移踏进黑盐焚烧之地 气灵便仿佛被什么东西遮了一样 猛地朝后退去 他那漆黑的身体上 竟是一下子沾染了几座 小小的黑色火苗 火苗虽小 却是熊熊燃烧 经久不睡 鲁凤黑盐天下无物不焚 便是地宝置身其中 也会被融化成铁水 只是此地 黑盐毕竟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又没有鲁凤本体加持 所以威力无形要小胜很多 饶是如此 也不是那么轻易会熄灭的 气灵似是察觉到了危险 不断催动力量 想要熄灭那火苗 却是始终无法做到 情绪慢慢暴躁起来 但见他提起魔兵战锤 直接朝自己身上敲了过去 一激之下 污名升起 气韵之威猛地跌宕开来 杨凯眼帘一缩惊害道 这么狠 若说气灵是诞生自魔兵战锤 那这样敲击自己的身体 一个不是有可能引发一些 不可预测的后果 气灵显然是灵智不足 信守失为罢了 但这一下竟是收到了奇效 黑战锤轰击的火苗 似乎暗淡了不少 气灵见此 歪着脑袋响了一会儿 似是觉得找到了好办法 然后拿起战锤 不断地敲打自己身上 着火的地方 杨凯冷眼旁观 觉得他大概是要忙碌好一阵 顿时安下了心 冷哼道 你慢慢玩 等会儿本少来教你如何做人 说完之后 杨凯便闭眸凝神 抓紧一切时间 恢复自身力量 先前他吞咽了不少灵灯 如今药效都凝结在血肉和经脉内没有化开 导致体内原理还有些受阻的迹象 如今他需要做的便是将那些药效全部化解干净 引导进自身每一处血肉之中 气灵依然在黑炎的范围外 不断拿战锤敲击自己的身躯 忙得不可开交 时间缓缓流时 足足一个时辰后 气灵才勉强地将身上的几簇小火苗熄灭干净 不过经历刚才那一幕之后 气灵四世也意识到 这黑炎不是好惹的存在 竟不敢往内再冲去 只是站在外面不断地嘶吼咆哮着 焦躁不安地朝杨开示威挑衅 杨开哪会搭理他 一直盘膝打坐 调吸力量 又过了一个时辰后 某一刻 杨开忽然睁开双眸 身态已不复先前的虚弱疲惫 变得神光熠熠起来 他长身而起 咧嘴冲那气灵 宁笑道 哼 你死定了 气灵怒吼咆哮 杨开却以身形晃动 直接顺移出了黑炎覆盖之地 下一刻 他便扑至气灵面前 双眸灿若星辰 直视气灵那星红的眼睛 看我 杨开低声抱贺 气灵也不知能不能听懂他所言 但却本能地抬头朝杨开注视 四目相处之下 杨开左眼处金光闪烁 灭视魔眼已开 一股射魂定神之神庙 跌宕开来 朝气灵压制过去 气灵表情悠然一逮 而下一刻 一柄战刀的虚影忽然自杨开眼中浮现 一晃之下便悬浮在气灵的意识之海中 那战刀长不过无耻 通体精雕细琢 刀柄出雕龙刻缝 通体散发着极其强悍的气息 斩魂斗 这还是杨开炼化了这地宝之后第一次动用 气灵毕竟是地宝化形 他也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 所以一出手便是最强的手段 斩魂到污名不止 一圈光月自刀身内弥漫开来 无数烦傲符文萦绕刀身 杨开低贺一声 破天一击 化落之时 斩魂斗轰然沾下 启灵四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吃痛大后 整个躯体都变得幻灭不定 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迹象 破天一击毕竟是杨开从天眼那里 学来的神魂秘术 这段时间他亦有闲暇 并以此秘术祭练斩魂斗 所以此刻出刀第一击威力奇的 不过因为祭练的时间太短 更因为杨开修为太低 没能完全炼化斩魂斗 所以这一击的力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过已经够了 一击之下 气灵跌跌后退 竟是丝毫没有反抗的力量 宁为实质的身躯光芒黯然 眼看着就要有崩溃的迹象 他却没有丝毫胆怯 反而愈发凶残 高高举起手中的战锤 做事朝杨开砸来 杨开眼帘一缩暗叫不妙 惊急之下 左眼出一朵雪白的莲花 花苞呈现 圣灵 花苞一闪而逝 同样出现在气灵的意识之海中 以他的神魂力量为源泉 徐徐绽放 两大神魂秘术配合神魂地宝 杨开几乎是底牌进出 这才让气灵的动作僵硬在原地 而他的左眼处一缕金色鲜血 徐徐流行 而随着那莲花的逐渐绽放 气灵身上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了 眨眼的功夫就变得透明起来 很快 气灵原本所处之地 只剩下那莲花绽放的吸引 待到完全绽放开来之后 砰的一下爆散开来 唯独剩下那战锤遗留在杨开的面前 杨开大口喘息着 面色苍白无血 还不等他有什么动作 那战锤竟是微微一晃 欲要逃离此地 还没死 杨开失声惊呼 这气灵连吃他两大神魂秘术 竟是没有被斩杀当场 其顽强之程度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眼看着战锤欲要破空逃顿 杨开直接丢出了玄界珠 双手掐绝 空间法则萦绕之下 那玄界珠表面前方忽然裂开一道空间裂缝 拦住他 杨开大吼一声 空间裂缝之中忽然探出一只巨壁 赫然便是法身之壁 法身张开五指 仿若大山一般压下阵索一方空间 让战锤逃无可逃 先及他伸手一握 将战锤握在手心处 然后收回小玄界中 空间裂缝也逐渐消失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莫莫 尝试着站起来也是再次跌倒在地 一股相风袭来扶住了他的身躯 杨开尽心地扬头望去 杨开尽心地扭头望去 一下便看到了刘炎的面孔 主人 你没事吧 刘炎紧张地问道 杨开尽心地摇了摇头 用扭头看了看四周 发现花青丝也跟来了 立刻明白两人应该早就到了 只是一直隐匿在远处 察觉到这边的战况之后 才现身出来想要帮忙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边的战斗结束的如此迅速 其实若非杨开之前 收取元晶矿山消耗太大 也不至于与气灵纠缠这么长时间 气灵虽然是地宝化险而出 但却被神魂攻击克制 杨开所掌控的神魂秘术强大无品 只要让他恢复了足够的神魂力量 对付气灵并不难 不是 杨开摇了摇头虚弱道 若曦呢 刘言道 这边太危险 奴婢让他跟着那个 叫叶清涵的女人了 杨开汗手道 如此就好 我且先恢复一下 刘言 你试试看能不能吸收这鸾缝黑盐 若能吸收 对你的成长有极大的好处 奴婢正有此意 刘言美眸中闪烁着极其火热的光芒 盯着那覆盖方圆百里范围的蔑视黑盐 仿若看到了什么可口美味的食物 伸出星红的舌头舔了下嘴唇 杨开又望着花青丝道 花姐 玄界珠交给你照看了 居然 叫我花姐 花青丝还是头一次 听到杨开这么称呼他 不禁愣了一下 待反应过来的时候 杨开已经闪进了小玄界内 玄界珠却在一股余力的作用下 朝他飞去 哼 臭傻子装嫩 花青丝撇了撇嘴 对杨开的称呼很是不满 不过很快心神便被玄界珠所吸引 放在眼前仔细端详起来 他虽然一直待在小玄界内 但这还是头一次见到玄界珠的本体模样 一时间不禁好奇万分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大能知识 竟有如此神通 将一方世界量化成一枚珠子 很快便将布满抛之脑后 兴致勃勃地研究起来 这毕竟是地宝 若是能从中窥探到一丝奥秘 对他的成长也有巨大的帮助 他暗暗猜测 杨开之所以这么精通空间力量 怕都是参悟了玄界珠奥秘的缘故 其实他这倒是想错了 杨开修炼空间力量在前 得到玄界珠在后 正是因为他修炼了空间之力 所以当年杨炎才会将玄界珠交与杨开使用 若非如此 玄界珠恐怕还没有杨开的份 不过杨开也确实从玄界珠的法则内 领悟到了不少关于空间法则的奥秘 小玄界中杨开又得现身 正了一会儿后才惊呼道 这么浓郁的灵气 他直到此刻才发现 小玄界内的天地灵气 竟比先前要浓于五六倍不止 一个轰鸣大笑声传来说道 那你以为先前在那灵眼处 吸收的灵气去了哪里 杨开瞧了法身一眼 黑然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的灵气被吸收进来 如今这里的修炼环境 怕是比那些一线宗门的修炼圣地 都不差了吧 法身汉手道 确实不差 不过此地灵气毕竟是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 得不到补充的话 总有耗尽的一天 杨开未然道 小玄界天地法则不完善 虽然自成一片世界 但想要让他自主诞生灵气 还需想办法让他演化天地法则才是 说着话 他抬头瞧了一眼法身 眯眼道 你靠着这圆经山是什么意思 法身宝箱庄严 一手掐掘 意识握紧那魔兵战锤 紧挨着圆经矿山而坐 说道 修炼四天战法 这圆经矿山中 出产的可都是中品圆经和上品圆经 你省着点用 四天战法 天下无物不适 法身 连武者的一身血肉精华 都能吞噬根茎 化为几身力量的圆泉 更不要说这圆经矿山了 四天战法运转之下 只见那圆经矿山中 源源不断地 领起朝法身体内涌去 犹如万流归海 气象万千 法身道 放心了 我已将此山一分为二 另外一半留给你使用 杨开汉手道 如此最好 有时间的话 给我把那一半敲碎了 说不定哪天需要用到圆经 我且先恢复着 待会儿与你细说 化落 杨开已经一闪身 出现在药园附近 盘膝坐下 药园此地有不老树 生机澎湃 它先前虽然没有受到太重的伤势 但毕竟消耗太大 有不老树的生机补充 也能恢复得更快一些 一念起 小旋舰内的灵气 齐齐朝杨开所在之地汇聚而来 转瞬间 并让他四周的灵气 有雾化成叶的迹象 杨开敞开身心 运转悬空 尽情吸收 几身的气息 以很快的速度 平复下来 力量迅速恢复 半个时辰后 杨开再次龙惊 猛虎起来 脸色红润 双眸明亮 辜负此前的虚弱和狼狈 他受了功法 身形一闪而逝 重新出现在法身面前 庞大的法身似有所感 睁开眼瞧了瞧杨开 四目对视之下 杨开一道 那气灵似乎并没有被彻底抹杀 还存有一线神魂 躲藏在战锤之中 你小心了 法身咧嘴一笑 张开五指嗡声道 你说这个 杨开定眼望去 只见法身掌心之中 一团黑气凝结成团 似有灵性般 左冲右突 欲要脱离掌控 但此地乃是小玄境 法身与杨开神念相通 一念起 小玄界法则为他所用 这黑气又如何能够逃走 虽被握在手心上 却为四方天地所镇压所定 就如困在笼中的猛兽般 你把他逼出来了 是他自己逃出来的 什么情况 大概是感觉到了危险了吧 你做了什么呀 也没什么 法身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大辣辣的说道 把那战锤吃下去了而已 杨开文言顿时嘴角一阵抽搐 哎 好的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 那可是上古魔宝 是地宝级别的存在 你貌人吞下 对几身 使天战法 无物不是 区区魔道战兵 又算得了什么 你还没修炼这功法 所以不清楚其中玄妙 不过放心 我既然敢这么做 自然是有一定把握的 莫说只是魔道战兵生灵 若我再强大一些 便是你封印在体内的魔念 也可以尽数吞噬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杨开身体一阵 惊声道 这也可以 那这功法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大概也只有我这副身体 能够做到了 若你修炼 必然是不成的 你的肉身 虽然足够强大 但也无法支撑住 那精纯魔气的污染 若修炼是天战法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丧失自己的神志 沦为杀戮的机器 明白了 乌蒙山这老匹夫 果然是不安什么好心 只是不知道 他当初为何要传我 这样一套功法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恐怕也想不到 你能按捺住诱惑 不去修炼这功法 反而将他教育了我 若没有你的话 说不定我会真的去尝试修炼一下 毕竟 世间战法的名头太大了 是个人怕都抵挡不住这份诱惑 罢了 你且炼化吞噬着吧 若真能炼化掉 这魔道战兵 对你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话落 杨开已经身形疑惑离开了小玄界 重新出现在玉青山中 放眼望去 花青丝盘膝坐在地上 背靠着一棵大树 正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手上的玄界珠 杨开瞧了他一眼 见他似乎没有回神的意思 伸手一招 并将玄界珠收了回来 左右瞧了瞧 恶然道 刘炼呢 他竟没发现刘炼的踪影 甚至连此地 原本覆盖方圆百里范围的 蓝凤黑银也消失不见了 回去了呀 花青丝起身打倒 杨开瞧了一下 神念一动 果然在玄界珠内的某个地方 发现了刘炎的踪迹 不过此刻 他却是被黑火缠身 面色艰辛地运功炼化 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小玄界的 应该是法身将他收回 不过 让杨开惊诧的是 刘炎竟只花费了这么一点时间 就将蓝凤黑银给吸收殆尽 可看他的架势 想要全部炼化的话 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行 你也回来 我还有事要做 杨开说了一声 便将花青丝收回了玄界珠 然后取出一块传信罗盘 一边往内传递信念 让秦朝阳照看一下张若曦 一边往回路赶去 据花青丝所说 张若曦如今是跟在那个叫叶清涵的女子身边 虽然杨开也觉得叶清涵子女不是什么坏人 但托付熟人照顾一下自然更好 得了秦朝阳的回应之后 杨开这才收起传讯罗盆 空间法则跌宕一瞬百里 少亲他便重新回到了那十八灵眼所在的地方 局目望去 此地的地势因为先前的大战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明显便是在那战场所在 出现了一面 战地 约摸 方圆万丈左右的灵狐 先前 气灵一锤砸响 将地下空间砸得坍塌 直接导致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然后十八灵眼下方的灵液涌动出来 将这凹坑填充 逐渐汇聚成湖 这是真正的灵湖 那湖中波光淋淋之湖水 全都是液化的天地灵气 在短短不过几个时辰的时间 这湖泊竟已然溢满 长出的湖水朝四周扩散 化为精纯浓郁的天地灵气 充斥这一方空间 熟知不尽的舞者 围惧在灵湖四周 个个都神情振奋 这些人显然都是从风陵城里赶过来的 而阳开抵达此地之时 湖泊中已经挤满了舞者 每一个舞者都占据着一块地方 抓紧时间运转功法 吞噬西周此地的精纯灵气 而越是往湖泊中心靠拢 舞者的修为就越是强大 那些道远镜的舞者 基本上都占据在中心位置处 而围惧在湖泊四周的 则是一些反虚境 虚王境层次的舞者 不时的有人 为争抢一块地方 而大打出手 瞧着此地情景 阳开心中了人 知道这里必定要成为名阳整个南狱 乃至星界的修炼圣地 迟早要被那几个顶尖势力所把持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寻传舞者想要进入其中就不可能了 最起码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能看出这一点的并非阳开一个 只怕基本上所有的道远镜都有做东西 知道眼下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所以都在抓紧时间 尽可能地在此地修炼一阵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风铃城出现灵狐的消息 怕已经朝各大松门处飞去了 最多不过三日功夫 便会有帝尊敬强者 驾临此地 接管着灵狐 杨开看到了先前那些道远镜的舞者们 也看到了秦朝阳等人 张若曦和叶清涵 与秦朝阳等人在一起 占据着灵狐中间一块不错的位置 杨开没去与他们打招呼 而是悄悄地寻了个位置 潜了下去 狐下也有很多舞者潜心修炼 杨开施展出虚无秘术 收敛几身气息和气血波动 在那浓郁的灵气之下 若非近距离肉眼观察 根本不可能察觉到杨开的存在 他一路往下 直接来到了十八灵眼先前所在的地方 此地已经没有人了 大概是因为先前魔兵战锤 化形而出的缘故 所以大家对这下方忌惮不已 不敢太过深入 唯恐遇到什么危险 杨开乐得如此 神念外放之下 寻到十八灵眼所在的中心处 然后取出玄界珠 打开戒之缺口 任由那灵眼流淌进小玄界中 己身则是盘膝运功 巩固道远两层境的修为 小玄界中因为法则不完善 所以无法衍生出自身的天地灵气 想要保持那样良好的修炼环境 只能通过外界补充 此时此地自然是最好的补充时机 在那些地尊境强者驾连之前 杨开的时间不多 一旦等到地尊境强者来了 他就没办法如此收集灵气了 渐渐地杨开入定下来 星神空明 不为外物干扰 而与此同时 在灵狐四周的舞者 却是发现了离奇的一幕 这湖水怎么不往外蔓延了 诶 果真如此 不但不蔓延 竟还有缓缓下落的趋势 难不成 这灵狐只是昙花一现 过不了几日便要消失了 闭上你这乌鸦嘴 风铃城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修炼圣地 怎会轻易消失不见 湖水回落只是正常现象 过不了多久便会平稳下来 众多舞者虽然发现异常 但却不明原因 甚至连那些道元镜级别的强者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如此修炼良机 显然不是追究这一切的时候 所以湖泊上只是搜动了一阵 便重新安稳下来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29集 《两一路》 数千人汇聚此地 越往外围 人数越多 更有舞者不断地 从风铃城那边 听到消息朝此地赶来 加入这修炼大军 场面壮观至极 放在平时 如此多的舞者一起修炼 天地灵气 绝对无法供应充足 但如今 这灵气都浓郁到 化为湖泊的程度了 即便来上十几万人 也不可能将所有灵气 吸收干净 时间缓缓流逝 不时地有舞者突破晋升 每当此时附近受到干扰的舞者 都会不满地 朝那静声之人望去 口中骂骂咧咧咧 若有察觉到突破大境界的 契机的舞者 则会自觉地离开此地 前往最外围 寻觅一个合适的地方 迎接那天地能量的洗礼 整个灵湖 乃至整个风陵城附近 一时间出现了 净声突破的热潮 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 笼罩在这方圆十万里地界 时间缓缓流逝 足足三日之后 湖泊下方正在打坐修炼的阳开 忽然似有所感 一下睁开了眼睛 微微叹了口气 不满地自语道 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说着话 他双手掐掘 将玄界珠收起 身形晃动间 便直接来到了灵湖上方 而就在阳开现身的下一刻 伴随着羞羞之声 几道身影破空而来 突兀地出现在这灵湖上空 几人灵空而立 也没有刻意释放几身气息 但当他们现身之时 所有正在此地修炼的舞者 都悚然一惊 抬头朝他们瞩目过去 待看清几人的面容之后 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青阳神殿高雪亭 天悟圣地陈文浩 乌华殿风鸣 岂有商会增援 紫园商会楼差 竟连兴神宫的萧大人也来了 这六人对风鸣城的无数舞者来说 可是熟面孔了 上次蓝凤献身之时 也正是这六人驾临风鸣城前来查探 最后还是他们主持开启了星神宫的五色宝塔 让风鸣城舞者得以在其中历练 本以为上次能够见到诸位大人尊荣 已是天有之幸 此生万万不可能再次目睹 却不想时隔两年 这六人竟再次汇聚一堂 而且重新返回了风鸣城 这对风鸣城这样一个小城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平常的时候 即便十几二十年 也不一定有一位帝尊镜路过此地 可是如今 帝尊镜竟是隔三差五的就来上一趟 一时间 灵狐四周左右雅雀无声 春落可闻 众人都目光景仰地朝上方望去 那六人似乎已早想到了这一点 紫园商会的楼翅黑然一笑道 老夫一直觉得这风鸣城有些不太寻常 早就想在此地设置分布 却一直没闲暇功夫处理 如今看来设置分布是不可避免之事了 虽说在风鸣城中也有紫园商会的产业 康斯然曾经掌管的灵丹坊便是紫园商会拥有 可分布和产业是两码事 分布是一个商会的象征 必定有强者坐镇 统筹全局 而产业的话可大可小 灵丹坊便是一个极小的店铺 小到若不是风鸣城几次三番出现大事 楼翅甚至都不会听闻的程度 但楼翅却对每一个分布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若紫园商会真在此地设置一个分布的话 那必定能在极大的程度上 带动风鸣城的经济发展 假以时日 风鸣城也不会再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池了 马后炮 曾元痴笑一声 七药商会和紫园商会 并为难与两大商会 彼此之间本就竞争激励 曾元与楼翅同为商会副会者 自然彼此互相看不顺眼 此刻听楼翅如此说 顿时噎了他一句 你这死胖子 若真如此有先进之名 为何现在才说 楼翅瞇着眼睛 瞧了曾元一眼 哼道 本座的高瞻原主 去是你们这些凡人可以仰卧 使劲吹 吹牛不要钱 曾元一脸不屑 楼翅怒吓 准脸看向小语阳 抱拳道 秀大人 楼翅请求 与这马脸怪武斗 以绝生死 曾元眉头跳动 额上青筋乱冒 咬牙道 怎么说话呢 叫谁马脸怪呢 他把脸一拉 本就长长的脸颊愈发长了 楼翅挟视着他 哼道 那你叫谁死胖子呢 曾元讥讽笑道 汉还不许人说了 有本事你把这一肚子肥肉割掉啊 说话间他还笑呵呵的伸手拍了拍 楼翅的大肚男 楼翅往后退出几步 大喝道 哎 你这马脸怪 说话归说话 莫要动手动脚啊 他转头看向萧宇阳说道 邱大人 你也看到了 这家伙欺人太甚 老夫今日便与他不死不休 行了 行了 萧宇阳一脸爆寒 两位都是生意人 喝起生财的道理不懂吗 一见面就打打杀杀的做什么 就下面的小家伙们 看了笑话很好玩 两人闻言往下方一瞅 顿时见到无数双目光盯着他们 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似是无比惊诧 抵尊警竟是这副模样的样子 哼 跟你们站在一起 真是丢人 高雪亭一脸比一地望着两人 嗯 身份和威望都被拉低了 陈文浩面无表情地接道 风鸣在一旁黑黑笑着 眼中金光闪动 忽然他神色一动 扭头朝某个方向望去 祈祷 诶 这不是那炼制了太妙丹的小子吗 怎么也在这风鸣城中 顺着他的目光 众人一下全都朝阳开望来 果然是他 肖羽阳微微一笑 说起来 我一直觉得这小子有些面善 原来是之前在风鸣城见过呀 这小子是个人才 我紫园上会要了 楼翅双眸冒光地朝阳开望去 曾元哼道 人家说不定早就有宗门了 轮得到你去拉咯 楼翅冷哼一声 楼某亲自出面 哪个宗门敢不给面子 马里怪 老夫可跟你说好了 这次你要敢跟我争强 我非跟你拼命不可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曾元眉头一皱 沉默不语 似是在考虑其中得失 高雪亭淡淡说道 楼副会长 你这样擅自做了决定 问过我的一姐妹 楼志文言 眼桌子瞪圆了 望着高雪亭恶然道 赵官高长老什么事啊 高雪亭立了下耳边秀发 平静道 这小子早已是我的人了 一阵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 萧宇阳也是目露意思 不停地瞅着高雪亭 你 你当然 楼志彻底结巴了 只感觉这句话蕴藏的信息量好大好大 曾元更是目瞪口呆 弱弱地说道 温天主他没意见吗 能有什么意见 高雪亭茫然地望着曾元 不知道他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很快他便像是想起了什么 面色一寒 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焦躯震动之下 地宝列阳镜一下子悬浮在头顶 从那镜中 烈焰喷涌 让人浑身肌肤生疼 高雪亭寒声道 你们若敢擅自胡思乱想 本宫就将你们切成十八块 为什么是十八块 这么明确的数字 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楼翅到底是个生意人 一听到这数字就想要较真 这不是重点好吧 曾元比一地瞧了一眼楼翅 暂看向高雪亭的 如此说来 这小子也是青阳神殿的弟子了 高雪亭冷哼一声 收了列阳镜 也没作答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哪里会告知众人 自己虽然拉拢阳开 却被他婉拒的事情 真要是说出来 也太丢面子了 他好歹也是青阳神殿 这样大势力的长老 亲自出面 拉拢一个道元镜舞者 竟还没能成功 这事说出去 怕都没人敢相信 小义阳微微一笑道 蓝薰的丫头 对着小子 可是推崇被制 觉得他日后必定能成就伪业 高长老既已收了这小子 那肖某可要恭贺一番了 肖大人客气 高雪亭淡淡回道 几人说话之时 一直在往阳开所在的方向望去 惹得阳开身边住人压力如深 额头冷汗直冒 大多数人都目光惊奇 不知阳开为何会得 如此多强者的瞩目 好了 诸位既然已经集聚此地 那还是先处理这灵狐之事吧 肖义阳岔开话题 目光朝下方灵狐望去 猫中金光闪烁道 来此之前 我虽然了解了一些这边的情况 却没有想到 此地灵气竟能浓郁到如此程度 陈温浩面色一动 沉声问道 比之神功的天极修炼圣地如何 其他人也都好奇地朝肖宇阳望去 想知道星神功的天极修炼圣地 到底有多么厉害 肖宇阳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略有不如 但也相差不远 一言出 众人皆是心中震动 这下面的灵狐 乃是他们此生所见灵气最浓郁之地了 本宗任何一处修炼之地 都无法与之比较 但却敢不赦 星神功的天极修炼圣地 可想而知 那天极修炼圣地中 蕴藏的灵气该多么浓郁 也怪不得 星神功能一直称霸南遇 批除明月大帝 这位顶尖强者不说 但是那天极修炼圣地 便能造就无数强者了 足以满足一个宗门绵延的需求 意识到差距 众人心中都有些落寞 却不说这个 此地灵狐下方 似有十八处灵眼存在 灵眼灵气源源不断 才能造就灵狐 可若任由他们如此持续下去 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干涸了 得先将此地镇压封锁才是 肖宇阳说话间 朝楼翅望去说道 老秀我记得你的地堡两一路是有封印镇压之销的吧 楼翅傲然一笑道 肖大人好具象啊 肖宇阳道 那就有劳楼兄了 肖大人之命 老猫自当尊从 话落之时 他往前踏出一步 神色一下肃然起来 那脚步踏在虚空之处 却建设出 肉眼可见的涟漪波动 超四周扩展 无穷第一 降临弥漫 围聚在灵狐四周的舞者们一见此景 哪里还不知道 帝尊敬强者要出手了 脸色微变之下 纷纷往后退去 免得被余力波及 而牢翅则虚空一握 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本厚重的典籍 那典籍似是从古老的时空横空而来 承载无数岁月的邪灵和跌宕 弥漫着一股旋之又旋的气息 众人的目光一下被吸引过去 阳开也是目露惊光 他虽然知道 楼翅拿出来的是一件地堡 但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种类型的地堡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玄妙神通 蕴藏在内 地堡两一路 段元山却似乎早有听闻一样 在一旁嘀吓一声 这不就是一本书吗 怎么变成地堡了 张若曦没见过多少世面 而且出口无忌 心中有不解 便直接开口问了出来 段元山笑道 秘宝形态千万 可不一定非得是刀枪棍棒什么的 但形态越是奇特的秘宝 拥有的力量就越是奇特 这两一路会有所耳闻 据说它本来确实是一本典籍 只是吸收了不少地尊敬强者的地运和地义 逐渐化为一件地堡 为楼翅大人所获有极强的力量 张若曦听的云里雾里不明其中厉害 但几位道元竞舞者却都是表情凝重 凝视楼翅手中的地堡 心中暗暗振奋 都在想若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敬升地尊敬 拥有地堡那便好了 天空中 楼翅神情凝宿 手掐灵局 在那两一路上连拍几下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鸽铁芒 谁中浮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炼巅峰》 第2030几天空中 龙翅神情凝肃 手掐灵绝 在那两一路上 连拍几下 羞的一声厚重的两一路飞射而出 悬浮在灵湖上空 一股玄妙的气息随之跌宕出来 楼翅浑身上下地意涌动 地微弥漫 手上灵觉不断变换着口中滴吟 随着他的念念有词 两一路忽然无风自动 书叶哗啦啦作响 而随着书叶的翻动 大片大片的金光从中飞射而出 如垂柳一般朝四周辐射出去 那金光之中蕴藏着难以言喻的力量波动 似能镇索一方天体 将那天体化作囚笼 楼翅上的法觉结印 速度越发迅速 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优得他法觉一收口中低喝道 远吉 轰 金光大放 要的人睁不开眼帘 在这一刻 几乎所有围惧在灵狐边上的舞者 都被一股无形而柔和的力量推散 跌跌后退 却不伤分毫 只退出百丈开外 才堪堪 稳住身形 但那金光散去 众人取目望去 顿时张大了嘴巴 只见那灵狐上风 此刻竟是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半圆形光幕 直接倒扣在那 将灵狐四周的封锁彻底 灵器不能外泄分毫 整个灵狐 占地方圆万丈 但楼翅只是凭借一己之力 便将之封印镇压 而且事后 看来脸不红 心不跳 似乎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众多道远镜舞者个个都眼冒金光 心向往之 幻想着不知道哪一天 自己才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而做完这一切 楼翅才一转身 宠萧羽扬手道 行不如命 萧羽扬手 有劳 说完之后 他往前跨出一步 目光往下方一扫 所有围惧在此地的武者 都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膛 每个人都感觉 在萧羽扬的一扫之下 正在注视着自己 被一位新神功的迎新使者注视 谁敢不端正一些 萧羽扬声道 封林城 炸谢灵狐 此来此地之福 亦是我难以之福 但灵狐虽然灵气浓郁 可若放任不管 必有枯竭一致 所以 徐仙将之封印 具体如何使用这灵狐 造福苍生 还须我与诸位大人 仔细商议才是 说着话 他忽然目光朝段元山望去 和颜悦色地说道 段城主 你乃 丰林城城主 也来参与一番 段元山顿时受宠若惊 面色红润 闻言抱全道 大人向妖 乃段某之幸 萧宇阳汗手冷声道 不过 诸位且放心 这灵狐 既然出现在封林城 那便无人可以抢走 我等 也不会将之强行霸阵 待商议妥当之后 必会开放给所有人使用 而等 静候好消息吧 什么 这灵狐还会开放出来 真的假的 我没听错吧 我是从修大人口中说出来的 断然不会有假了 修大人好样的 星辰公果然是我难以霸主宗门 就是阔气豁达 一群舞者本以为这灵狐以后再没他们使用的份了 可一听萧宇阳这么说 纷纷炸开了锅 一个个面露喜色 可却有不少人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萧宇阳身份尊宠 地位超绝 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 他说要日后开放 那必定是会开放的 但日后若有武者想要进入灵狐圣地修炼 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最起码也要达成一定的条件 或者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行 否则不管哪个阿猫阿狗的都可以进去 这方圆万丈的灵狐也容纳不下呀 可以想象 不出一个月 封灵城灵狐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南域 到时候 一些没有宗门没有背景的散人舞者 都会蜂涌而来 欲要在灵狐中抢占一个修炼的位置 封灵城必定会成为整个南域主墓之地 也必定会吸引无数强者驾临 段元申身为封灵城城主 手下封灵城本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小城池 可眼看着就要变成整个南域的香菠菠了 一时间心中百感焦急 又是兴奋又是担忧 兴奋的是 有灵狐在此 封灵城想不做大都不可能 只要能够吸引到一定的人才过来 封灵城日后必定会迅速壮大 成为顶尖城池 担忧的是自己实力不够 压制不住那些外来的强者 一时间他不免有些患得患失 好了 诸位也都散了吧 相信用不了多久 诸位便会听到好消息的 萧宇阳说话间摆了摆手 众多舞者闻言 哪还敢继续停留 纷纷冲他抱拳 朝封灵城的方向赶去 杨开 高雪亭忽然喊了一声 杨开转过身微笑道 高长老有何吩咐 晚上来我房间找我 高雪亭神情淡淡地说道 啊 杨开顿时窘在原地 正准备打到回府的舞者们 也全都僵硬在原地 扭过头去 目瞪口呆地望着高雪亭 一个个眼珠子瞪圆 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都在想 这位青阳神殿的高长老 看着冷若冰霜 不尽人情 没想到竟也是如此主动之人啊 一时间 众人望着杨开的眼神 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不知道这小子到底哪里出彩了 居然让高长老这般青睐有加 几个帝尊景也是表情精彩 虽然都知道高雪亭不是那个意思 可这话怎么听都感觉不对 你们干嘛摆出这副表情啊 高雪亭冷眼望着身边的几位地尊敬 翘脸冷的几乎能刮下一层寒霜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炼巅峰》 没 没什么 哎呀 肚子闹腾得厉害 怕是昨夜受凉了 增援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 手捂着自己的肚子 似是下一刻就要死去的样子 来之前吃了点东西 想蓝氏吃坏了 娄斥也表情艰辛地回头 哼 你们在逗我 高雪亭冷冷一笑 两大商会的副会长都善善一笑 不知该如何作答 关键时刻 小雨阳倾壳一声道 咱们说正事要紧 对对对 陈文浩把脑袋点成了小鸡啄米 生怕高雪亭也来问自己 另一边 杨凯尴尬了一会儿 才正策抱拳道 遵命 高雪亭汉手道 你去吧 杨凯这才如蒙大赦 拉着张若曦 随着人流朝风临城赶去 一路上 无数舞者都盯着他瞧个不停 就连罗云也表情古怪的 瞅了他一眼 妈的 没天理啊 本少生得如此玉树临风 英俊潇洒 那位高长老看都不看我一眼 凭什么对你这般亲切啊 宁远树在高山流水二老的保护下 隔着一段距离 冲杨凯嚷嚷嚷道 一脸不愤的表情 杨凯吃笑一声 把头一甩 额头黑发飞扬 吹了口气道 唉 很明显 我比你帅那么一点点 这话说的你自己信吗 宁远树冷笑不迭 先生最帅了 张若曦忽然在旁边 娇羞地插了句话 说完之后又低下了头 杨凯黑然一笑 伸手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瓜子 说道 小丫头眼光不错 等你长大了一点 定能找个好郎君 才不要 张若曦声若文矣 瞧着这一男一女 公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谈情说爱的 宁远树鼻子都气歪了 又得杨凯脸色一素 沉声道 少公主 趁这个机会 咱们把话挑开了说 什么话 宁远树恶然 杨凯瞥了他一眼 说道 正好高山流水二老也在此地 便让他们也做个见证 你大哥宁远城之死 我轻眼目睹 闻言 高山流水身躯一阵 宁远树也是眼泪一缩 嘶吼道 果然是你小子干的好事 杨凯亨道 我虽然看到了 但宁远城可不是我杀的 那是谁杀的 沐霄 沐霄 宁远树眉头一阳 露出茫然之色 似是没有听闻过 可高山流水却是眼帘微缩 高山惊声道 两年前老夫曾听闻 在这方林城中 有沐霄为祸 散播沐霄之种 吞噬神魂 奴人为仆 正是 杨凯汉手道 宁远城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沐霄种子寄生 谁也没有发觉 当日知识说起来挺曲折的 不过既然宁远城 是你们飞圣公的人 那我便讲给你们听听 灯下 杨凯将那日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高山沉饮许久 才开口说道 与你所言 那一日拍卖大会进行之时 兴神宫企图寒冷 尾随大公子等人离开 在城外伏击截杀夺宝 虽胜了我胜功 留一只留长老 但被寄生在大公子体内的木秀 暗算致死 不错 杨凯汉手 我也只是路过那里 不曾想碰到了这样的事 当时我的修为只有虚王三层镜 神仙打架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 所以将一切都看在眼中 杨凯补充道 什么 你当时是虚王三层镜 高山流水文言愣了一会儿 才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惊声喝道 若杨凯所说不假 两年前他不过虚王三层镜 可两年后 今日他已经是道远两层镜 几乎就是一年一个小镜镜 这等镜声成长的速度 简直太恐怖了 找这个速度成长下去 明年岂不是道远三层镜 后年岂不是地尊镜了 当然 道远镜突破地尊镜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可给阳开十年二十年 他总可以做到吧 更何况 高山流水还听闻这小子 在四季之地中吞服过一厘 太妙丹 净升地尊镜的几率 比一般人要高出很多很多 一想到自己两人 苦苦追寻大半生 也摸不到的地位门槛 这小子却在年纪轻轻 就有净升突破的希望 二老心中都不是滋味 各种酸甜苦辣涌上心头 百感焦急 所以说 阳开一摊手 宁远城之死与我无关 宁远树皱着眉头 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所言 沉默片刻后 才忽然惊醒道 那我大哥的东西呢 听说你之前 曾经使用过 我飞圣宫的一栋楼船密宝 那密宝在何处 还有 我大哥在那拍卖大会上 还拍得一只火系气铃 那气铃又在哪 少公主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啊 阳开挟视着宁远树 少装糊涂 我大哥死便死了 可他的东西 还是我飞圣宫的 本少需要追回 别这样嘛 飞圣宫家大业大的 一两栋楼船密宝 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不算什么 那你还给我 宁远树大叫 好吧 那就如实告诉你们 那楼船密宝 已经毁了 我毁了 宁远树把眼珠子瞪大 吃惊的 不可能 那可是道远级楼船 足以防御 寄尊境以下的 武者一阵猛攻 不可能如此轻易损毁 那样的楼船 便是我非圣公 也没有解送 正是毁在 寄尊境强者的手上 楼船密宝 确实被毁了 被带走末小七的凤仪 一击打成碎片 凤仪 可是帝尊三层境级别的强者 毁个楼船 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为了补偿 阳开的损失 凤仪便交予阳开一件 木舟密宝 虽然不及楼船 庞大恢弘 但盛在简洁轻便 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宁远树文言 顿时嘴角一抽 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啊 高山也惊道 你与帝尊境强者过招 竟然没死 一时间 飞圣公几人 将阳海惊为天人 也不算过招 阳开脸色一红 只是在被容宁而已 幸好那位前辈 没有下杀手的意思 再说了 宁远城死后 那楼船也就成了 无处之物 谁捡到就是谁的 我捡到 那自然就是我的了 你们还迭迭不休 做什么呀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2031集 滚蛋 好 宁远树低贺一声 就算楼船被毁了 可那火系气灵呢 据说那气灵 可是已经生出了 自己的灵质 杨开痴笑一声 寿公主都已经说了 那气灵已经生出灵质 当然是跑了 跑了 你之前又不是没见过 生出自身灵质的气灵的厉害 杨开冷笑一声 他口中所指 自然是那魔道战兵的气灵 魂眼宁远树脸色微变 明显想起了之前气灵发飙的一幕 不由的有些神情骇然 怎么说来 什么都没了 高山眉头一皱 还能有什么呀 我不是给你们一个交代了吗 杨开轻笑一声 至于你们飞圣公 另外一个强者傅思通 这人实力强大 我就算说是我杀了他 你们恐怕也不会相信 瞧你也没有那个本事 宁远树冷笑一声讥讽道 傅长老之死 段承着已经说过了 乃是被摸起侵蚀的缘故 这就是了 杨开一拍手 笑嘻嘻的 那咱们的误会就算是解开了 以后可不要有事没事的就来纠缠我 说我害了你们飞圣公人什么的 少公主 我瞧你也不错 日后大家好好相处 还是好朋友吗 一听他说好朋友三个字 宁远树布金 有些条件反射般的左右张望 唯恐那魔兵气灵再次杀之 你这话你说了不算 高山缓缓摇头 那你们说了算 杨开脸色一冷 我们说了也不算 流水接的 那谁说了算 你若真的问心无愧的话 不妨与我等回一趟圣公 仅此是让圣公他老人家解释 有公主定夺 侯子 既得回圣公一趟 温吟扬开一声轻笑 柔有深意地望着高山 说道 两位护法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了 什么 我愿意跟你们解释这些 非怕你们拒你们 只是不想平白招惹麻烦 你们爱信不信 但若是再敢无缘无故地招惹我 哼 他说着话 脸上满是笑意 但那眼中却是一片冰寒 高山流水 莫名地浑身一冷 忽然生出一股极其危险的感觉 不由瞳孔咒缩 转念意想 杨开这小子跟青阳神殿高雪亭 高长老关系匪浅 人家高长老刚才还当着好多人的面 让他晚上去房间找他 有这一层关系在 他们也不敢再对杨开动手 否则激怒了高雪亭的话 他们性命堪忧 即便是公主亲自立临 怕也拿杨开没有办法 除非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掳走 想到此处 高山流水二老顿时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了 高山说道 杨少 你要是不愿跟我们回圣宫也行 不过你得给我们修书一封啊 我等好拿给公主查阅 免得公主怪罪下来 说我们玩乎职守 来了一趟风陵城 啥事也没干成 关我屁事 杨开冷哼 别呀杨少 有话咱们好好说嘛 高山舔着脸殃求 滚蛋 杨开说话间 把地宝百万剑往身前一横 凝声道 我再说最后一次 你们若是依然纠缠不休 冥顽不灵 就羞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说话之时 澎湃眼里跌宕而起 精准的神念 也狂暴而出 朝高山流水二人照去 高山流水神情大害 只感觉在这一瞬间 面前的青年的身影 忽然变得无比高大 遮蔽了他们眼前所有的光明 那外放的气势 就如大山一般压在他们的胸口 让他们无法喘息 直到此刻 两人才忽然明白 杨开的实力只怕不在那螺原之下 仿若一瞬间 又仿若千万年 等二老回过神时 眼前已不见杨开踪影 背后一片湿淋淋的难受 对视一眼都瞧出了彼此的惊骇 这人不能再招惹了 高山沉生的 一脸后怕的表情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若是再招惹阳开的话 只怕真要惹得他 大开杀劲 嗯 流水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重重汗手 那我就这么白白被他打了一顿 宁远树一脸悲愤地指着自己的脸颊 他之前可是狠狠地羞辱过我 而且装盘也被他杀了 这口气我飞圣公钥匙蹲下去 这让本尚日后如何再难运混 高山瞅了他一眼 叹道 中盘亲宁小人死不足惜 至于少公主你 劝当本蚊子咬了吧 宁远树闻言 嘴角一阵抽搐 可二老都如此说了 他就算想要报仇也无能为力 只感觉嘴中的苦晒过吃了黄连 秦家杨开与秦朝阳等人一起返回 他如今在枫林城中算是无处可去 本来他还有处租赁的洞府 只是上次实现到了之后便没有再租用了 好在秦家对他来说也不是外人 住下也理所当然 八方门住人自然也回到此地 在罗园和圆脸女子的带领下去往自己的院落 各自分道扬镳 不过杨开与小罗园这小子的眼神很危险 怕是还想找自己打一场 不禁头疼不已 杨老弟 此处院落是老朽吩咐下人特意打扫出来的 也是我秦家最好的住处之一 你便在此休息 秦朝阳亲自带着杨开来到一处院落前 开口说道 有劳秦家主了 杨开含熏道 客气客气 若有什么需要和吩咐 只管招呼下人便可 好了 不打扰你休息了 我去看看育儿情况如何 秦家主走好 带到秦朝阳走后 杨开才领着张若曦朝内行去 一边走一边看 院落占地面积不算太大 但却盛在清静悠雅 打扫得一尘不染 而且灵气还算充足 让杨开比较满意 观望了一会儿 杨开便让张若曦自己找个房间住下 这才回过头来 一脸无语地望着一直跟在自己身后 不声不响 却如影相随的叶清涵 深深地叹了口气 叶清涵见他如此 连忙轻咬着红唇 挤出了一丝微笑来 别笑了 比哭还难看 杨开一脸嫌弃的模样 叶清涵文言 娇去一颤 脸色发白 眼圈都红了 有什么事 进来说吧 杨开外头失业了一下 推开一间厢房的门 走了进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链巅峰》 叶清涵文言一正 翘脸上的委屈一下化为喜悦 娇声道 谢谢杨少 他急忙跟了进去 唯恐杨开反悔似的 厢房内 杨开左右观望了一下 还没看清屋内的摆设和装饰 叶清涵竟已迈着小碎布 端起板凳 摆好位置 放在了他的身后 柔声道 杨少请坐 杨开瞧了他一眼 也没客气 伸手一摆衣袍 大马金戈的坐了下来 叶清涵已经拿起桌上的茶壶 给杨开倒了杯水 放到他面前道 杨少喝水 说完之后 他还束手一扶 顿时桌子上面出现了一个果盘 果盘里摆上了一些 鲜嫩喷香的灵果 他微笑道 这些是妾身从千叶宗里带出来的 也不知合不合杨少胃口 还望杨少不要嫌弃 杨开顿时表情古怪起来 他还从来没被人如此服侍过 暗暗觉得叶清涵这女人 若是当个丫鬟仆人什么的 必定很是称职 你这么安前马后的想干什么呀 杨开一脸警惕地望着他 你不会看上我了吧 先说好 我这人虽然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得万千少女少妇的喜爱 他一甩头发 画风一转 沉声道 但我已是有家世的人了 却你还是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的好 叶清涵被他说得一通脸红 脆道 杨少说什么呢 他一阵哭笑不得 还真没见过这般不要脸夸赞自己的人 啊 不是这样啊 杨开神情一善 呵呵干笑两声 说道 啊 开个玩笑 不要再厌 说话前 他伸手拿起了桌上的一支灵果 放在嘴中 巴唧巴唧吃了起来 感觉味道还不错 连连点头道 说吧 想请我练什么的 呃 什么 叶清涵被他问得糊涂了 一脸盲人 杨开痴笑道 你自认出我之后 便一直跟着我 还这般殷勤周到 八面玲珑 就差没有以身相许了 难道不是要求我办事吗 是 叶清涵轻轻看守 难道不是要我练丹 叶清涵恍然大悟 微笑道 杨少练丹之术 出神入化 连太妙丹 此等绝系灵丹 都能练之成功 在此道之上的造诣和天资 自然非常人能及 虽是马屁 但拍得舒服 杨开黑黑一笑 叶清涵道 可是 妾身找杨少 并非是要请你练丹的 那时 要做什么呀 杨开眉头一皱 这下是真的警惕起来了 叶清涵解释道 我千叶宗 虽不是什么大宗门 但宗内 还是有一位 道远镜练丹师的 所以 练丹之事 并不需要劳烦杨少 我找杨少 是想请你修复一样东西 修复东西 什么东西 叶清涵抿了抿红唇 又左右观望了一下 似是很警惕的样子 迟疑了好半晌 才说道 空间法阵 空间法阵 杨开眼灵一缩 黑黑一笑道 看样子 我身负空间神通之事 有不少人都知道了呀 他在四季之地中 当着那么多人 人的面前动用过空间力量 这事情自然是隐瞒不住的 对此 杨开也早有预料 只是没有想到 叶清涵找自己 竟是因为这个 他显然是想借助自己的空间力量 来修复那个空间法阵 叶清涵道 切身也是听别人说的 若只是修复空间法阵的话 未必需要用到我吧 那些阵法大师不也可以吗 若是普通的空间法阵 那些阵法大师自然也能修复 但我千叶宗那个 也找过几位阵法大师 甚至连公家的人都请过了 可依然无法修复 公家的人都无法修复 杨开文言一经 似是想到了什么 低贺道 难道是两界空间法阵 叶清涵美眸一亮 汗手道 杨少果然目光如举 正是两界空间法阵 杨开神情微动 携视着叶清涵问道 你们千叶宗有秘境 叶清涵苦笑一声 就知道瞒不过杨少 不错 我千叶宗确实有一处秘境 本是弟子们进入其中历练的地方 那秘境 也不知道是生于哪个空间夹缝之中 在何处流浪 除了使用那个空间法阵进入之外 再无别的办法 可是两千多年前 那空间法阵莫名的失效了 自那之后 我们便再也无法进入其中 那秘境对你们千叶宗很重要 我千叶宗在两千多年前 虽然比不得青阳神殿 天舞圣地这样的顶尖宗门 但也算是一线势力了 可惜自从那秘境入口关闭之后 便年年没落 只是今日已失 说到这里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杨凯冷笑一声 哼 门人不努力 关秘境屁事 这天底下又不是每个宗门 都有自己的秘境的 真要是用心向上 有没有秘境都没区别 叶清涵俏脸一白 色声道 杨少说的是 只是两千多年前秘境入口关闭之时 那一任宗主 将宗内的许多传承都带了进去 甚至还有我千叶宗的镇宗之宝 没了那些传承 我千叶宗许多神通都法修炼了 最关键的是 我千叶宗的巨灵大镇 本是以那秘境为源泉布置下来的 入口一关 宗内的灵气就 我明白了 杨凯听到这里 已经有些知道叶清涵的意思了 丢失了许多神通的传承 乃至镇宗之宝也就罢了 关键是没有灵气的供应 武者修炼最需要的就是灵气了 灵气一息不 千叶宗弟子的实力 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叶清涵咬着红唇 沉声道 妾身想请杨绍随我去千叶宗一趟 将那密境入口的两阶空间法阵修复 杨绍若能答应的话 妾身与千叶宗上下必定感激不尽 另外还有众礼奉上 这个 那个 杨开眼珠子乱转 顾左右而言他 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想出什么借口 只能说到 嗯 事情我知道了 不过本少很忙的 这样吧 你且先回去 待本少哪天有空了 就去你们千叶宗一趟 必不会叫你们失望就是 叶清涵哪里瞧不出 他是在敷衍自己 若真听他的话就这么走了 只怕等到白头也不会见到杨开 只能苦苦哀求的 杨绍 这普天之下能够修复本宗那空间法阵的 唯有精通空间力量之人了 但空间力量太过玄妙复杂 寻常人连入门都不可能 道士听闻东玉灵兽岛上有一位大人精通此道 但那位大人可是帝尊三层境级别的强者 我区区千叶宗如何能请得动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本少区区道远两层境 你就可以请得动了 杨开瞥了他一眼 叶清涵连忙摆手道 切身不是那个意思 杨少无怪 杨开汉手道 你说的那个人我也曾听闻 灵兽岛啊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32集 小伙子肌肉不错 莫小七似乎就是灵兽岛的 虽然他从来没有亲口承认过 但随着杨开 对星界各方面的信息的了解 再加上凤仪 那恐怖绝伦的修为实力 逐渐猜测出 莫小七的出身 也不是太难 也只有灵兽岛的人 才能驱使那么多 妖兽贵己作战 想起莫小七 杨开也不知道 这丫头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她来星界时间不长 结识的人也不多 一个康斯人 竟收到道元竟层次后 被紫园商会调走了 一个莫小七 被凤仪给抓回去了 见杨开神游方外 好扮上没动静 叶清涵咬了咬牙道 其实 切身之所以会来找杨少 也是因为旁人的举荐 哪个混蛋这么没有到的 你告诉我 我保证不打死他 杨开顿时怒了 叶清涵名字一笑道 龚文山 杨少应该认识吧 是这小子 杨开眼镯子一凸 你认得他 龚文山自然是那天河谷 龚家的后起之秀 龚家是镇法大家 龚文山也是镇法大师 在那四季之地中 他可是借用了 四月神殿的封印之力 将无常阻挡在外 让天舞圣地 这位青年俊艳 错过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这小子看着亨头亨呢 其实货胆包贴 一肚子坏事 杨开子们也没有想到 竟是龚文山 跟叶清涵举荐了自己 叶清涵答道 前些年曾请他来过 千叶宗修复那空间法阵 却没能成功 龚师兄说过 想要修复那阵法的话 就必须得找一个 精通空间力量之人 三个月前 妾身接到她的传信 让妾身来找杨绍的 妾身本想着 等这边的事情 处理完了之后 去青阳神殿碰碰运气 却没想到 竟在这里偶遇了 杨绍你说 这是不是缘分呢 她一脸雀跃欢喜的模样 好似那回春的少女一样 哼 越难吃你之间才有的缘分 你要跟我有缘吗 叶清涵抱寒 善善道 杨绍说笑了 妾身怕是没这个福分 我跟龚文山那小子 也只有一面之约 不熟 他说的话自己负责 不关本少的事 叶清涵深深地吸了口气 悠悠道 杨绍果真不肯帮忙吗 他轻咬薄唇 楚楚可怜 一副我见游灵的模样 非我不愿意帮忙 只是真的事情太多了 无暇分身 我不是跟你说有空就去吗 杨开解释道 叶清涵沉隐了一会儿 这才咬牙道 不瞒杨绍 我亲夜宗的秘境之中 有一处绝地 明幻地天谷 若能在其中修炼些时日 对日后晋升地位 有巨大的帮助 杨开一脸笑盈盈地望着他 那笑容意味深长 叶清涵俏脸一红的 非信不过杨绍 只是此事事关重大 切身不敢随意透露 否则并会引来 无数道远镜舞者的觊觎 我亲夜宗如今实力不强 根本无法抵御 杨开黑然道 替天谷这个名字好 很有气势 不过 这关本少什么事 叶清涵剁交道 若杨绍真能修复那空间法阵 让秘境重回千夜宗 切身可以做主 让杨绍进入其中 你在千夜宗的身份 杨开眯眼望着他 叶清涵道 切身乃千夜宗宗主之女 如今的千夜宗宗主 叶恨正是家父 哈哈 原来是少宗主啊 真是失敬失敬 叶清涵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道 杨绍笑话切身 别说是千夜宗的少宗主了 就说非圣公的少公主 在杨开面前 还不是被他给打成了猪头 所以叶清涵根本没觉得自己的身份就有什么特殊的 最开始也没有要跟杨开说明的意思 但如今不说也不行了 否则根本无法取信杨开 杨兽 切身求你了 叶清涵语气诚恳 表情哀怨 家父年事已高 若再不能突破地位 只怕用不了几年便会撒手人寰 可今生地位岂会那么简单 而地天谷 便是他能取得的最大机缘了 也是最有希望得到的 杨兽 你若能帮我千夜宗这次 不管什么要求 切身都可以答应你 他说着话 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让杨开为之侧目 杨开沉默起来 叶清涵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抿着红唇站在那里等待着 心中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安静的厢房中 心房内喘出激烈的心跳声 许久杨开才叹了口气道 唉 罢了 念你一片孝心 我便随你走一趟吧 真的 叶清涵喜极而泣 不敢置信地望着杨开 不过现在不行 你也知道 枫林城这边还有点事 等这边处理完了 咱们再动身 不急不急 反正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 不急于这一时 不过话说在前头 杨开正自望着他说道 我也只能保证一事 可不担保一定能修复那空间法阵 有杨少这些话就够了 你自己找个地方休息去吧 要走的话我会通知你的 杨开摆了白手 叶清涵道 那切身就恭候杨少嘉音 说完之后他才脸阵翼里 款款退去 临走之时还不忘贴心地 关上房门 带他走后 杨开才叹息一声坐了下来 自语道 唉 又是麻烦事啊 他与叶清涵非亲非故 与千叶宗也毫无交集 自然不想去蹚这个浑水 但叶清涵实在是够缠人的 杨开觉得若不答应他的话 他大概会追着自己到天涯海角 到时候只会更麻烦 真要如此 整天屁股后面跟个少妇 一脸哀怨地望着自己 让不知内情的人看到 还以为自己对他使乱终切了呢 成何体统啊 不过叶清涵口中所谓的地天谷 倒是让杨开有些兴趣 那里既然是能够让武者突破地位时 获得帮助 那肯定是跟感悟天道武道有关系的 杨开如今 虽然只有道远两层镜的修为 但多感悟一些天道武道 对自身的成长也没有坏处 服录以太妙丹的话 他日后竞生地位 必定水到渠成 一时无话 杨开在房间内打坐修炼到午夜时分 才刚刚竞生道远两层镜 自然需要好好巩固一分 夜色凌空 杨开推门而出 身形晃动之下 不过十几席功夫便来到了成主府 成主府门外的护卫 对他来说如同虚设 但在进入成主府的那一刹那 杨开却是忽然浑身肌肤易冷 只感觉树道强大无匹的神念 扫过自己的身躯 一闪而逝 虽然是极短的时间 但还是让他浑身一抖出了一身冷汗 那几道神念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帝尊敬强者拥有 显然是肖语阳等人 都住在成主府中 其中几道神念只是查看了一下他 便一下收了回去 却有一道一直若有若无地牵引着他 杨开吸了吸鼻子 顺着那神念传来的方向行去 不多时便来到了一间厢房外 他抬起手 还没来得及敲门 便听到里面传来高雪亭的声音 进来 杨开闻言推门而入 正见高雪亭盘膝坐在床上 美眸明亮地望着自己 杨开离子一笑道 小子见过高长老 没想到当日一别 竟在这风林城内又再次 高长老 你做什么呀 他话还没说完 便见到高雪亭一挥手 原力跌宕之下 房门轰然关闭 随即整个房间内都张开了一道 无形的结解 将厢房笼罩隔绝内外 太谨慎了吧 这也要开结解 一个不满的声音 在另外一间厢房内响起 小雨阳睁开眼睛 一脸玩味地嘀咕道 高丫头 这是要做什么呢 本想看看 那小子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这下泡汤了 与此同时 诸位帝尊镜居住的房间中 个人都是撇嘴不顿 显然之前都在窥探高雪亭的房间 结果被结界阻挡了 一时间 厢房彻底被割绝 杨开吞了口口水 不知道为何 有种不妙的感觉在心中蔓延 把衣服脱了 高雪亭面无表情地望着杨开吩咐道 啊 杨开脸色大变惊声道 这这这这不合适吧 啰嗦什么 高雪亭冷哼一声 见杨开磨磨唧唧的 顿时不耐烦起来 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整个人竟忽然来到了杨开面前 然后伸出一手 直接朝他抓了过来 杨开只感觉 那纤细的玉手 刹时间化为五指大身 朝自己笼罩过来 不由地生出一种 必无可避的感觉 紧接着脖子一紧 便被高雪亭给贴了起来 下一刻 杨开整个人 在一股外力的作用下 滴溜溜旋转了起来 伴随着旋转 身上衣物迅速脱落 飞射而出 眨眼见杨开被脱的 只剩下内裤了 高长老 住手啊 杨开凄力大叫起来 高雪亭置若罔闻 伸手一射 便让杨开停了下来 然后捏起兰花纸 出指如风 忽然在杨开身上 各出药屑连点几下 同时美眸闪烁光芒 紧盯着杨开身体的变化 她的美眸层次分明地 扫过杨开身体各处 将她全身上下几乎看了个遍 好一会儿之后 她才微微汗受到 嗯 很好 没什么大问题 话落之时 杨开才忽然感觉 那束缚自己的力量 消失殆尽 她一阵连滚带爬 赶紧窜到了高雪亭的床上 拿被子裹住了自己的身躯 瑟瑟发抖 一副心灵受到 巨大创伤的模样 高雪亭冷笑一声 还害羞了 杨开一脸苍白 嘴角抽搐道 高长老 你到底要做什么啊 她这才明白 高雪亭为何要布下结局 这场景若是叫人看去 只怕清净三江五湖之水 也洗不清了 高雪亭正色道 你的修为进展速度太快 前不久还是道元一层镜 如今静已是两层镜了 本宫只是检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隐患 你以为本宫要做什么 说到后面 高雪亭眼中闪烁起一阵寒光 让杨开不寒而栗 要检查的话 也不用这样吧 杨开枯丧之力 若只如此 自然不用这样 但本宫听闻 今日有魔兵气灵出世 而且你追着去了 本宫需要仔细确定 你没被魔器侵蚀 好歹我也年纪不小了 又不是小孩子 本宫的年纪 足以当你祖奶奶了 看一下你的身体又有什么打紧的 说到此处 高雪亭嘴角一迎 讥笑道 小伙子肌肉倒是不错 看样子肉身不俗啊 高长老妙赞了 杨开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善善善说道 结果呢 结果还不错 高雪亭说着话 伸手虚抓了几下 将杨开的衣服全抓了回来 然后丢给他 说道 近身速度虽然很快 但并未出现根基不牢的几下 也没有被魔器侵蚀的痕迹 杨开窃窃道 要是被魔器侵蚀了 怎么办 那你现在就是个死人了 高雪亭凤谋一乐 瞧着他说道 怎么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的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杨开连忙摆手 心中暗下决心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高雪亭知道 魔念就被封印在自己体内 甚至连魔道战兵 也在自己手上 小子有古怪啊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本宫 高雪亭声音一冷 杨开苦笑道 哪有的事 高长老误会了 高雪亭深深地凝视着杨开 好一会儿才说道 如此最好 若是叫本宫知道 你有什么隐瞒不说 定要你好看 杨开不敢吭声 只在被子里 稀稀索索地穿着衣服 不多时杨开已穿好衣服 你想霸占本宫的床到几时 嗯 高雪亭冷眼瞧着他 杨开这才垂头丧气 无可奈何地从床上爬起来 在高雪亭面前站好 我问你 那魔兵气灵去了何处 都说那气灵是追着你而去的 但今日我与萧大人等人一路查探 追踪到了玉青山时 却丢失了痕迹 似是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便是萧大人也看不出丝毫的端倪 你可知他去了哪里 杨开连忙摇头表示不知 那你又是如何安然脱身的 高雪亭眉头紧重 杨开黑然一笑道 高长老也知道 小子修炼了空间力量 逃跑这事我最擅长了 当时我跑到玉青山 施展了脸稀秘术 悄悄地躲在虚空中 那气灵追至 查探一番后无果 便自行离开了 至于他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 高雪亭深深的凝视着杨开 那美眸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似要看见杨开的内心深处 让杨开一阵心虚 唯恐被他瞧出什么破绽 好办上 高雪亭才汗手道 嗯 若是叫本宫知道 你有什么隐瞒不报 定轻饶不了你 杨开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叫晕道 哪敢啊 料你也没这个胆子 高雪亭说话时 坐在床檐边 轻叹了一口气道 唉 不过真要是说起来 倒是本宫几人疏忽大意了 当日与那魔人大战之后 若是能仔细查探一番的话 说不定 也不会有这次的麻烦事 他一声叹息 一脸自责的表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默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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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地子的身份名牌 高雪亭淡淡回道 呃 杨开哑然 悬起苦笑道 可是高长老 小子并非神殿地子呀 拿着名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了 高雪亭回道 杨开挣了一下 不住地点头道 高长老 这是要强买强卖呀 要不要征询一下我的意见 高雪亭挟视了他一眼 说道 上次不是征询过你了吗 这么长时间 难道你还没想好 杨开忙道 我还要再多想想 此事太过复杂 小子一时无法想得透彻 还请高长老 多通融一些时日 多久 二五十年什么的最好了 杨开说完之后 看到高雪亭脸色一下多了一层寒霜 蒙道 当然 十年八载也马马虎虎了 哈 高雪亭忽然冷笑起来 杨开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浑身冰寒 脚底板都快抽筋了 杨开不由地打了一层寒霜 今日我已当着肖大人等人的面 说过你乃我神殿弟子 绝了楼翠 绝了楼翠拉拢你的意图 你若再敢拒绝本宫 明日本宫便告诉他们 你已被我逐出神殿 你可知会有什么后果 杨开冷汗一下子下来了 他还真不知道楼翠想要拉拢自己 这么想的话 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得锋芒态势 怕是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了 若自己没有青阳神殿弟子光环笼罩 肯定会被其他的强者争抢拉拢 杨开一下明白 高血亭给自己这身份名牌 并非是要逼迫自己做出选择 而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他之前仔细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 显然也是因为担忧自己修炼出了叉子的缘故 想到此处一股暖意浮上心头 杨开忽然觉得有这等长辈关怀 加入青阳神殿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他轻呼一口气 一脸世人 微笑抱拳道 那弟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多谢长老厚爱 高血亭上下瞧了他几眼 汗手道 嗯 如此可叫 顿了一下他接道 不过因为你情况特殊 所以你也无需遵守神殿的诸多规矩 以前你是怎么过的 以后还怎么过 神殿也不会对你多加干涉 你可明白 明白 杨开闻言一喜 当然了 你日后如何行事 也只是关心你自己 不能代表神殿 若敢给神殿惹出什么麻烦 哼 你懂的 高血亭凤谋寒微 冷哼一声 懂 我懂 杨开不住的点头一脸冷汗 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既拿了名牌 那便算是神殿的弟子了 你可有什么修炼上的难题和不解的 本宫现在得闲 倒是可以给你解答一下 高血亭换了副脸色 和颜悦色的问道 杨开神色一阵 连忙将自己修炼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问了出来 高血亭也是极为负责 详细的跟他解释 而且对自己修炼和感悟天道武道的经验 也是毫不私藏 亲属相告 高血亭本以为 指导一个道元两层镜的武者修炼 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 可随着与杨开的声谈 却是不得不收起那血液的神态 因为杨开所问之问题 竟都是一些极为关键深奥之事 有一些连他本人都没有揣摩吐彻 逐渐的这种请教 竟变成了两人探讨印证自身的武道 直到天亮时分 杨开才离开城主府 回到秦家之后 立刻找秦朝阳 寻了一间密室 闭关修炼起来 时间悠悠 一晃便是一月有余 这一日杨开出关 刚刚静声的道元两层镜修为已彻底巩固 密室之中 他检查着自身状态 对这段时间的进展极为满意 就在此时 他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面色变得古怪 下一刻 他连忙祭出了奴虫镯 神魂灵体顿化而出 闪进奴虫镯内查探起来 之前还在青阳神殿的时候 杨开找高雪亭 要了许多无相玄草 用来喂养这些士魂虫 而这段时间以来 士魂虫一直在那个巨大的翁中 自我吞噬 繁衍净化着 直到今日 才似乎有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 士魂虫位于奇冲榜天榜十一 排名甚高 在神游镜的世界中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经过神游镜历练之后 杨开也对士魂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今日一察觉到他们有所动静 杨开便迫不及待的想要来查探一番 大翁内一片静悄悄的 似乎所有的士魂虫都在沉睡 但杨开炼化了奴虫镯之后 对奴虫镯内的空间一切都了弱指掌 自然知道这种宁静只是假象 他神色肃然的呆了片刻 这才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 伸手一掐绝将大翁打开 探头往内一瞅 杨开顿时见到翁内密密麻麻 呈现出乳白之色 宛若产茧一般的存在 布满了整个翁壁 有许多白姐都列出了口子 不断的有进化之后的士魂虫从内爬出 然后将白姐胡论而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士魂虫从茧中诞生出来 一时间整个翁中都响起了咔嚓嚓的声音 仿若万禅时僧 这么大 杨开吓了一跳 本来的士魂虫根本无法用肉眼观察的 它们本就是极为细小的虫制 唯有神识才能发现它们的踪迹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吞噬进化之后 士魂虫的个头明显变大了 一个个足有米粒大小 身上覆盖着一些漆黑的纹路 那黑色的纹路中有明显的魔道气息 显然是之前吞噬过上古精纯磨气的缘故 不但如此 这些士魂虫似乎比之前都要凶残狠力 让杨开看着都一阵头皮发麻 短短不到一刻中的功夫 这些士魂虫就全部破茧而出了 将自己的白茧吞噬殆尽 得了充足的营养之后 这些士魂虫振翅飞出大翁 杨开警惕地往后退去 远远观望 只见那大翁上方 一下子汇聚出了一朵虫云 数量上 自然比原先的士魂虫少了很多 但这气势和规模 却是远不是之前的那一批可以比拟的 杨开暗暗心惊 觉得当时若是带着这样的一批士魂虫 进入神游世界的话 碰到那个班青的帝尊境 只怕根本无需与他偷奸耍滑 单靠这些士魂虫 就足以让班青狼狈逃窜了 他观望许久 这才心颖移动 朝士魂虫下达了一个指令 正在飞舞的士魂虫 一下子全朝他扑了过来 嗡嗡之声不觉鱼耳 杨开神情严肃的站在原地 一脸凝神戒备随时准备出声 少亲他被虫云包裹着 紧接着一只士魂虫落在了他的身上 抖了抖翅膀安稳不动 静静的趴在那里 又是一只 大片大片的虫云落下 将他包裹的里三层外三层 彻底遮蔽了他的身影 但所有的士魂虫都安安静静 没有对杨开发起攻击的意图 反而在一层无形的联系之下 这些士魂虫都对杨开言听计从 杨开忍不住放声大笑 只感觉奴虫主果然是个好宝贝 当时在神游境世界内的时候 杨开就感觉到自己的那批士魂虫已经不太受控制了 之后从天眼那里得到的另外一批士魂虫 与他更是毫无心神上的联系 可是如今 这进化之后的士魂虫 却乖乖的听从他的号令 如必食指 最大的功劳自然要归于奴虫卓了 这一件地堡没有攻击和防疫的能力 但却克制天下所有的奇虫意志 乃虫帝必生之心血 对付士魂虫果然是有奇修 如此一来杨开就再无后顾之忧 日后遇上强敌之时 士魂虫也能成为他的一种敌对手段 誓言一番 杨开大为满意 心念微动之下 让那些士魂虫重新返回大翁修养生息 这奴虫卓内部的空间 似乎对奇虫意志的生存 有一些微妙的促进作用 待在这里的奇虫意志 不但不会死亡衰弱 反而会越来越强 当然 若想士魂虫更快地成长 杨开还需要找到更多的 无相玄草喂养他们才行 无相玄草并不算什么太过珍惜的灵草 许多大宗门本身就能培植出来 所以不难寻觅 只是杨开所需数量庞大 必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换作以前 杨开还未必能够承担得起 但如今他有一座元晶矿山入手 短时间内根本无需为元晶而发愁 自然可以大肆采购 一念至此 杨开连忙将心神 顿出奴虫灼 睁开眼睛站起来打开密室 准备去城内买些无相玄草来 推门而出 杨开立刻感觉到四周那不同往日的天地灵气 似乎在他闭关修炼的这一段时间内 封灵城的灵气密度又增加了不少的样子 这让他倍感惊奇 因为当日楼赤可是动用了地宝两仪路化为封印 将那灵狐镇压住了 按道理来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封灵城这边的天地灵气会越来越稀薄 逐渐变得跟以前一样才对 可这么些天过去了 灵气不但不解 反而有增加的迹象 让杨开百思不得其警 就在这一时 一道亮影从不远处积舍而来 在他面前显化而出 正是叶清寒 杨少 你出关了 叶清寒上下打量了杨开一眼 发现他气息沉稳 神光内敛 不禁羡慕道 杨少此番收获似乎不小 马马虎虎 杨开咧嘴一笑 既已决定随叶清寒前往清叶宗 对他也就没有那么排斥了 神色动了动杨开亚然问道 你不会一直守在这里吧 叶清寒善善一笑 反正切身也没旁的事做 杨开道 你放心 既然已经答应你了 我就不会跑的 必会随你前往千叶宗 切身没有要监视杨少的意思 叶清寒连忙摆手 神情慌乱道 切身只是 只是 他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理由来 不由的惊慌失措 唯恐激怒杨开 杨开笑了笑说道 算了 陪我去买点东西吧 买好了咱们就动身 叶清寒神色一喜 连忙焊手道 好 好 当下两人便朝城内赶去 沿路走过 杨开发现 封林城内的舞者 嬉戏叔叔 不负往日的热闹 但街道上的每个舞者 都是喜气洋洋的表情 似是撞了大运一样 不由的感到奇怪的很 开口问道 这些家伙一个个笑得跟朵花一样 碰到什么好事了 叶清寒抿嘴笑道 封林城如今已不同往日 灵气比之前浓郁了三五倍不止 他们自然开心 对了 这事我正要问你呢 杨开转头看着他 这灵气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变得浓郁了 叶清寒的 杨少这一个月一直在闭关 自然不知道封林城的变化 事情是这样的 以星神宫萧大人为首的几位大人 在一个月前上议了几日功夫 决定将那灵狐所在之地 改造成一处修炼圣地 所以 他们便从各自宗门内调来人手 而在十天之前 那边的改造事宜已经全部完工了 如今灵狐所在的地方 已经成了明镇整个难遇的修炼之所 惹得无数舞者去之若鹜 蜂拥奔来 封林城内也有许多人都去看热闹了 所以城内便人影萧条 听他这么一解释 杨开才明白 封林城的人为何突然变少了这么多 感情都是去那灵狐所在看热闹去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继续收听《武恋巅峰》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武恋巅峰》 《武恋巅峰》 《武恋巅峰》 哦 杨凯亚然 风铃城也有管理的份 自然 林护公本就在风铃城旁边 由风铃城出面管理是最好不过了 这下 风铃城可算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了 杨凯黑黑一笑道 我能想象出断城主乐极开怀的模样了 叶青汉民嘴笑道 确实 断城主如今实力虽然还是道源三层境 但有了林护公的话 他的地位已经水涨船高 只怕与那些一线宗门的宗主门主 都能平起平坐了 地位不低 修为不够 难以扶重啊 杨凯眉头一皱 有些为断云山感到担忧 叶青汉瞧了他一眼 说道 这点 杨少倒是不用担心 萧大人已经做主 将断城主和最久翁副城主二人 受为星神宫外门弟子了 另外 这两位城主 也在青阳神殿 天舞神殿等 诸多顶尖势力下挂了一些闲职 杨开听得一脸呆滞 这也行 叶青汉手眼红唇 娇笑道 怕是无奈为之吧 诸位大人果然是高见 此事虽然从未听闻过 但如此一来 怕是没有人敢轻视断城主和九老了 也不敢不服从他们的管辖 如今 段元山和九老二人 虽然修为都不太高 但背靠着整个南域 数大顶尖宗门 数棵大树 管理封林城和灵狐宫自然不在话下 谁若是敢不听从号令 那就等于是与整个南域所有的顶尖势力为敌 哪怕吃了穷心豹子胆 也不敢如此行事 不过 萧大人好气魄呀 新神宫也不愧是南域霸主 气度就是非同一般 杨开由衷言道 说实话 新神宫若真想要霸占灵狐宫的话 只怕没人敢反抗 毕竟有明月大帝坐镇新神宫 其他顶尖势力根本无力与之抗衡 可是新神宫没有这么做 反而牵头带领着诸多势力 将新神宫打造成了一处 面向整个南域开放的修炼圣地 由此可见 这霸主宗门的大度和气量 不是每个宗门都能这么做的 即便是青阳神殿温子山 若有这样一处修炼圣地落到他手上 杨开估计他也会偷偷摸摸地藏起来 作为青阳神殿弟子的修炼之所 人总是有亲疏有别 这是人之常情 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替旁人去考虑 继续说 杨开示意道 灵狐宫效仿了新神宫对修炼圣地等级的划分 也分为天地人三个档次 其中 人籍修炼圣地 面向反虚境以下的舞者开放 而地籍 则是面向道远境 和道远境以下舞者开放 至于那最顶尖的天极 只对地尊敬强者开放 说到此处 野青寒面上浮现出了一抹极其向往的神色 似是在憧憬那至尊无上的地尊敬 当岁越高 进入其中修炼所需要付出的元经就越多 那最顶尖的天极修炼之所 据说一日一夜 便要付出一千上品元经 而且只允许缴纳上品元经 不允许这算成相应数量的中品 或者下品元经 这价格果然恐怖 扬开一脸唏嘘的表情 一千上品元经 就等于是十万中品 一千万下品元经 这还只是一天一夜的付出 但是舞者修炼 哪一次不是闭关十天半个月的 若想参悟秘书功法的话 一年半载都是常事 尤其是帝尊敬强者闭关 搞不好一闭关就是几年十几年 这需要付出的元经就无法计算了 而且还被限定了 只允许付出上品元经 条件苛刻至极 不过帝尊敬强者大多富有 若真的想要在舞蹈上 更上一层楼的话 未必会在乎这些身外之物 阳开若有所思的 是啊 灵狐宫的天极修炼圣地 可是真正能媲美星神宫 那天极修炼圣地之所 哪个帝尊敬 不想去感受一下 若真能有所突破的话 付出再大也值了 叶清涵深表赞同 接着道 不过天极修炼密室数量不多 只有区区三十间而已 这三十间密室 只怕那些大人物 是要抢得头破血流了 阳开哼了哼 三十间看似不少 但实则根本不可能够用 帝尊敬强者虽然不太常见 但放眼整个南域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除了星神宫的帝尊敬强者 大概对那天极密室 没有什么兴趣 其他哪个帝尊敬 不想在里面闭关修炼 参悟玄宫呢 消息一传开 三十间如何够用 那是大人们的事了 可不是妾身这等小罗罗 小考虑的 叶清涵 鸣嘴娇笑 得了阳开的承诺之后 他的心情 似乎一直很不错的样子 那地级密室又积蓄 人级密室呢 杨开再问 地级的话似乎是有五百件 至于人级有三千 杨开闻言汉首 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 还是很少 有些入不敷出的感觉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彩礼 去进入灵狐宫密室修炼的 那些无力承担 修炼费用的武者 自然只能望洋兴叹 不过有着天地人三档密室 风铃城的收入 恐怕要让人眼红到发指的程度 这份收入 必定也会为各大顶尖宗门瓜分 风铃城这边 或许会跟着喝点汤汤水水 饶是如此 段元山等人只怕也要一夜暴富了 据说 叶江寒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 显得神神秘秘 当然 只是据说 灵狐宫密室那边 给各大宗门的留了一些额外的 不对外公开的密室 主要是各大宗门的弟子 便可以免费进入其中 想修炼多久都行 哦 迎开眉头一迎 还有这等事 叶清寒的 消息来源说不准 但挺可靠的 毕竟这灵狐宫是由各大宗门牵头弄出来的 给自家留一点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 迎开微微汗手 如今他也算是青阳神殿的弟子了 手上有一块弟子身份名牌 如果这个消息真的可靠的话 那他凭借那身份名牌 应该就能进入密室修炼 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另外 朱大势力还布置了阵法 将灵狐宫那边一散出来的灵气 引导进了风铃城内 所以 现在风铃城里的灵气密度 比之前要高出不少 这么回事啊 我就说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呢 阳开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 风铃城的天地灵气 为何不减反增 原来是有阵法 将灵狐的灵气 引导过来的缘故 这么一弄的话 风铃城内也挺适合武者修炼的 虽然无法与灵狐宫相提并论 但对居住在风铃城里的武者来说 却不递一个福音 用不了两年 风铃城必会成为南狱的大城之一 听说两大商会 都要在这里设置分布了呢 阳开一笑道 有赚钱的地方 岂会没有两大商会的身影 说话间 两人也来到了灵丹坊 那灵丹坊还是老样子 小小的一间门面 店铺内似乎也没几个人买东西 只有店小二在张罗招呼着 不见掌柜的踪影 自从康四然被调走了之后 阳开就再也没有来过灵丹坊了 此刻再来不仅有些唏嘘之感 他头一次来风铃城时 便是与灵丹坊结下了一些音乐 你是 杨大师 一个惊呼声 忽然传入杨开耳中 将他从回忆中惊醒 杨开抬头望去 只见到那店小二一脸激动地望着自己 小二哥最近好啊 杨开笑嘻嘻地打了个招呼 之前他在灵丹坊炼灯的时候 与这店小二倒是接触过不少次 所以也不算陌生 只是却从不知道别人的名字 好好好 店小二激动得语无伦次 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有劳大师惯你 说完之后 他竟急匆匆地往内跑去 一边跑一边喊道 杨大师回来了 掌柜的 杨大师回来了 他什么意思 叶青汗茫然地望着杨开 不知道这店小二发什么疯 杨开的 我之前曾在这灵丹坊内炼制过几个月的丹药 原来如此 进去吧 杨开示意了一下 他发现经店小二那么一喊之后 店铺内正在选购灵丹的几位客人 都用古怪的目光朝自己望来 招呼了一声叶青汗 便静止朝内行去 走过大堂 还没进到里面 迎面便来了一个肥头大二 油光满面 衣着华丽的胖子 这胖子看着四十岁左右 大肚男挺得老高 很是富台 这显然便是灵丹坊的新任掌柜了 跟以前的康斯人一样 都只有虚王三层镜的修为 胖子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水 一边急切地道 杨大师在哪呢 话落 一抬头便看到了杨开 连忙抱拳道 灵丹坊州府 眷过杨大师 有事远迎 还请杨大师恕罪啊 杨开抱拳回了一礼 笑道 是杨某不请自来 周掌柜客气了 两人刚说上一句话 又有两个家伙 从后堂处窜了出来 急吼吼地叫道 谁是杨大师 哪位是杨大师 其中一人左右环顾了一下 目光瞬间定格在杨开身上 低喝道 你便是杨大师 杨开瞧了他一眼 发现这人 蓬头乱发 眼眶深陷 眼珠子里满是血丝 似乎劳累很久都没有休息过的样子 不但这人是如此 旁边另外一人也是 而且 从这两人的身上 杨开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药香气 杨开立刻明白 他们是做什么的了 当下微微一笑道 大师不敢答 正是杨某 两人闻言 一下子 谋露光芒 目光灼灼地 朝杨开盯去 齐齐抱拳道 没见过杨大师 两位客气了 杨开微微一笑 转向周福道 掌柜的 咱们能不能进里面说话 他事业了下四周 只见正在店里买东西的几位客人 都一脸茫然地朝这边瞩目 纷纷猜测 杨开到底是哪位大人物 竟让林丹坊的掌柜等人 如此隆重对待 周福尴尬道 是周母疏忽了 杨大师这边请 杨大师请 那后来的两个家伙 也连忙朝两旁分开 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上茶上茶 上最好的茶 周福说话间 踹了那看热闹的店小二一脚 店小二不迭地忙去了 不多时 后堂密室中 杨开坐了下来 叶清涵如保镖一样 站在他的身后 周福等人也都站在旁边 几位野作呀 杨开伸手示意道 不不不 杨大师面前 哪有我等落座的资格 我等站着便行 周福连忙摆手 是急是急 跪着也行啊 那两个不知搞什么名堂的家伙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惹得叶清涵 吃笑一声 不知道杨开为何在此地的面子 如此之大 杨开也没有勉强他们 只是道 康掌柜最近可以有什么消息 周福神色疑速说道 康掌柜多次传信于我 询问杨大师的近况 周毛惭愧 一直没能得见杨大师尊严 找人打听 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好在前段时间四季之地的消息传了出来 才让周某有个交代 周福说话间苦笑不敌 杨开道 康掌柜有心了 他现在如何 周福道 康掌柜很好 而且听闻过一段时间 他便要回到枫林城了 杨开神色一动 说道 因为分布一事 周福道 杨大师果然修行灵土 正是因为分布一事 紫园商会决定 在枫林城内设置分布 而康掌柜在此地经营多年 人脉甚广 由他坐镇此地 各种事宜也能顺利的进展开来 杨开笑道 康兄这也算是苦境干来了 之前的枫林城 尚不得抬灭 所以康思燃在竞争了道元净之后 便被调走了 但如今的枫林城 有着在短短几年内 要演变成大城的底蕴和资格 紫园商会将康思燃再调回来 显然是对他的能力的信任 康思燃也必定能够因此而获利无数 地位高涨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康思燃在这里待了好多年 与城主府各大家族的家主们 关系亲密 若说坐镇管理枫林城分布仪式 康思燃确实是不二的人选 闲聊了一阵 杨开才话锋一转道 周掌柜 我这次来临丹坊 是有一事要请周掌柜帮忙 周府面色一红润 沉声道 杨大师有何吩咐 尽管说来 周某必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哼 没那么严重 杨开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我呀就是想买点东西 无相悬草 周掌柜应该知道吧 无相悬草 周府眉头一扬说道 这个周某自然知道 临丹坊还有一些库存 杨大师若是要的话 周某坐坐送您了 杨开摇头道 临丹坊的那些储存 怕是不够 周府道 大师要很多 越多越好 那周某便派人在城内苏集义愤 必不叫对杨大师失望 有劳周掌柜了 杨大师客气了 当年可是您拯救了灵丹坊 算起来您也算是半个灵丹坊的人 这点小悠求 周某岂能不办妥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2035集 青阳金令 周福很快出去庄罗 无想悬草之事了 其实购买灵草这事 杨开自己做也可以 只不过会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让周福帮忙就不同了 这些商铺的掌柜 彼此之间都常有联系 需要什么材料的话 只需招呼一声 便能安排妥当 比杨开亲力亲为 要有效率的多 待周福出去之后 那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 才一脸振奋的问道 杨大师要无相悬草 是要炼灯吗 杨开微微一笑道 算是吧 看两位模样 应该也是炼灯师了 正是正是 能与杨大师同行 正是万分荣幸 杨大师 我二人对您 可是仰慕已久 可惜一直无缘得见 没想到今日 竟有这等机缘 真是孙生有幸啊 这两个家伙 嘴上抹了油一样 你一言 我一语 身态谦卑恭敬 就差没把杨开 给供起来了 叶清涵瞧得一阵 目瞪口呆 只感觉三观净毁 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在他所知的世界中 炼灯师 无不是桀骜不逊 孤方自上之辈 何曾见到过 炼灯师如此 逢迎拍马 但转念一想 能降服炼灯师的 恐怕也只有 更厉害的炼灯师了 杨开连太妙丹那种 几乎失传的灵丹 都能炼制了出来 让这两个虚王级炼灯师 如此恭敬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两人还在 溜须拍马着 似是没完没了的样子 只把杨开吹捧得 出天入地 举世无双 杨开干咳一声道 两位是不是 有东西需要杨开解答一下 杨某现在 也正好有点空闲 听他这么说 那两人对视一眼 都瞧出了 彼此眼中的振奋之意 一人不迭地说道 杨大师明见 是这样的 据说您当时 在灵丹坊 炼制宁元丹的时候 深受各方面客户的喜爱 和好评 可自从我二人 接手此地之后 炼制出来的宁元丹 总觉得少了 那么一点地域 不少客人都大为不满 导致灵丹坊的客流平白减少了许多 我二人是想 是想 杨大师若是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炼丹的心得呀 灵丹坊 原宁丹的丹坊 是那位黄浦大师改良出来的吧 正是 黄浦大师可是地级丹师 乃我紫园生会的顶梁支柱 丹坊既出自黄浦大师之手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想来是你们炼制的时候有些瑕疵 单靠说的话不一定有用 这样吧 你们现在就炼制一炉明元灯 我在旁边观摩观摩如何 杨开问道 两人闻言一阵 都知道杨开这是要现场给他们做出指导了 立刻明白这可是天赐良机 旁人怕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当下齐声道 杨大师之命 我的不敢不从 大师请 杨开汉手起身 轻车熟路的带着两人往那地下的炼丹室走去 叶清涵也是寸步不离 好奇跟上 他虽有道远两层镜的修为 但这一生还真没见人炼丹过 所以也是倍感兴趣 不多时 几人便来到了地下的炼丹室 此地热意澎湃 由阵法牵引地火 为炼丹所用 杨开当初在这里待了几个月 自然熟悉无比 让那二人各自取出一份材料 开始炼丹 杨开便站在他们面前仔细观摩 以他如今的炼丹水准 教导两个虚王级上品炼丹师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炼制手法 刻画灵阵 火候的掌握 一个个小细节汇聚 往往会成为影响一炉灵丹成色品质的基础 杨开不时地提出意见 那两个炼丹师都是虚心受教 一晃半日过去 二人各自开炉 竟都承担五六枚 而且品质良好 让两人欣喜若狂 对杨开更是感激不已 这时周福正好也传讯过来 说是已将无相玄草带来 杨开让那两人留下思索 这次炼丹的得失之后 便重返后堂密室中 周福正在密室中等待 见杨开到来 连忙取出一个空间借来 说道 周某幸不辱命 这里有两千株无相玄草 还请杨大师笑纳 杨开眉头一扬 汗手道 周掌柜好笑了呀 两千株无相玄草 已经足够 他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周福不过是 花费半日功夫便已凑齐 显然是费尽了功夫 让杨开自己去买的话 半天功夫绝对买不到这么多 这价钱呢 杨开拿起那空间借 抬头问道 周福道 这些无相玄草不知什么 就权当周某的一点心意 还望杨大师不要推辞 无功不受瘦 周掌柜不必如此 这般说着 杨开忽然伸手一挥 那桌面上 请客间出现了一座 小山般的园巾 还不等周福再开口说话 杨开忽然身形一晃 直接消失在了这密室中 连带着夜清寒 也不见了踪影 只有一道声音 传入周福耳中 康掌柜若是哪日 回到枫林城的话 替我转告他一声 他日再去之时 定当好影一分 周福正了正 望着桌子上的圆巾 一声哭笑 城内 某条街道处 杨开和夜清寒的身形 忽然显露 夜清寒又一出现 便郊区一个亮枪 差点没摔倒在地上 而且脸色微微有些发白的样子 惊骇地望着杨开问道 杨少 这便是空间神通 你还好吧 杨开不打反问 第一次兄弟这样传送 能清楚地感受到四周虚空乱流 有些后怕 夜清寒打倒 杨开笑道 那就是没事了 说话间 他取出一块传讯罗盘 往内传递了训练 杨少这是做什么 夜清寒道 哦 准备走了 给秦家主留个口讯 杨少不打算当面告别 夜清寒奇怪地望着他 当面告别什么的就算了 又不是不回来了 再说 秦家主现在应该很忙的 你之前不是说 封林城几大家族的家主们 如今都在断城主身边 管理灵狐宫吗 夜清寒道 秦家主也就罢了 但是那秦姑娘 秦玉怎么了 杨开扭头瞧了他一眼 说道 之前我出关的时候 悄悄地查探了一下秦玉的气息 发现他很好啊 生机平稳 气血充足 夜清寒抿嘴一笑 杨少闭关一个月 秦姑娘每天都会来你门外守候一个时辰 怕是想跟你说什么 杨少不给他个机会吗 杨开瞧了他一眼 瞥嘴道 你们女人最是八卦了 说话间 他已在传讯罗盘中 给秦朝阳留了口信 告诉他自己离开封林城一阵 他日如有机会 定会再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秦家的百万戒在他手上 他也与秦朝阳约定好了 待到哪一日秦玉能够晋升帝尊俊 便将百万戒还给秦家 有这份牵连载 他与秦家的联系就不可能断绝 只是也不知道秦玉 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突破帝尊 又有没有这个机会和机缘 接着他又取出了青阳神殿那弟子的身份名牌 准备将自己离开的事情告知高雪亭一声 这身份名牌不但可以当作验证身份之物 还可以当传讯道具使用 只要附近有青阳神殿的人 就都可以彼此通过各自的名牌联系上 这是 叶清寒美眸忽然一凝望着那金色的令牌 眼中闪过若有所思的神色 待看到那令牌正面青阳二字之后 这才娇曲一阵失声道 青阳金令 杨凯愕然地瞧了他一眼 不知他反应为何这么大 原来杨绍竟是青阳神殿的那门精锐弟子 切身真是势力了 叶清寒苦笑不敌 面上也有一些羡慕之意 内门精锐弟子 杨开眉头一阳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叶清寒面色古怪地望着杨开道 杨绍既是青阳神殿高采 难道不知弟子等级划分吗 杨开嘴角一抽 善善道 我也就是在青阳神殿挂个名而已 不算真正的青阳神殿弟子 那这金令 叶清寒额头上冷汗淋淋而下 一阵天旋地转 浑身多作的厉害 按下杨开手上这金令 该不会是从谁手上抢来的吧 若是这样的话 那把此人领到千叶宗绝对会给宗门带来弥天大祸的 高长老硬塞给我的 高长老硬塞给我的 杨开恨恨道 硬塞给你 叶清寒几乎快昏厥了 这难遇诸多青年俊艳 为了区区一块青阳弟子的名牌 撞得头破血流 却不得 可到了杨开这里 竟说是高长老硬塞给他的 搞得好似很勉强他一样 叶清寒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经历了空间瞬移的缘故 一阵头晕眼花 诶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早上没吃东西吗 杨开瞧了他一眼道 杨少 您别开玩笑了 贱身胆子小 别吓我呀 叶清寒一脸哀求地望着杨开 你说什么呢 杨少师真不知道这青阳金令 杨开正色道 我拿到这东西才不过一个月 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 这名牌有何将就 叶清寒深吸一口气 饱满的苏兄 剧烈起伏了一下 醒些 猎一而出 惹得央开 目光频频瞩目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 才开口说道 清阳神殿弟子名牌虽然造型都一样 但却分为金银铜三个档次 在神殿中 只有那几位最顶尖的那门弟子 才有资格拥有清阳金令 金令一出 万千弟子莫敢不从 这金令代表的 可是跟神殿普通长老地位等同 前往南域各大清阳神殿的产业处 也可以调动那些产业的人员物资 贵重至极 有这等事 杨开听完之后 一脸恶然 他还真不知道 清阳神殿弟子身份名牌 还分档次的 如此看来 高雪亭给自己的这块清阳金令 还真的有些非同一般 可见其对自己的信任和实力的肯定 杨绍静是什么都不知道 叶清涵苦笑连连 不过是块名牌而已 杨开随口答了一句 往名牌内灌入神念 告知高雪亭一声 这才将名牌收起 说道 咱们走吧 叶清涵收起面上复杂的表情 微微振奋 汉手道 好 话音才落 杨开便已裹着他 一个瞬移来到了城外某处 之后杨开记出自己 那牧周密宝踏足其上 冲叶清涵招了招手 待他也飞上来站稳之后 这才单手一掐掘 风驰电掣而去 牧周不大 但上面站两个人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更近他乃道元级上品 飞行密宝 只差一线便是地宝了 所以速度奇快 瞬息千丈 在此之前 杨开也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听说过千叶宗的名字 对千叶宗并不了解 趁着赶路之时 杨开简单地 跟叶清涵询问了一下 千叶宗的情况 据叶清涵所说 千叶宗在很久之前 还是南域的大宗门 虽无法与清阳神殿 天舞圣地 那样的一线宗门 相提并论 但也相差不远 只是自从那密境入口 被关闭之后 宗内无法得到 充裕的灵气笼罩 加之宗内诸多神通秘术丢失 一下子没落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势力也越来越激弱 到了叶清涵父亲 叶恨这一代 更是已尚不得抬灭 整个宗门 也只有叶恨一人 是道元三层镜的舞者 比那碧玉宗还不如 碧玉宗虽然也没有帝尊镜 但杨开当时去的时候 好歹有四位 道元三层镜的强者 上一次四季之地开放 碧玉宗还有两个进入的名额 而千叶宗却是一个都无 可见彼此还是有差距的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36集 暂时不慢 千叶宗坐落在 南域江州千叶山内 距离枫林城 约莫有半月的路程 枫林城 本有直达江州城的 空间法阵 但自从上次摩起围城 被醉酒翁 背水一战 毁掉法阵之后 便一直没有修复 毕竟枫林城太小 段元山等人 人微言轻 也请不到合适的 阵法大师 来将空间法阵 修补一分 可现在 怕是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了 等那灵狐公事宜 完成之后 萧宇阳等人 自会让各自宗门的 阵法师 将法阵 好好羞荣如新 封林城 日后 可是要成为 整个南域的 大城之一 那空间法阵 必能连通覆盖 整个南域的 所有城池 杨开估摸着 等自己下次 想回枫林城 就会很简单了 只需要找一个 不算小的城池 动用一下空间法阵 便能直接传送过去 路上 杨开与叶清寒闲聊着 直到这时 他才知道 千叶宗 竟是一个 以炼制 御史傀儡为主的宗门 门下弟子 大多修炼了 傀儡之术 颇为神奇 杨开还是头一次 在星界中 碰到这样的宗门 大道有三千 条条通帝尊 傀儡之术 并非不强 只是因为修炼 需要条件苛刻 炼制傀儡 也极为复杂 所以很少有人 能在这个领域上 做出成绩的 但若是将傀儡之术 修炼到极致的话 却是极为厉害的手段 你们千叶宗 既是以修炼傀儡为主 为何我从未见你用过 杨开不解地问道 甚至连上次 在那十八全眼下方 遭遇危险的时候 叶清涵也没有使用过 自己的傀儡 听杨开这么问 叶清涵面上浮现出一丝羞涩 扭捏道 说出来 也不怕杨少笑话 我千叶宗本来确实是 以傀儡之术闻名天下 但自从那一代宗主 将许多典籍和秘术 带进秘境之后 宗内一些炼制 御使傀儡的法门 也都失传了 如今我们千叶宗所能炼制的傀儡 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这般说着 他轻抿着红唇 双手掐绝之下 手心上忽然出现了一只 青色的小鸟 杨开定眼望去 发现这小鸟 唯妙唯俏 就如活物一般 连那身上的羽毛 都层次分明 颜色自然 但神念查探一番之后 却能清楚地知道 这小鸟并非血肉之躯 只是由各种材料 炼制而出的傀儡罢了 杨开目楼惊奇 觉得这小鸟若不用神念仔细分辨的话 怕是真的分不出 到底是活物还是死物 而叶清涵再一变换法觉 伸出一根鲜鲜玉指 朝那小鸟身上点去 下一刻 青色小鸟身上光芒跌宕 扑闪了几下翅膀 歪了歪脑袋竟一下子飞了起来 围绕着叶清涵不断地打转 不但如此 他口中还发出了几乎 可以以假乱真的鸟鸣之声 杨开看得叹为观止 不住地点头称赞道 贵宗的傀儡之术果然了得 叶清涵脸一红道 杨少谬赞了 本宗的傀儡之术 至今也只能炼制一些诸如此类的傀儡 和一些探查敌情之用 真正战斗之时 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因为这个 宗内一些长老都已经改修其他工法和秘术了 觉得傀儡之术没什么用 杨开吃笑一声 那是他们目光短浅 夜清涵美眸一亮 杨少爷觉得傀儡之道不错 杨开正色道 此道我虽然没有设计 但也知道强大的傀儡不可小觑 传言在星界之中 有些傀儡可是连帝尊三层镜都得退避三舍的存在 夜清涵闻言苦笑道 妾身倒不久能炼制出那样的傀儡 只是不想让千叶宗的传承真的没落下去 可惜 其实炼制傀儡最关键的还是灵能之心 我千叶宗至今没有能炼制出高档次的灵能之心的法门了 若是有的话 必然可以再现往日辉煌 灵能之心 杨开眉头一扬忽然想起了什么 伸手在虚空处一抓 然后手心上便出现了几块 约摸鸽蛋大笑 散发着古怪光芒的晶体 还不等他开口说话 夜清涵已经视声叫呼起来 灵能之心 杨少你怎会有灵能之心 在四季之地中得到的 杨开打倒 当时在那岁月神殿之中 众人遇到的第一道关卡便是数之不尽的傀儡 杨开手上的灵能之心 正是击溃了那些傀儡之后收集到的 数量不多 只有几块而已 四季之地 夜清涵闻吟 脸色一暗 不过很快又振奋到 杨少 我能看看这灵能之心吗 杨开瞧了他一眼 随手抛了一个过去 夜清涵欣喜结果 放在手上仔细把玩起来 仿若新得了一个玩具的孩童 面上满是喜悦的表情 这灵能之心上的灵阵 似乎是很古老的东西了 一些灵文灵脉的汇聚早已失传 而且这灵能之心的档次也不低 若我所猜不错 应该是出自道元级傀儡之身吧 杨开瞧手道 不错 亏你能认出来 夜清涵道 杨少说笑了 妾身自小便接触傀儡之道 对此还是有些研究的 若有这个灵能之心的话 妾身完全可以炼制出一具道元级的傀儡 说话间 她握紧了手上的灵能之心 眼巴巴地望着杨开道 杨少 妾身有个不情之请 据是不情之请 那就不要请了 杨开不用想 她开口便知道她想说什么 伸手掰开了她的手指 将那灵能之心拿了回来 离嘴一笑道 这东西我就几个 我要留下来 杨少 你卖我一个好不好 反正你拿着也没有用 夜清涵一脸优越 仿佛杨开对她使乱终切了一样 她如今也才只有道元两层镜修为 跟杨开的境界等同 若是能炼制出一个道元级的傀儡 那她的实力必然暴涨 这对一个字小便接触傀儡之术 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舞者来说 不定是天赐福音 不但如此 她可以通过这灵能之心研究一下内部的构造 说不定能窥探到什么玄机 从而大量复制出来 若真是这样 那千叶宗的实力也必定要分上几分 杨少 你就卖我一个吧 切身求你了 夜清涵见苦求无果 竟伸手抓住了杨开的胳膊不断摇晃 好似撒娇一样 杨开嘴角一扬 露出了一抹邪恶的微笑 黑道 月姑娘 你这般在荒郊野外跟我拉拉扯扯的 真的合适吗 夜清涵文言俏脸一红 似是也意识到了不妥 触电似的松开了手 七万道 那杨少到底要怎样才能卖我一个 暂时不卖 杨开回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链巅峰》 暂时 夜清涵文言秀眉一阳 秀到了杨开的画外之音 美眸明亮道 那到什么时候才卖 杨开黑黑笑道 哼 这就要看情况了 说不定永远不卖 说不定机会到了就卖了呢 你这人 夜清涵气得直跺脚 却拿杨开无可奈何 他话一没落 杨开忽然神似一宁 顿住了身形 夜清涵站在木舟之上 位于杨开身后 一时不察 险些撞到杨开的后背上 好在他反应神速 眼力一催 身形也定在原地 却怯恼道 杨少女做什么呀 杨开却没回他 只是冷眼望着四周虚空 面上一片冷笑和讥讽之意 怎么了 夜清涵见他这般模样 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不知为何 他忽然有了一种全身发冷的感觉 似是被什么危险的东西 给盯上了一样 荒野之上一片紧密 微风拂过 却卷起一片肃杀之意 夜清涵愈发觉得 有些不对劲了 但到底哪里不对 他却是说不上来 只是裹了裹身上的衣衫 神情紧张不安 诸位是自己乖乖现身出来呢 还是要本少出手 把你们救出来 杨开忽然冷笑一声 冲虚空吆喝 什么 此地有人 夜清涵文言大惊 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 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了 惊呼道 怎么回事 被人盯上了呗 杨开一脸的云淡风轻 没有丝毫紧张之感 等了片刻不见回敬 这才冷笑道 哼 看样子诸位对自己的隐匿之术 很有信心啊 觉得本少是在讹你们 最后一个字吐出 他身形忽然一阵模糊 下一刻便出现在前方三十丈某处 单手成长 猛地朝虚空拍响 掌心处星云流动 力量一散 砰 一声暴响传出的同时 伴随着一声惊疑的叫声 一道身影从那虚空中跌了出来 一直退出十丈有余 才堪堪稳住身形 央开一击之后 已经返回了自己的木舟之上 双手背负身后 老神在在地说道 还有 都滚出来吧 别浪费本少的时间 我不想一个个把你们弄出来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有必要这样吗 他这话说完之后 不到三系功夫 四周天空 忽然再次出现了两道身影 算上先前 被杨开打出来的那人 足足有三人之多 叶清寒目瞪口呆的乔者 若非杨开提醒的话 只怕他永远也无法发现 此地竟有人隐匿了 他虽然早知 自己跟杨开实力相差巨大 但也没想到 竟差到了这种程度 好歹自己也是道远两层井 对此地的威胁 竟是毫无感觉 若是这三人针对自己的话 那自己的命运 想到此处 叶清寒浑身都被汗水打湿了 杨开忽然笑了起来 没有去看那现身的三人 而是扭头望向空无一处 说道 怎么 这位朋友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难道你不知道 自己在本少的上风处隔着老远 我都能嗅到你身上的气息吗 这句话说完之后 那边果然又出现一人 还有 叶清寒 叶清寒俏脸一白 神念放出之后 发现这出现的四个人 个个都气息内略 修为强横 全都是道远三层境级别的 随便哪个都能捏死自己 这一下子出来四个 扰视他对杨开实力 有很深的了解 也不免担忧起来 不知道杨开能不能以一敌四 而那四人也是奇怪的很 自出现之后便没有说过话 而且也看不清面容 因为这四人面上 全都戴着猙獰的鬼脸面具 那面具显然是什么秘宝 拥有隔绝神念查探的功效 杨开神念放出之后 便被这面具给阻挡了 除去面具之外 这四人穿戴的衣衫 也是一样 全是黑色颈装 看起来极为干烈 而在衣服上都刻着一个大字 分别为风 雷 火 山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也迥然不同 彼此之间似乎还有一层 若有若无的联系和共鸣 察觉到这一点 杨开面色微沉 意识到这四人似乎不是好惹的 极有可能修炼了什么合击之术 风雷火山 叶清涵此刻却是待免一众 面上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似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几位朋友一直等候在此 这是要干什么呢 杨开笑盈盈地望着四人 开口问道 四人闻声不动 好一会儿 那衣服上有疯字的鬼脸人 才开口道 跟我们走一趟 杨开眉头一扬 问道 你们是谁去哪里 那雷字舞者沉声道 无稀多问 走一趟便知 杨开嘿嘿笑道 嘿嘿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有些怕生 与诸位从未见过面 走一趟就免了 后会有期了 说话间 他一催木舟便要顿走 琵琶一声 电光闪烁之时 那雷字舞者 忽然化为一道雷霆 直接挡在了杨开前方 冷哼道 这怕是由不得你 杨开眼帘一缩 按响这人好快的速度 这短距离的移动 只怕比自己的瞬移 都不遑多让了 而且从此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应该是修炼了雷系功法 雷系力量本就霸道迅击 这人由这般速度 倒也理所当然 杨开面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人隐匿在此 显然有一阵子了 而从他们的态度和言语上来看 怕是专程在这里等候自己的 可杨开完全不知道 这四人出身哪里 找自己又有什么目的 他这段时间得罪的 也只有飞圣公 邪悦谷而已 但这两个宗门 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舞者 所以绝对不是他们 在找自己的麻烦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37集 风雷火山 杨开暗暗猜测 极有可能是自己手上 那百万箭惹得祸端了 但转念一想又不太对 若是如此的话 对方没必要 要自己跟他们走一趟 直接杀人夺宝 更快 心思急转间 杨开笑道 朋友速度好快呀 我能问一下 要我跟你去做什么吗 无可奉考 雷子舞者冷酷回道 你们这种傲慢的态度 实在让人没法合作呀 杨开瞥了瞥嘴 跟他废话什么 直接拿下便是 火自舞者似乎是因为修炼了火系功法的缘故 脾气就如他一身原力一样暴躁 见杨开磨磨唧唧的顿时嘀吼一声 话落之时 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把阴红如雪的长刀 一催力量刀卷火云朝杨开当头看向 刹时间空气温度抖增 那天空都被映成了火红之色 血刀 叶青函忽然失声交呼 拿小手掩住了红唇 美眸剧烈颤抖起来 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 阳开眉头一皱 身形晃动之时 已带着叶青函避开了那恐怖一击 重新出现在几时障开外 目光冷冽地朝那四人望去 问道 你知道这些人来自哪里 雪刀 是雪刀 叶青函惊声回道 所以问你 雪刀是个什么玩意儿 迎开不耐的迪鹤 叶青函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心绪的起伏 这才说道 雪刀是一个组织 不算宗门 但却拥有比一线宗门 还要强大的底蕴 谁也不知道 他们的总多在哪里 但是在整个星界四大地狱 都偶尔可以看到 他们活动的踪迹 他们很多时候 收人钱财与人消灾 只要付得起价钱 没有他们不敢杀的人 而且他们出手 向来是不死不休 严至此处 叶青函的声音 已经颤抖起来 杨少 你怎么会被雪刀盯上 杨开撇嘴道 我也是一肚子纳闷 在此之前 他甚至都不知道 雪刀这个组织 说话之时 他冲对面四人 吆喝一声道 雪刀的朋友是吧 能不能问一下 是谁要取我的性命 无人 出乎杨开的意料 那疯子舞者 竟是回答了 他的这个问题 我的只是接了上头命令 带你回总舵而已 所以还请朋友乖乖合作 杨开呵呵一笑道 看样子太拉风 不是什么好事啊 杨少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叶青函跺脚道 看着我 杨开一本正经地盯着叶青函 声音低沉道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难道我不够拉风 我快被你气疯了 叶青函脸都憋红了 咻咻咻 一道道破空之声 忽然传来 趁着杨开 与叶青函谈话之机 那疯子舞者 忽然抬手祭出自身的血刀 斩出几道锋刃 那锋刃呈现出血红之色 犹如鲜血汇聚 蕴藏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 也不知道这些家伙 到底杀过多少人 各个出手都血腥狠了 一股暴力的气息 杨开身行再度晃动 轻松避开 激笑地望着那血刀诛人 说道 若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几位还是回家种田去吧 外面的世界不是那么好混的 说不好什么时候 就无端丢了性命 听他如此计讽 那四人除了火自舞者 眼神一怒之外 其他三人都无动于衷 疯子舞者汉手道 果然跟传言一样 身负空间神通 不太好对付啊 雷子舞者道 正因如此 才有带回去的价值 不是吗 开始吧 火自舞者 急不可待地低鹤道 动手 疯子舞者猛地一声大鹤 同时身躯一阵 以催体内力量 煞时间风起云涌 呼啸之声不绝于耳 他体表处卷起风之漩涡 双手掐绝 表情艰辛 似是要施展什么 威力其大的秘术 而与此同时 另外三人同样如此 只不过 每个人体内弥漫出来的力量 都截然不同 杨开神色一宁 口中冲叶清寒低鹤道 保护好自己 化落之时 人已飞扑而上 手上百万件 横空出世 地域弥漫 剑气盎然 似要切开这天地一般 劈头朝那疯子舞者展相 对方既知道自己身负空间神通 却依然敢在此地阻拦 显然是有什么后招的 而他们此刻联手施展的秘术 极有可能便是这个后招 不知对方底细的情况下 杨开哪容许他们安稳将秘术施展出来 一剑斩下 天地变色 环宇崩裂 剑盲未至 那凌冽的杀机已迎面扑来 疯子舞者双眸一阵紧缩 嗅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但他竟是没有多闪 被鬼脸面具覆盖的面颊上 露出两只眼镜闪过惊觉之色 双手掐绝的速度抖人加快 与此同时 另外三个血刀舞者 同样手上灵觉连变 神情素人 嗚 一丝奇异的声响忽然传递而出 死人身上原力涌出 光运跌宕 杨开脸色一变 他发现这四人的力量 竟在这一刻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 不动 如神 那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的身子舞者 忽然抱贺一声 脸色正的通红 双手猛的往虚空处拍下 轰隆隆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响动 此人身后竟真的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山峰虚影 一闪而视 没入他的体内 一层无形的涟漪 以他为中心 悠然荡开 化为奇特之力 镇索一方天地 他盘膝而坐 淋于虚空 和尚双眸 由老僧入定 不闻 不视 不动 哼 阳开百万剑也在这一刻展现 首当其冲的疯子舞者 却是嘴角一扬 露出讥讽的笑容 啪 这一剑 直接斩在疯子舞者面前三寸处 锋锐的剑气 割裂了他额头前的黑发 甚至将他的皮肤 都撕裂出一道血口 但却没能如 阳开所愿 一击将之斩射 百万剑竟直接 被一层无形的屏障 阻挡了下来 什么鬼 阳开眼帘一苏 有些不敢置信地 瞪着疯子舞者 他看得很清楚 对方根本没有 任何防御的动作 却神奇地挡下了自己 这致命的一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就在阳开惊诧的瞬间 疯子舞者已经一直 冲他胸口处点了过来 那指尖上风云流转 蕴藏了极大的威能 阳开匆忙之间横见一挡 这一只正中百万剑的剑身 下一刻 扬开面色大变 只感觉前方传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仿若一座山峰撞上了一样 整个人 不由自主地往后跌飞出去 身上的气息一下子紊乱 身在半空之中 一抹火红身影 悄然杀致 那伙子舞者手持血刀 卷起火云 灯头朝阳开拍了下来 要上小心啊 叶清涵翘脸一阵发白 失声叫呼 风卷火云 两股不同属性的力量 叠加在一起 竟完美的契合 煞时间将这一片天地 都染成了火红之色 杨开自然感受到了 这一招的凶猛之处 脸色大变时 正欲瞬移开来 但伴随着琵琶一声炸响 那雷子舞者竟神出鬼没般的 陷于杨开身后 一掌朝他后背出印来 这一掌打得结结实实 杨开根本没能躲避开来 顷刻间 雷能涌动 电芒狂闪 犹如群魔乱舞 杨开被这雷电之能 扰乱的身形一致 一下子被淹没在火云之中 这风雷火三人之间配合 简直妙道颠好 对时机的把握分毫不差 就仿佛一个人分成几个同时出手一样 只是三两招之间便让杨开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叶千寒看得脸色苍白 眼眸颤抖 凝视着那火云燃烧之地 一个劲地在心中问自己 死了吗 这就死了吗 不可否认 杨开是他所接触到的 实力最为强大的道远镜舞者 那屁泥百合的气势 潇洒不羁的风度 诡异莫测的手段 无不让他憧憬向往 暗暗觉得 日后杨开必能成就一方伟业 可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在自己的眼前被打死了 而且死得这么简单 叶千寒怎么也不敢相信 尸子舞者 雷子舞者 火子舞者 三人悠然闪现 并裂半空 目光冷冽地凝视下方 上头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这小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火子舞者冷哼一声 有些不懈地说道 疯子舞者眉头紧皱 专注地感受着 那火云之中的动静 闻言怒道 你出手未免也太狠了吧 上头叫我们活捉 可不是带个尸体回去 若他真的就这样死了 我得如何交差 火子舞者脸色微病 似乎也是意识到了不妙 却物字嘴硬道 我哪知道这小子这么不精打 区区一招也承受不起 那现在怎么办嘛 疯子舞者冷哼道 自己惹出来的是自己解决 回去之后我会如实禀告的 雷子舞者皱眉道 行了别吵了 人死没死还没确定呢 说不定这小子福大命大 只是众生而已 活鬼下去看看 那火子舞者闻言一阵不乐意 却还是身形疑惑 冲进了那火云之中查探起来 疯子舞者和雷子舞者 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唯恐扬开真的就这么挂掉了 毕竟上头的命令是活捉扬开 若他们真的失手误杀的话 那他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雪刀内部的惩罚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火云依然熊熊燃烧 似要烧到天荒地老 内部一片静悄悄的 火鬼进去之后 好一会儿都没有什么反应 雷子舞者和疯子舞者对视一眼 都察觉到了事情 有些不太对劲 而就在这一时 一片凸起 只见那火云之中 传来一声闷哼 紧接着 火鬼的身影 从里面跌射而出 半空之中 吐出一口鲜血 见射长空 什么 雷子舞者和疯子舞者 同时面色大悲 帅帅帅帅 一阵奇异的声响忽然从那火云之中传出 似有剑意弥漫 剑气纵横 伴随着这股声响 通天火势 幽得一散 彻底消失不见 一道人影 静静的溢立在那里 浑身五彩斑斓 霞光绽放 杨少 叶清涵望着 那浑身泛着五彩光芒的身形 不禁喜极而泣 不可能 看清杨凯如今的状态 疯子舞者和雷子舞者 同时失声惊呼 因为他们骇然地发现 杨凯竟是没受到什么伤的样子 只是浑身上下有些狼狈而已 而且此刻 这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五彩光芒 似乎也蕴藏了极大的玄机 从那五彩之光中 两人清楚地感受到 精准的五行元素力量 那五行之力 完美地同时出现在 一个人的身上 相可相生 循环不息 让他整个人的气势 提升了好大一劫 小夕 这家伙 不好对付 活鬼也从不远处赶了回来 擦了擦嘴角的心血 一脸蠢蠢欲试地望着央开 赢得着你说吗 雷字舞者和疯字舞者 同时撇头 瞧了活鬼一眼 老几位挂念 真是不好意思 扬开挥了挥手上的百万剑 不灭五星剑气 阴绕起身 咧嘴露出凝笑 趁着刚才休息的时候 本少大概知道 你们的合击之术 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烽火 雷山 每个人的力量 都能形成共鸣气和 在拥有自身力量的同时 还能得到其他人力量的加持 延至此处 他瞥了一眼 那一直蹲坐在虚空中 对外界一切都不管不问的 身子舞者道 这位老兄 是负责防御和镇索 一方天地的吧 怪不得我刚才的瞬移 没起到作用 要不是肉身不错 恐怕会吃个大亏呀 唱出这套合击之术的 果然是个天才 他一脸赞赏的神态 疯子舞者脸色微变 刚才那么短的时间 你就看出这么多 不错 杨开伸手拍了牌身上 我还抽空 换了套干净的衣服 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 疯子舞者 这下脸色是真的难看了 因为他发现 杨开还真的换了一套衣服 并非只是在说笑 雷子舞者阴沉着脸道 上头叫我们四个一起出动 果然是有道理的 这小子不可以以成立评论 再厉害也不过是个道员两层镜 我等四人联手 便是一般的帝尊镜 都可以拼一拼了 还怕了他 火鬼似乎有些恼羞承诺的样子 听他这么一说 叶清涵本来放下的心 立刻又悬了起来 忐忑不安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莫莫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武炼巅峰》 第2038集 等会儿叫你哭 若这四人联手 真能与一般的 帝尊境拼斗的话 那杨开 必定没有胜算啊 杨开再厉害 那也只是 在道元境 这个层次上厉害而已 也能与 帝尊境相提并论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了一阵之后 同时闭嘴不语 目光凝重地望着杨开 而另一边 杨开含笑以对 似是云淡风轻 肃杀的气氛 徐徐弥漫开来 叶清函整个人 浑身发了 如坠冰窖 那无所不在的 凛然杀鸡 犹如实质一奔 钻进他的肌肤 让他难受得要命 他也知道 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这样的战斗中 帮不上杨开什么忙 索性不去给杨开添麻烦 郊区晃动间 便躲到一旁 某一刻 凛然冲撞在一起的杀鸡 就如炸药一般被点爆 空气中的氛围陡然一变 火鬼大鹤 说 鹤声中 速度最快的雷字舞者 已经意识出现在杨开面前 他高高举起一只手 手心之上 雷能涌动 坐视拍下 煞石剑 琵琶之声 不绝于耳 杨开眼帘微缩 冷哼道 三千剑道 风急 急招乍现 匹链般的剑芒 横空切开 弥漫在杨开四周 亲树 朝雷字舞者 轰击过去 雷字舞者 确实 怡然不惧 只是嘴角一扬 身形一个模糊之下 竟一下子 消失不见 起而代之的 是还在几十丈开外的 火鬼 神出鬼末般的 降临到杨开前方 一行换位 杨开脸色一变 火鬼以长刀一绝 火云呼啸而来 头中爆赫 烈火燎原 哄哄哄 剑气与那火焰冲撞 发出剧烈的声响 一时间天地灵气紊乱 虚空站立不已 灵能剑射四方 蹦向四击 雷暴 雷字舞者不知何时 出现在杨开的左侧方 单手一拍之下 杨开头顶上方 竟凭空出现了几道 胳膊粗细的闪电 狂泻而向 杨开刚破开那熊熊燃烧的火云 天空中几道闪电 便以劈啪而下 击打在他的肉身上 将他电的浑身颤抖 散发焦虎味 这雷电威力奇大 若非杨开肉身不俗 又施展了不灭五行剑秘术 只怕会当场昏厥过去 饶是如此 他也极不好受 只感觉浑身原力受阻 竟有些流转不灵了 尘封画鱼 疯字舞者不知何时 鬼魅般地杀到杨开身旁 雪刀卷起之下 荡起微风拂灭 笼罩杨开 那微风一燃 内里蕴藏了一股奇特的力量 似是能让人昏昏欲睡 放弃抵抗 随着风势 侵入杨开体内 杨开的眼神不由地 出现了一瞬间的茫然 关键时刻 他猛地一咬舌尖 空间法则萦绕几身 弹指尖 几道巨大的跃刃 便朝四周斩击出去 躲开 疯字舞者脸色一变 沉声低喝 那雷字舞者和火字舞者 似乎对杨开都有所了解 一见着空间秘术施展出来 都表情凝重 纷纷施展身法躲避 哗啦 伴随着一声清响 杨开背后忽然出现了一双 虚幻缥缥缈的 灵能之翅 那翅膀之上 风雷之力萦绕 让杨开的速度 陡然提升 风雷语意 杨开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使用过这东西了 随着它实力的提升 随着它对空间法则的掌握 风雷语意 能够发挥出来的作用 也越来越小 但是此刻 在这一方天地 被那山字舞者镇压的情况下 杨开根本无法顺移 只能将风雷语意 施展出来 稍稍提升一下 自己的速度 风力萦绕 雷能涌动 这一双灵能之翅的出现 让风自舞者和雷自舞者 都为之一乐 似是没有想到 杨开竟然也掌握了 风雷两系的力量 散上这人身上的五行元素之力 以及它本身的空间之力 血刀几人 骇然地发现 杨开所掌握的力量 种类之繁多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风雷语意的加持之下 杨开速度再增 只是一晃 便出现在了火自舞者面前 一张脸几乎都贴到了对方面前 火自舞者顿时吓了一跳 四目对视之下 瞧见杨开 牧中的讥讽和杀鸡 恼羞成怒地抱好 你干嘛盯着我 柿子总要剪软的你 杨开黑黑一笑 火自舞者脸色一变 低喝道 你是说我最好对付 谁知道呢 杨开咧嘴一笑 他之所以第一个 对火自舞者下手 也确实如这人所说 他最好对付 那身自舞者且不说 一看便是注重防御之人 在四人力量联系共鸣之下 杨开估计 自己短时间内 可能破不开他的防御 而风自舞者和雷自舞者 都是速度极快之人 只有火自舞者 才是四人中的软柿子 说话前 他伸手朝前方一点 口中低喝道 宁 空间法则悠然调动 虽然受到那身自舞者 所施展的神通影响 但依然让火自舞者身形一致 强者交锋 生死只在一瞬 这一瞬的凝制 让火自舞者感受到了死亡的召唤 一下子面色苍白起来 斩 杨开爆合 手上百万件悠然斩相 火自舞者根本来不及 做出任何防御动作 那剑锋便已斩至面前 关键时刻 那山自舞者忧的瞪开双眸 手上灵绝一掐 一座山峰虚影 忽然横更在 杨开与火自舞者中间 一下宁为如实质般的存在 百万件斩击在这山峰之上 发出刺耳的声响 山峰一下子崩碎开来 却已耗尽了杨开这一击的威力 山自舞者只是身躯一晃 便又重新闭上了双眼 蹲挫原地 而火鬼死泪逃生 额头上豆大汗水滚落 一个闪身便已逃开了 与此同时 雷自舞者和疯自舞者 同时杀之 一番交手之后 两人也意识到 杨开的不同反省 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催动自身眼力 双手迅速掐绝 长刀甩动之下 风雷两肋变起 化为雷云风暴 朝杨开狂卷过来 煞时间 杨开显向还生 一身衣衫 被那锋锐的锋刃切割成碎片 露出精壮的肌肉 雷电劈啪作响 游走在他的肌肤之上 让他局部维艰只能拼命抵挡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摇摇的 那山字舞者隔空拍下 又有一座山峰虚影 当空砸下 似要将杨开 彻底镇压在原底 轰隆一声 那山峰虚影落下之后 杨开身躯一矮 脚下大地直接崩裂开来 出现一道道 如蜘蛛网一般密集的裂缝 他双手猛地抬起 成擒天之势 将那山顶顶在上空 山字舞者 一直骨颈不拨的神色 终于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似有震惊的光芒闪烁 其他三人也都是神情素人 一番打斗之后 这三人竟不敢在凄净阳开身旁 只能远远观望 这小子是不是人啊 火鬼结后一声 直到现在 一颗心还扑通扑通地乱跳 瞪大眼珠子瞧着前方的 竟凭借肉身之力 顶住了山鬼的须弥蜂 这须弥蜂可是有十万斤之重 便是一般的帝尊精 也顶不起来 更不要说 虚弥蜂本就有镇压之力 他的肉身很强 疯子舞者有些羡慕地说道 雷子舞者叹息一声说道 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上套要我们胡捉此人 这人果然有研究的价值 他才不过道云两层镜 就有如此实力 若是能将他的秘密给挖出来 我等日后也会受益无穷 闻言 疯子舞者和活鬼 都是眼前一亮 似是看到了极其光明的前景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雷子舞者冷哼一声 不管他如何抵抗 终究还是要被山鬼的虚弥蜂镇压的 疯子舞者和活鬼都一脸赞同的表情 显然都明白 山鬼这虚弥蜂的厉害之处 就在此时一声冷笑之声忽然从阳开口中传出 被这四人一连番的围攻之后 他此刻的状态狼狈至极 却依然凝笑不止 活鬼抱贺道 小子你继续笑 等会儿叫你哭 若几位就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待会儿哭的恐怕会是你们 杨开瞅了活鬼一眼 不嫌不淡地说道 什么 活鬼一愣 疯子舞者却是脸色一变低喝道 不好快出手 这小子还有底牌 话落他已经第一个冲了上去 风系力量萦绕在身侧 一股法则之力弥漫开来 龙化 杨开不等他冲来 便忽然爆喝一声 高亢的龙吟之声骤然响起 伴随着这龙吟 一道金色巨影忽然在阳开身后显露 那金色巨影盘旋扭曲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变化为一条金光灿灿的巨龙模影 盘踞在阳开头顶上风 瞪大了两只龙眼 闭泥四风 正往前冲去的疯自舞者身形一顿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身形晃动间又飘然回来 这是 雷自舞者眼珠子一阵乱颤 龙卫 火自舞者同样瞪大了眼珠子歇斯底里的低河 三人全都如白日见鬼一样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脚底板抽筋 叶清寒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去 眼见阳开被那须蜜蜂镇压在下方 他本想着去帮一帮忙 可还不等他动手 一扁便意凸起 煞世间 龙威弥漫全场 那纯正的真龙气息弥漫开来 足以让万灵俯首 雪刀每个人心底深处 都攀上了一层难以磨灭的阴影和恐惧 嗨 一阵响动传出 杨开的双臂上长满了龙磷 连带着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也是龙磷丛生 巨龙虚影一闪而逝 冲进杨开体内 消失不尽 取而代之的 卷是杨开以化为伴龙之身 本就强横的气势 几乎一下子攀升到了 比你地尊敬的程度 他神情冷漠 缓缓地将一只手握紧成拳 另一手稳稳地拖住那虚迷风 不负之前的艰辛 好似拖住的只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已 旋即他猛地出拳 倒在那虚迷风底部 轰得一声巨响 重达十万斤的虚迷风 光芒狂闪 被一股剧烈冲击地直冲云霄 山鬼面色大变 险些咬破自己的舌头 双手掐绝之下 将那虚迷风化为光芒 重新收回 哼 你们惨了 没了虚迷风的镇压 杨开彻底自由 晃了晃脖子之后 宁笑地望着雪刀三人 跟他拼了 疯子舞者立刻一声 力笑道 疯到双肩 他一摧体内的原力 所有的力量都化为一刀一剑 巨大无品 似有斩破天地之威能 朝阳开展现 与此同时 火鬼和雷自舞者 也是几招其出 同时朝阳开打去 风雷火山这四人施展的一套 合击之术 可以很大一部分程度 借用其他人的力量 彼此互相影响加持之下 威力无穷 他们确实有一般的帝尊境 过招的资格 但今时今日 让他们瞪抱眼珠子的一幕 出现了 面对这三人的搏命神通 杨开竟是长驱直入 直应其风 咔咔两声响动传出 三人眼睁睁地看着 杨开以双拳之力 粉碎了那风刀双剑 于是不剑的 冲进狂风之夜 和雷暴漩涡之中 前后不过几夕功夫 三人神通皆被蛮力破除 人影闪过 半龙之身的杨开 已经冲至三人面前 单手化为龙爪 锋利无品 此能以世上最锋利的密宝 相提并论 直朝风刺舞者胸膛处抓去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39集 这是幻觉吧 风势 生死一线间 疯自无者 抱贺一生 整个人在原地一晃 化为一股威风 消失不见 也不知道 顿往哪个方向去了 这竟是一招 极为高明的 陶顿之术 阳开冷笑不迭 伸出龙爪 朝虚空处 一抓一握 无形的力量 透体而出 化为空间法则 将内片虚空阵压 疯自无者的身形 狼狈而出 面上物质一片 不可置信 此时没有想到 自己最为强大的 保命手段 竟被阳开 如此轻易破去 啊 雷子无者和火鬼 也是同时惊呼一声 死 阳开口中抱贺 单手朝着疯子无者 所在的方向 狠狠朝下一挥 一道横更天地的巨大月刃 悠然出现 似从无尽的时空之中 跨越而来 成半月之轮 写无可匹敌之事 朝疯子无者展去 疯子无者脸色 骤然苍白万分 紧张地直吞口水 被空间法则 阵所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逼近 寄土为山 远在几时障开外的山鬼忽然抱贺 双手发觉变换之下 那须迷风再度出现 横更在月刃和疯子无者中间 浓郁的土系元素跌宕开来 地面碎石和土壤 纷纷被吸引而生 眨眼功夫就在疯子无者面前 汇聚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屏障 哼 月刃斩下将那屏障斩得破碎 却以威势大解 琵琶一声乍响 雷子无者化为一道电光 在危机关头将疯子无者救下 顿到一旁 杨开脸色一沉 恶狠狠地朝山鬼望去 自于雪刀这几人争斗到现在 山鬼几次三番坏他好事 若非这人有极强的防御手段 雪刀四人根本不可能在他手段齐出的情况下 支持这么长时间 想杀这四人 想杀这四人 山鬼必须第一个干掉 否则有他负责防御 杨开根本不可能杀掉其他三人 尤其是山鬼坐镇在那里 与其他三人气息连为一体 封锁这一方天地 让杨开瞬移都没办法施展出来 一念至此 杨开心中发痕起来 他阴侧侧一笑冷声道 哼 诸位手段果然了得 杨某今日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小子少在那里大言不惭 火鬼虽然震惊阳开的强横实力 但如今几方人多势众 倒也不是太拒他 温言吆喝道 你现在乖乖投降还来得及 否则等会杀得兴起 我当刻不保证会留你性命 雷子舞者汉手道 不错 若真杀了你 我们也没法跟上头交代 你束手就擒吧 疯子舞者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似乎是刚才死里逃生 让他有些心绪不宁 杨开又是一阵冷笑不敌 火鬼冷哼道 古弄玄虚 杨开笑容一脸 冷眼望着他哼道 那你就瞪大狗眼看清楚 本少是不是在故弄玄虚 话落之时 他神念如潮水一般涌动而出 口中抱贺 出来 伴随着声音的响起 荒野之上突兀的出现了一座小山从半空之中坠落 将大地砸得一阵晃动 尘土飞扬 血刀四人全都为之一阵露出茫然之色 齐齐齐朝那小山瞩目过去 个个都想不明白 杨开这施展的到底是什么神通 竟能凭空变出一座小山来 什么鬼东西 疯子舞者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见此情景 不耐烦地把手一挥 狂风吹过 将那尘埃吹散 小山顷刻间映入四人眼帘 下一刻 血刀四人全都瞪抱了眼珠子 瞬目结舌地望着那小山 面上全是不敢置信的神色 喂喂喂 我没眼花吧 活鬼忍不住叫嚷起来 一边吞着口水一边说道 我怎么觉得这小山 长得人模人样的 还有两只胳膊两条腿呢 其他三个人也都吞咽着口水 表情心心至极 这是什么玩意儿 疯子舞者惊声道 还有一个女子 雷子舞者 眼帘一缩望着 蹲坐在小山肩膀上的亮影 幻觉吧 这是幻觉吧 活鬼一副受惊不小的样子 脸色苍白的 跟自己的同伴 跟自己的同伴嘀咕道 这小山刚才是不是冲我笑了一下 这大妈是幻觉吧 有可能 疯子舞者露出若有所思的身色 大概是这小子施展了什么幻术 说话间 他扭头朝杨开瞧了一眼 却正看到杨开一脸笑盈盈的望着自己等人 那笑容意味深长 让人不寒而栗 让疯子舞者不禁生出了一种 极为不妙的感觉 早就应该把我们叫出来了 花青丝蹲坐在法身的肩膀上 晃荡着两只小腿 撇嘴道 真不知道 你一个人 跟他们打什么东西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他似乎在小旋舰内 将刚才的战斗看得清清楚楚 法身咧嘴一笑 声如闷雷 我们这不是出来了吗 这一人一山忽然开口说话 顿时下了雪刀四人一跳 个个都有些脸色苍白了 因为他们感觉眼前所近 耳中所闻竟是如此真实 就好似那一人一身是真的存在一样 而非是中了什么幻术后产生的幻觉 杨开呵呵呵一笑道 我也没想到这四人竟然如此强大 本想这以一敌似潇洒威风一番 结果差点被人打成猪头 花青丝哼了哼 杨开撇了撇嘴道 也没这么狼狈吧 只是他们确实有点棘手而已 花姐自己挑一个吧 花青丝美眸流转 口中咯咯娇笑着 目光在雪刀四人身上流转了一番 最终定格在活鬼身上 把玉手一指道 就他好了 哼 都喜欢捏软柿子呀 杨开哑然失笑 活鬼闻言一怒 小子我警告你啊 再敢说我是软柿子 我就跟你拼了 风雷火山 在雪刀内部实力相当 地位也没有区别 活鬼却是几次三番 被杨开说成是软柿子 自然怒不可遏 觉得自己简直是被小去了 花青丝道 那三个家伙 一个主防御 两个主速度 我可不想对付 就这个好 也行 杨开顶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彻底无视了活鬼 把他气得够酱 那么你就去对付那山鬼 没问题吧 杨开望着法身道 法身嗡声一笑 正好我意 山鬼主防御 正是适合法身这样 力量十足 却行动不灵地存在当对手 动手吧 杨开说着 与其随意至极 就好似饭菜已经做好 摆上桌面 招呼家人 吃饭吧 那样协议 花青丝咯咯一笑 胶躯晃动间 便已从法身的肩膀上 跃了下来 鸟鸟拼拼地朝山鬼行去 半途中 他手上忽然出现了一个 彩带密宝 在五指间缠绕飞舞 带起片片光韵 小哥 来玩玩呗 花青丝热情如火地 冲火鬼招呼道 火鬼表情凝重 文言瞅了 疯字舞者和雷字舞者一眼 疯字舞者微微汗手 火鬼这才一摧力量 通体被火焰包裹 仿佛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 厉生道 不管你是不是幻象 既然敢找上我 那就做好去死的准备 本座可不会临相惜玉 哎呀 好凶啊 花青丝手眼红唇 一副啪啪的样子 娇声道 别这么凶嘛 人家小心哥 扑通扑通乱跳啊 去死 火鬼根本不为所动 手上雪刀一挡 火焰翻滚 化为一条 猙獰咆哮的火龙 朝花青丝扑了过去 花青丝脸色一沉 咬牙道 来真的 老娘可是女人 我给你拼了 说话间 那彩带也被灌入园里 一下子宛若活了过来一样 凌空飞舞 画出斑斓图案 将火鬼笼罩其中 下时间两人站坐一团 招式狠利 战况激烈 而与此同时 疯子舞者和雷子舞者 却是默然感觉到身体一沉 似是被无形大山给压住了一样 而且身体四周空间一阵污名 竟然是出现了无数道漆黑幼小的空间裂缝 犹如活物一般在他们四周游走 两人齐齐朝杨开望去 杨开脸子一笑道 两位最好先是不要动 带我同伴把你们同伴送上路 我再跟你们动手也不迟 疯子舞者脸色一沉道 区区幻术也想要我等性命 你不觉得他有之可笑了吗 哼 幻术嘛 哈哈哈哈 杨开一阵轻笑 一副欠揍的模样 让疯子舞者和雷子舞者 瞧在眼中恨不得冲上前去 将他一阵暴打 不止雪刀几人 以为这是幻术 叶清涵同样觉得如此 他站在远远的地方 忽然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人 和一个少妇现身 也是愣了好大一会儿没回过身来 此刻更是不停地揉着自己的眼睛 一遍遍遍地告诫自己 这是幻觉 这是幻觉 可无论他如何努力 也瞧不出这幻术的破绽在何处 那巨大的石头人和少妇 就宛若真实存在的一样 咚咚咚咚 法身已迈开步伐 一步步地朝山鬼那边行去 尽管山鬼也在一个劲地 在心中告诉自己 这是幻术 可当他真的看到 法身朝自己醒来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面色发白 法身那巨大无比的身躯 给人的压力简直太大了 三两步间 法身便来到了山鬼面前 放眼望去 山鬼就凌空盘坐在法身鼻子面前 那小小的身影 跟法身巨大的身躯 形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动 法身忽然咧嘴 冲山鬼一笑 山鬼额头上冷汗 刷得就流了下来 犹如雨下 吞着口水幽喝道 疯鬼 我感觉不太对呀 这好像不是什么幻术 疯鬼面色一沉 立刻道 棘手心神 莫要被扰乱了视听 直到此刻 他还是觉得眼前所见一切都是幻觉 因为没人可以凭空变出这样一个石头人和一个少妇出来 便是那十大帝尊都不可能做得到 山鬼闻言深吸一口气 慌乱的情绪稍稍平复 阳开这时却是冲风鬼和雷鬼诡异一笑道 猜猜看 猜猜看你们这位山鬼老兄能扛住几下 雷鬼冷哼一声道 不装逼能死吗 莫说那只是幻觉 便是真的有帝尊敬强者在此 山鬼也可以坚持实习功夫 一力不倒 疯鬼也道 小子 莫要想瞧我们学到四鬼呀 阳开大笑道 马上叫你们四鬼变死鬼 说完之后 他冲法神吆喝道 听到了吧 人家说就算是帝尊敬出手 这山鬼老兄也能坚持十吸一力不倒 直戏嘛 法神黑然一笑 那笑容一瞬间化为猙獰 翁声哼道 再戏足也 话落 他猛地出拳朝山鬼轰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施展了合击之术的缘故 山鬼自现身以来到现在就没有移动过身形 一直盘膝坐在半空之中 不但负责防御镇压 似乎四人的力量也都以他为中心流转连接 所以即便是看到法神出拳 他也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但他却是面色凝重的伸手一点 虚迷风再度出现 只不过这一次虚迷风却是几乎化为了实质 并且光芒大方 仿若真的有一座大山挡在他前方一样 躺避挡车 法神冷横那如深包一样大的拳头狠狠砸下 哼 巨像声传出天地一阵摇晃 那拳头与虚迷风接触之间 忽然荡起一层层力量的光运 化为漩涡朝四周扩散 山鬼本来凝重的表情 琴刻间变得惨白无比 正口就是一盆血雾喷了出来 气势一下子萎靡而与此同时 那挡在法神和山鬼之间的虚迷风 更是轰然破碎 化为无数光芒朝四下击射 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金戈殿芒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40集 救你 什么 疯鬼脸色大变 不可能 雷鬼也是狮声惊呼 两人无论如何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生防御强横的山鬼 竟在一个照面之下 便被那石头人轰破防御 轰碎虚迷风 直接重创 两人都一遍遍地在心中问自己 难道这也是幻觉 若这是幻觉 那未免也太过真实了吧 山鬼叠血 空气中弥漫出来的血腥味 萦绕在风鬼和雷鬼的鼻尖 让两人浑身聚沉 而法身一击之后 却是没有停手 又是一拳挥出 哼 震耳欲聋的声响 第二次传出来 这次山鬼没了须迷风去的 却是拼命地变动法觉 将几身神通施展到了极致 一身土系元素力量跌宕 土之法则萦绕 化为防护 一阵密密麻麻的脆响之声传出 入眼可见的 在众人所处之地 方圆几百丈范围内 一层透明如倒扣般的大碗的光木震荡而出 但此刻这光木却宛弱被打碎的镜子一般 裂出了一道道缝隙 继而崩碎开来 化为点点荧光消散天地 阳开浑身一清 咧嘴冲风鬼雷鬼笑道 看样子这封锁之力被打碎了呀 你们还确定这只是幻觉 风鬼雷鬼两人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下水来 内心震撼得一塌糊涂 眼前所见耳中所闻 让他们的神情纠结彷徨 真的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幻觉了 另一边 山鬼却是再度喷出一口心血来 本就萎靡的气势更加不堪 脸色苍白柔指 朝风鬼和雷鬼所在的方向望来 口中艰辛道 救我 法神凝笑不止再度挥出第三拳 但此时此刻 山鬼已无力在防御什么 眼看着那山包一样的拳头砸来 只感觉浑身冰凉 手脚麻木 拳头直接打在了山鬼身上 在那半空之中 山鬼的身躯一下子爆裂开来 化为一片血雾 洋洋洒洒而下 整个人的气息也瞬间消失不见 瞧 就是三血 法神打完收工 转身冲杨开一笑 杨开冲他竖了竖大拇指 疯鬼雷鬼两人对视一眼 都知道情况不妙了 此刻也顾不得营绕在四周的空间裂缝 猛的一催力量挤身法则营绕 冲破空间之力的封锁化为两个方向逃队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杨开黑黑一笑 身形一晃便忽然出现在疯鬼面前 龙手撑爪朝他抓去 疯鬼大惊失色 手上血刀横起用力劈砍过去 那长刀之上风力呼啸而起 似是蕴藏了极大的威能 杨开眼中闪过一丝狠力之色 一把将那血刀抓在手上 煞时间一阵惊铁交锋的刺耳摩擦声响起 开什么玩笑 疯鬼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他骇然发现 对方竟凭借肉身之力 接下了自己的一击 而且没伤到分毫 自己这血刀可是道元级层次的秘宝 此刻拼命一击 就算是帝尊敬也不敢用手来接 可是对方却做到了 就在他失神的这一瞬 杨开另一只手 已经直接印在他的胸膛之上 狂暴的眼力倾泻而出 灌入疯鬼体内 哇的一声 疯鬼如遭雷势 滴血飞出 一声光芒瞬间暗淡 杨开紧跟着气身而上 双手发觉变动 在疯鬼身上连戳几下 直接将他的修为镇压 疯鬼虽然一脸挥败震惊 却依然冷眼望着杨开口中叫嚣道 要杀便是 你的情况会送往血刀总舵 下次会有更厉害的人来找你的 我把你们全杀了 谁又能泄露我的情况呢 杨开冷笑不迭 疯鬼道 雷鬼顿术 军事无双 你抓不到他的 你没睡醒吧 杨开嘻笑一声 疯鬼 就在这时旁边不远处传来一个沮丧的呼唤声 疯鬼闻言一愣 扭头朝那边望去 只见雷鬼整个人垂头丧气的站在半空之中 其身体四周布满了一道道漆黑月刃 蜂鸣作响 叙事待发 让他不敢有丝毫异动 你怎么 疯鬼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雷鬼 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没有逃走 唉 灾了 雷鬼叹息一声 目光复杂的望着扬开道 上头有些小求此人了 我们不是对手 原来如此 疯鬼凄惨一笑 我先走一步了 雷鬼忽然沉声说道 掀起双手一掐绝 整个人体内的原力陡然间暴乱起来 身躯也随之膨胀开来 杨开脸色大变 抱喝道 你敢 雷鬼面露讥讽之色说道 本座不是你的对手 但还是有选择如何去死的权利 化落之时 他整个人碰得爆开 尸骨无存 他竟在被困之后 直接选择自爆 其意志之坚定 行动之果决 让人根本无法想到 杨开想走着都来不及 而一位道员三层镜 强者的自爆 威力简直大的令人发指 那虚空之中 直接被炸出一个黑洞来 空间不稳 暴乱的气流四下游走 即便杨开离得不近 也被余波阵的身形不稳 被废去修为的风鬼 更是一声闷哼 全身骨头尽碎 蹊跷流血而亡 叶清涵同样 被那自爆的余波 冲击得高高飞起 不断地催动原力敌的 翘脸一片苍白 跑一会之后 余波才逐渐平息 杨开一个晃动 来到风鬼面前 却见此人已经毫无气息 死得不能再死了 妈的 杨开忍不住骂了一声 抬头朝花青丝那边望去 报喝道 花姐 留活口 血刀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这次寻上自己 又因为什么原因 他一无所知 若是能抓一两个活口 询问一番的话 未必不能打探出一点消息来 他没有直接杀掉疯鬼 而是废去他的修为 就是有这层考虑 却不想 风鬼还是被雷鬼自爆的 余波给冲击致死 山鬼已经被法身给打爆了 如今还活着的 就只剩下活鬼一人 他自然不想活鬼 也就此陨落 可当他喊出那句话之后 却是直接正在原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花青丝身侧彩带萦绕 也是扭头苦笑地望着他 说道 这 怕是有些难度 在他面前不远处 火鬼七里凝笑 他的血刀不知何时 已经捅进了自己的心房之中 口中一出心血 虽然面色痛楚 却依然称绝大笑 血刀出手 不死不休 他的样子显然是自裁的 估计是看其他三人 都已经先后陨落 觉得没有逃生的希望 直接用血刀 插进了自己的心口 这样的致命伤便是 帝尊镜也活不了多久 更不要说活鬼 只是道元三层镜了 放任不管的话 只需一会儿 他便会弃绝身亡 杨开面色铁青 几度变换之后 咬牙喝道 梅青本少同意你就想死 做你的春秋大梦 话落之时 他以身形一晃 直接来到活鬼面前 单手在他身上一拍 封住他的力量 免得这家伙 跟雷鬼一样选择自爆 若是那样的话 就真的回天无力了 你 你作甚 尽管已经听到了死亡的召唤 但一看杨开那猙獰的模样 活鬼还是忍不住 吓了一跳 杨开冷笑不敌 做什么 当然是救你了 不用谢 救 救我 活鬼瞪大 正在渐渐失去神采的眼珠子 一脸恶人 杨开已经一把提住了他的衣领 身形晃动间便消失在眼底 荒野之上 血腥味浓郁 遍地都是大战之后遗留下的狼藉 还有许多断枝碎肉 场面凄惨无比 杨绍 叶青汗脸色发白地飞了回来 四下打量 却没看到杨开的身影 焦急地冲花青丝问道 这位姐姐 杨绍去哪了 花青丝与法身对视一眼 焦去疑惑便来到了叶青汗身后 伸手化为掌刀狠狠砍在他的后颈处 叶青汗根本没有想到花青丝会对他下手 毕竟在他看来 花青丝跟杨开是一伙的 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 这一掌刀砍下 他顿时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你把他干掉了 法身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花青丝白了他一眼 撅嘴道 只是打晕了而已 顿了一下 他一脸狐疑地望着法身 问道 你做什么 说话的这一会儿功夫 他发现法身走到了死去的疯鬼面前 伸手将他的尸体捏了起来 法身咧嘴一笑 还能做什么 这可是大补之物啊 道元三层镜呢 花青丝闻言翘脸一下发白 似是想起了什么 惊呼道 你又要施展 那邪恶的功法 推使他的血肉煎滑了 法身道 废物利用而已 令人作恶 别在我面前弄 要不然跟你绝交 花青丝一脸嫌弃地说道 就在此时 杨开忽然一个闪身 重新出现在荒野之上 冲法身和花青丝招手道 都回了 说完之后 他又看了看晕倒在地上的夜清寒 似是有所明了 汗手道 打晕了也好 他伸手一招 便将夜清寒吸进了玄界珠内 同时打开玄界珠的借口 让花青丝和法身 进入其中 小玄界内 耀元旁 杨开与法身重新现身 活鬼此刻气息萎靡 生机暗淡 眼看着是活不成了 插在胸口处的血刀 物资一粒 心血不断地从伤口处流淌出来 虽然狼狈 他却在讥讽大笑 本座已受致命之上 这铺天之下 除了少数极重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疗伤圣药 无人可以救到活我 我劝你 还是不要白费心结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咳 嘴角鼻孔之中 全是鲜血 杨开哼道 让你恢复如初 大概是不可能 但是吊住你的性命 肯定是没问题的 他静止地来到活鬼面前 伸手捏开了活鬼的嘴巴 然后取出大把疗伤灵灯 直接倒了进去 活鬼倒也是硬脾气 依然不肯妥协 只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但如今他修为被封 又如何能拗得过杨开 只是挣扎了一会儿 便不得不将那些灵丹 吞咽入腹 他的目光 怨毒至极 引中满是讥讽之色 显然是觉得 以杨开的手段 根本不可能 吊住自己的性命 因为他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生机的流失速度 那种生命 慢慢离开躯壳的感觉 虽然让人不寒而栗 但总好过落到敌人手上 饱受折磨 在他的注视下 杨开盘西坐在他的面前 双手掐绝 一掌朝他胸口处按来 那手掌按在血刀之上 直接将插在胸口处的血刀 震得灌体而出 带出大片鲜血 活鬼也是忍不住闷哼一声 身躯剧烈摇晃 只觉得自己 马上就要死了 但是下一刻 活鬼却是神情一阵 因为他感觉到 一股浓郁而精纯的生机 从外界灌入而来 涌进自己的身躯 让濒临死亡的自己 慢慢地从鬼门关退回 胸口处的伤势 酥酥痒痒 竟不再流血 流逝的生机 也在这一瞬间 得到了巨大的补充 他瞪眼望去 只见旁边药园中 一株高不过半人左右的 匆脆树木 散发着碧烈的气息 那气息肉眼可见 正被阳开施展秘书牵引着 朝自己体内涌入 这 这是什么 纵使活鬼知道自己迟早必死无疑 也依然震惊地浑身颤抖 因为他竟从那棵小树上 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生机 正是这棵小树散发出来的碧烈气息 作用在自己身上 才避免了自己马上死亡的命运 他瞬间正在原底 意识到这棵小树必定大有名堂 不老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杨开冲他咧嘴一笑 笑容之中满是邪恶的味道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41集 有鼓起 不老树 火鬼身躲一斗 正恶地望着阳开大叫道 你放屁 不老树乃天天孕育而生 拥有活死人 肉白骨之功效 传闻若将不老树炼化 便可成交不死不灭之身 这等神物 这等神物你怎拥有 知道的还挺多呀 杨开黑然一笑 这是不老树 你骗谁呢 火鬼不屑一顾 信不信随你 杨开瞧了他一眼 邪笑道 都有力气来跟我吵架了 不错不错 看样子一时半会儿 是死不了了 死言一出 火鬼立刻压火 表情变换不已 神色精彩分成 他骇然发现 单单只是这棵小树上 散发出来的碧绿气息 便让自己的生事 有好转的记性 不再流血 远离死亡的厄运 若是能将那小树上的树叶 吞浮下去 岂不是说 自己立刻就能生龙活虎 生世复云 这个念头一出 火鬼彻底惊在原地 额头上一片冷汗滚落下来 尽管他不愿相信 可从自身的切实体会来看 这小树还真有可能 便是那传说中的不老树 咕咚 火鬼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目光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 死死地盯着那棵不老树 阳开却已不再管他 而是冲法身说道 此人交给你了 务必问出点什么来 放心 他会开口的 法身黑黑音效 那声音传入火鬼耳中 让他一阵毛骨耸人 转头望去 却发现阳开已经不见踪影 只有那巨大的石头人 盘膝坐在地上 手上还提着一个死人 瘋鬼 火鬼目光哀痛地望着 瘋鬼的尸体 心中涌起 吐死无悲的伤感情怀 片刻后 他目光冷冽地望着 法身道 不管你是什么鬼东西 也休想从本座口中 换出任何情报 有骨气 法身赞道 我最喜欢有骨气的人了 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的 火鬼冷笑不敌 显然是不会轻易 相信法身的话 可出乎他的意料 法身竟然真的没有去理会他 也没有对他言行逼供的意思 而是将手上的瘋鬼尸体 放在面前 然后双手成合围之事 将尸体包在手心上 你要对瘋鬼做什么 火鬼面色大变 吏声贺问 我要做什么 法身一阵怪笑 火鬼额头轻轻乱跳 莫名地心烦意乱起来 法身这种不答反问 而且将问题本身 给问出来的敷衍态度 实在让人火大 就在火鬼焦躁间 但见法身 神情疑速 口中抱贺道 是天战法 火鬼顷刻前瞪大了眼珠子 剩下两排牙齿 剧烈地冲撞在一起 发出咯咯的声响 骇然出声 是 是天战法 火鬼并没有如他之前所说的那样有鼓起 或者说 他所见到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他能毫不犹豫地将血刀捅进自己的心房以死明治 但在亲眼看到法身对风鬼的尸体施展示天战法之后 他的内心中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 没有人愿意活生生地被吞噬掉一身血肉精华 这种死法未免也太凄惨了一些 所以他很快便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 他们四人确实是血刀的舞者 也确实接到了上头的命令 火灼扬开返回总舵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 火鬼也说不上来 他们四人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 血刀内部层次分明极为严苛 不达到一定的级别 根本无法接触到相应层次的秘心 他们甚至连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都不知道 他们只是在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时间 接到了一个代表任务的指令 而通过这一番询问 杨开也得知血刀的庞大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血刀的成员五花八门 分散在各大地域各大宗门之中 平时根本看不出痕迹 只有在接到任务之时 才会化身为血刀成员外出形式 任务一结束 便又重新修身匿迹 谁也无法追查 而当法身询问到血刀难遇的总舵在何处之时 活鬼还没有开口回答 便忽然十海爆裂 弃绝身亡 他似是被什么强者下达了禁制 一旦涉及到血刀的真正秘心 这个禁制便会触动 从而避免消息的外泄 从法师那里得到这些情报之后 杨开的脸色阴沉得几乎能刮下一层寒霜了 他虽是第一次接触血刀这个组织 但从那似鬼的实力和表现来看 血刀可不是好惹的 而如今自己被人家给盯上 却连原因都不知道 更别说敌人的诸多情报了 这让他的心情很不美妙 总有一种如梗在喉的感觉 血刀出手 不死不休 这一次任务失败 血刀必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绝对会有更加强大的敌人来找自己 他能解决掉风雷火山似鬼 可下一次呢 若是血刀出动了帝尊敬强者 又该如何 一时间杨开忧心忡忡 就在杨开心情烦闷之时 背后忽然传来一阵英宁之声 他扭头望去 便见到叶清涵皱着眉头 歪坐在木舟之上 一脸茫然的表情 他似乎还有些弄不明白 眼前的状况 不过很快 他便想起了昏迷之前 发生的事情 猛地站了起来 焦呼道 杨少 你醒了 杨开瞧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先不要乱动 查探一下自身 有没有什么大碍 叶清涵闻言汉首 闭眸审视了下自己的情况 片刻后睁开眼帘道 没有什么 他不过是被花青丝 给打晕了过去 虽然之前被雷鬼自爆冲击 但也没受到什么严重的伤势 只是气血有些不稳的迹象而已 服用一些丹药便可康复 杨少 之前的那个姐姐和那个大石头人呢 叶清涵左右观望 并没有发现花青丝和法身的踪影 不禁狐疑问道 杨开道 什么姐姐和石头人啊 就是那个 叶清涵正想描述一番 却忽然间戴眉紧皱 表情古怪的 难道 那真是幻觉 他此刻再回想花青丝和法身出现的场面 总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顿时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幻术 那个少妇和石头人 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了 先前我对付似鬼用了一种铜术 你大概是出现幻觉了 应该达到 原来如此 叶清涵呼出一口气 自嘲一笑 杨绍果然神通广大 先生却没能帮上一点忙 真是惨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没什么 血刀似鬼不是一鱼之辈 你若真的强行插手 现在只怕已经死了 叶清涵文言一身冷汗 又一次认识到自己与杨开之间的巨大差距 那血刀似鬼可是道元三层镜级别的强者 四人联手之下施展何机秘术 便是帝尊镜都可以斗上一斗 但在杨开手上却近乎全军覆没 如此战绩足以傲人 同事道元两层镜的修为 叶清涵却发现 自己与杨开之间的实力 差距简直犹如云泥之别 一时间不禁心情低落起来 向往着若有哪一日 自己也能有杨开这样的力量 那该有多好 他苦笑连连 伸手摸了一下后近处 却发现那里微微疼痛 顿时正在了原地 回想起之前那个少妇 打晕自己的一幕 叶清涵彷徨极了 实在不知道先前所见 到底是幻觉还是真实 一路无话 叶清涵似乎也发现了 杨开自遭遇了四鬼之后 心情不太好 所以也没去反弹 只是指引着方向 闲暇之时便在木舟上 打坐休息 足足十日之后 两人才遥遥地看到了 一片临绵的山脉 叶清涵这才从木舟上起身 一脸雀跃地指着前方的山脉道 杨绍 这便是千叶山了 我们千叶松就坐了在此山之内 用不了半日编戈抵达 哼 杨开随口应了一句 叶清涵笑道 我且传个讯息给爹爹 免得他担忧 他这一趟外出也耗费了好几日的功夫 孤身一人在外 总会让亲人担忧的 如今平安返回 第一时间便想着要报个平安 杨开也没理会他 只是坐在木舟前方静观四周 叶清涵取出传讯罗盘 网内灌入训练 不大一会儿 罗盘忽然污名一声 似是有了回音 叶清涵检查一分之后 戴霉忽然皱了起来 一脸不高兴的表情 杨开察觉他神色有意 开口问道 怎么了 叶清涵撅嘴道 我爹竟然让我代表亲耶稣 去参加天鹤城城主的纳妾典礼 真是给他气死了 早知道不告诉他我回来了 也省了这麻烦事 你似乎很不乐意去呀 杨开微笑地望着他 叶清涵冷哼道 望主之人的事 我才不稀罕颤河 他那他的妾便是 爹爹也是的 给他这面子做什么 竟还派人去参加 这老十字典礼 杨开神色一动 你们千叶宗跟这个天鹤城城主有过去 叶清涵一脸冷色 那家伙就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当年他能坐上这个城主之位 全是我千叶宗扶持的功劳 如今翅膀硬了 另选了一个后台 便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 还排挤我们千叶宗在天鹤城的诸多产业 小人一个 杨开对这些事并不是太感兴趣 所以随便问了一下之后便没再答复 叶清涵也意识到了不妥 吐了吐舌头道 杨绍 不好意思 切身失言了 无妨 这世上总有一些前令之辈 让人生气 杨开摆了摆手 杨绍你稍等 我跟爹爹说一声 先带你回宗安置一下 叶清涵说着便又要 往那边传信楼盘内 灌入神面 不用了 我随你一道吧 省得麻烦 就当散散心 叶清涵闻言一喜说道 多谢杨绍了 怠慢之处还请杨绍恕罪 无妨的 说话间两人当即 调转方向朝那天鹤城行去 天鹤城便在距离 千叶山脚下三千里的地方 城池虽然不算太大 但比起枫林城可要好多了 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城池 据叶清涵所说 天鹤城的城主府 约摸有十几位道元境的强者 城主洛京 更有道元三层境的强大修为 与附近的一些中等实力的宗主门主修为相当 也正是如此才能坐稳天鹤城城主之位 杨开和叶清涵抵达城门之时 便见到城门处熙熙攘攘 一辆辆马车载满着货物等待着进城 那马车之上尽是一些奇珍异宝 杨开甚至还嗅到了一些丹药和灵草的味道 而看那马车之上喜气洋洋的装饰 这些马车内装载的货物 显然都是周边一些势力准备的鹤里 天鹤城在这方圆十万里地界 也算是不俗的势力了 如今城主纳窃 各方势力自然是会来恭贺一分 那城外出的守卫 也都显得精神抖擞喜气洋洋 一个个含笑以待 检查货物痛快放行 杨开与叶清涵没有急着进城 而是站在城外摆帐处静静等待 因为据叶清涵所说 等会儿会有清液宗的弟子前来 叶清涵摊上这祝贺的差事 也是机缘巧合 若不是他今日正好赶回来的话 也不至于被叶恨分派到这个 让他厌烦的任务 他好歹也是千叶宗的少宗主 由他领队来祝贺的话 面子上也说得过去 等了一会儿叶清涵忽然美眸一亮 指着一个方向道 啊 来了 杨开抬头望去 只见那天际边一抹光亮朝这边急飞而来 待到近前那光亮才现出原形 赫然是一艘楼船模样的秘宝 楼船之上站着几个打扮得体的舞者 一人靠在船弦边四下张望 待看到叶清涵之后 不禁咧嘴一笑亲切招呼 叶清涵给予回应 片刻后那楼船落地 先前与叶清涵打招呼的那舞者 飞身而下 待其他人都下船之后 这才双手一掐绝 将那楼船收了起来 叶子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若是再不回来的话 我可要去枫林城找你了 那男子直接来到叶清涵面前 含情默默地望着他 眼神明亮 竟是无视了杨开的存在 杜献师兄 叶清涵被他火热的目光 盯得脸颊通红 低下了头颅 一副羞羞搭搭的样子 杨开一瞧 便知这一男一女之间 必然是有些什么的 不禁微微一笑 另外一个男子 忽然从杜献身后 探出一个脑袋来 咧嘴笑道 叶师姐 你可是不知道 自从你去了枫林城之后 咱们大师兄就查不思 犯不想的 连修炼都没有心思 被师父他老人家骂了好几次呢 要你多嘴 杜献瞪了那男子一眼 却是眼中含笑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吹演绎着掌 金鸽点芒 谁中复诊 又算得到吗 欢迎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2042集 羞辱 叶青函 抿着红唇 低声道 怎么能这样呢 修炼还是要修炼的呀 杜献深情 款款地望着叶青函 柔声道 我修炼了 只是静不下心神 脑子里面 总是想着一个人 想谁啊 叶青函 潘江区一颤 一阵偷笑 乌玛 你给我滚一边去 杜献忽然一伸手 敲在那叫乌玛的弟子脑袋上 打得他脖子一缩 不愤的叫嚷的 只需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了 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叶师姐 你也可得给我做主啊 叶清寒脆的 你活该 叫你爹爹不休 师兄应该狠狠揍你才对 乌玛顿时一脸举色 杨开在旁边冷眼旁观 直觉的这千月宗的诸位弟子 还是挺有意思的 彼此间似乎很亲密 不禁呵呵笑了起来 这让他不禁有些感慨 其实越是小门小派 越是遇到了宗门危机之时 宗门内的弟子凝聚力 也就越强 可一旦等到松门座大 各种尔虞我诈 须与尾仪就慢慢地滋生了 杜县似乎也是直到这时 才发现了杨开 眼中闪过了一丝 诧异之色 正色抱拳道 在下千月宗杜县 不知这位兄弟高兴打明 杜县问这话的时候 一脸奇怪的表情 不知道杨开这个陌生人 怎么跟叶清涵 待在一起 但也没有对杨开 表现出太多的敌意 其他千月宗的弟子 亦是如此 都好奇地打量杨开 杨开微微一笑 抱拳道 在下杨开见过杜兄 叶清涵接道 杨少是我请来的贵客 本是要回宗门 面前爹爹上一钥匙的 却在半路上 被爹爹分派的 来天赫城的任务 不得已只能信来此地 各位师兄师弟 切莫怠慢了 他语气严肃 搞得杨开 好像是什么大人物一样 杜县与那乌玛对视一眼 心中愈发疑惑不解了 神念放出 发现杨开 也只有道远两层镜的修为而已 春着不算华贵 一看就不是出身 什么大势力的弟子 这样的一个人 如何能够得到 叶清涵如此重视 心中虽然有疑惑 但这两人倒也失去的 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微微汗手 你们既然来了 那咱们就先进城吧 那老东西的那切典礼 是明日对吧 叶清涵望着杜县问道 也没有要跟自家的师兄弟 明确解释一下的意思 毕竟他此次请杨开回去修复 那跨界空间法阵事关重大 越少人知道越好 这事他都还没来得及 禀告叶恨 杜县这才将注意力 从杨开身上收回 脸色微变道 叶子 沈炎啊 说话间他左右观望了一项 众人如今所在的地方 就在城门外三百丈 万一这话叫天鹤城的人给听去了 只怕又是一场麻烦 叶清涵撇了撇嘴 叫了一声老东西算是客气的了 都吐埋半截脖子的人了 竟还敢学人纳妾 也不知道哪个不安事事的小姑娘 给他给骗了 乌玛苦笑道 也不一定是被骗了 说不定是逼不得已 这些年 这位城主大人可是贫贫纳妾 却一直没有子嗣 也不知道身子骨吃不吃的小 报应 叶清涵一脸暗爽的表情 杜县揉着额头说道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我们这次是来祝贺的 不是来找麻烦的 临行之前师尊说了 此番来天鹤城 绝对不要招惹什么麻烦 因为这一次周边各大势力都会来人 叶清涵撅嘴不语 一脸不乐意的表情 杜县冲杨开一笑道 让杨凶笑话了 无妨 杨开摆了摆手 收拾一下都进城吧 杜县冲其他人吆喝一句 众人这才稍稍整了下医生 在他的带领下朝城门处行去 千叶宗的鹤里都放在空间界里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整理的 只有那些渴望着巴结洛金之人 才会用马车承载鹤里 因为如此一来 旁人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到底送了什么重力 不但能让城主府方面满意 面子上也有光彩 城门处人很多 千叶宗几人也没有要插队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排成一列 等候进城 期间 叶清涵不断地跟杨开表示歉意 唯恐惹他不快 杨开的手段旁人不知道 叶清涵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血刀似鬼就在十日前被杨开杀得全军覆没 那日场景历历在目 若是杨开不愿意排队强行入城的话 城门处的守卫肯定也无法阻拦他 必会为千叶宗带来祸端 好在杨开似乎很悠闲的样子 没有丝毫烦躁之意 杜献和乌马的表情愈发狐疑了 他们实在是想不明白 叶清涵为何要如此小心谨慎地对待杨开 那小心翼翼的态度 就好似在与一位帝尊敬强者相处一样 队伍前进的速度很快 前后不过半盏茶功夫便轮到了千叶宗等人 那在城门处负责检查户户 和来往人员的舞者一见叶清函 便咧嘴一笑抱拳道 原来是千叶宗叶小姐下里 真是有失远迎失礼了 这人相貌无奇 看起来极为普通 年纪约莫四十左右 身上衣衫邪性至极 面上敦起笑容 但那笑容却给人一种极为虚假的感觉 他的实力倒也不弱 足有道远一层镜的程度 看样子在这天鹤城中也是身居要直 看守城门的事物一般轮不到这种强者 但今日不同 周边各大势力的舞者都会在今日提前抵达天鹤城前来祝贺 天鹤城方面自然得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舞者在此恭候 此人便是这样一个存在 听他说话的语气 显然是认识叶青函的 这也不奇怪 据叶青函所说 天鹤城城主之所以能坐稳位置 全是千叶宗在暗中扶持的功劳 由此看来 天鹤城的人以前跟千叶宗肯定有许多交集 叶青函身为千叶宗宗主之女 此人自然不会陌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五炼巅峰》 叶青函脸色冷如冰霜 淡淡回答 斯明长老有职务在身 无需客气 那叫斯明的中年男子文言一笑道 多谢小姐体谅 城主那些典礼 叶小姐能够光临 是天鹤城之荣幸 城主大人知道了 必定会欢喜的 叶小姐请 说话间 他伸手失业了音响 做了个请的手势 也没有要为难叶青函的意思 叶青函自然不跟他客气 静止朝城内刑去 紧跟在叶青函身后的杜献等人 正要进去之时 斯明却是忽然把手一挥 身形晃动间挡在了杜献面前 冷喝道 做什么做什么 想强闯入城吗 杜献文言眉头一皱 前方行走的叶青函也顿住步伐 扭头回望 斯明叫嚣道 你们胆子不小啊 没经过本座同意 变相入城 这是没把我天和城 放在眼中啊 杜献面露不快之色 沉声道 斯明长老 你是老眼昏花了 还是真的眼瞎了 没看到我们是跟少宗主 一起来的吗 你小子还敢骂人 斯明冲冠一怒 哼道 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拿下 杜献眼帘一眯 冷笑道 斯明长老 这是何意 斯明哼了哼道 你说是何意 杜献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中的愤怒 我等奉师尊之面 前来给洛城主祝贺 斯明长老 何故要将我等阻拦 在城门前一笑大风 你们也是来祝贺的 斯明似乎吃了一惊的样子 上下打量了一下杜献 撇嘴道 困得如此寒酸 哪个宗门啊 你 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啊 乌玛一听这话顿时怒了 只要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 他们是跟叶青函一起来的 显然都是千叶宗的弟子 可斯明却偏偏偏摆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 不但将杜献等人阻拦下来 还拐弯抹角夹枪带棒的一阵讥讽 显然是要千叶宗好看 后面排队等候入城的舞者们见此情景 都心中会议 一阵窃窃私语 那些议论之声 落入千叶宗几人耳中 让他们个个都脸色铁青 表情难看 几人只不过是奉命来祝贺一分 却在城门处遭遇了这样的羞辱 任谁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千叶宗弟子一身原理涌动 似乎就有要在此地大打出手一番的意思 斯明顿时往后一跳 警惕道 你们几个想做什么 造反吗 此乃天鹤城 不是你们那荒郊野领 哪里来的土壁也敢在此放肆 他一同吆喝 搞得煞有其事的样子 让后方的舞者们都低声偷笑 都意会这老匹夫是在装疯卖傻 当中大千叶宗的脸 偏偏千叶宗无力反击 斯明长老 叶清寒冷着一张脸瞧着他 说道 斯明长老没这么健忘吧 连我千叶宗的标示都认不出来了 是不是要家父亲自来此跟你解释一下 斯明一听露出恶然之色 望着叶清寒道 叶小姐的意思是说 他扭头望了一下杜县等人 一下子看到了杜县等人衣服上的千叶标志 顿时一拍脑门善笑道 叶小姐恕罪恕罪 本座还真没有发现 原来这几位竟然都是千叶宗的高才 看他们这副德行 本座之前还以为他们是从哪个土 他装模作样如梦方形 跟叶清寒好一阵赔罪 好似是真的 才发现杜县等人都是千叶宗的弟子一样 叶清寒实在是配气得不轻 翘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 偏偏又无法发泄出来 简直郁闷的吐血 既然都是千叶宗高才 那登记一下便可进城了 是本座疏忽了 诸位不要见怪呀 司明一张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冲杜县等人连连拱手 登记 登记什么东西 叶清寒文言一愣 司明笑眯眯的说道 哎呀姓明 祖门所属 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叶小姐你也知道 明日便是城主大人那妾大礼 事关重大 所以最近几天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可以进城的 但凡入城之人 都必须得登记一番才行 以做查看之用 叶清寒冷声道 我怎么见之前那些人都没有登记过 司明笑道 叶小姐明见啊 那些人本座都认得呀 知道他们的出身 自然不用登记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千叶宗的人 你就不认得了 叶清寒银牙一咬 笑脸生怒 司明此人三番两次的为难 千叶宗 让他很是愤怒 本就不愿意 来这天鹤城 参加什么纳窃典礼 如今这么一弄 心里更加排斥了 更让他愤怒的是 司明分明就是故意 当着许多人的面 在羞辱千叶宗 叶小姐不要为难本座呀 本座也是奉命行事 司明一张脸上 笑意满步 打着官腔 说道 若不登记 进城的话 叫城主大人知道怪罪下来 我可吃不休啊 好 很好 叶清寒已是忍无可忍 怒急反笑道 听他这么说 司明不但没有经济之意 反而笑得愈发畅怀淋漓了 叶清寒已经一转身 看他架势 似乎是真的要离开此地 杜县却是一把抓住了 他的胳膊 冲他缓缓摇头 示意他收安勿躁 这一次 洛金纳切 虽然只是一个典礼 但四方来客 几乎牵扯到了周边 十万里地界的所有势力 关系甚大 若千叶宗真的就此离去的话 说不定会牵扯到一些纷争 给了天鹤城与千叶宗 翻脸的借口和由头 若非如此 在灵形之勤 叶恨也不会叮嘱杜县等人 要忍辱负重了 杜县到底老成文重一些 一见斯明笑得那么开心 便知其中有账 说不定斯明就是想要千叶宗 达到回府 让天鹤城与千叶宗彻底决裂 意识到这一点 杜县哪会如他所艳 拉住叶清涵之后嘴唇如动 似是传音了几句 叶清涵气得苏兄起伏 咬牙切齿 文言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恨恨汉首 杜县唯唯一笑抱拳道 斯明眉头一皱打道 正是 这个简单 杜县点点头 竟直地走到一旁 在那英红的登记簿上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宗派所属 有他带头 其他千叶宗弟子 尽管心中气闷 也都是一个个上前 让千叶宗弟子 更加恼火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登记簿上 写的名字和宗派所属 尽是一些 上不得台面的家族和宗门势力 稍微有点势力的门派 都不会被要求这么做 千叶宗可是头一个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43集 开个玩笑 换句话说 千叶宗的档次 硬是被司明 拉平到了 与那些小家族和小势力 等同的水准 尽管心中恼怒 但千叶宗众人 却依然忍耐着 不多时 几人便已登记完毕 轮到杨开之时 叶京函美眸闪烁了一下 有些担忧地 忘了他一眼 却见杨开也来到 那桌案前 提笔写下了 自己的名字 他不由自主地 松了口气 先前 他还真怕杨开不合作 拂袖而去 且慢 司明忽然喝了一声 目光灼灼地望着杨开 上下审视着他 说道 朋友 看着很面生啊 你也是千叶宗的 杨开离嘴一笑道 是啊 司明冷哼一声 朋友这话 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天鹤城如今戒备森严 若朋友想借千叶宗之名 混入城池的话 本座少不得 要与你好好聊聊了 杨开眉头一扬微笑道 司明长老如何肯定 我就不是千叶宗的 难道说 你认得千叶宗的所有人 司明道 虽不敢说认得所有人 但大多都是见过的 尤其是阁下这般修为的 司明长老这话就让人不解了 既认得大多数如我这般修为的 那先前为何不认得杜仙杜兄 杜兄可是我们宗门的大师兄啊 司明没道理不认得呀 杜仙在一旁冷笑一声道 哼 我也很好奇 我与此前司明长老虽然没有说过话 但最起码也见过两次了 为何刚才司明长老却装作不认得的样子 司明一阵轻壳 善善地抹了把额头的冷汗 先前不是没有看清吗 看样子司明长老得了眼疾 该去好好治治了 否则命不久矣 杜仙画里夹枪带棒 一阵讥讽 司明脸色微变道 但阁下衣服上 并没有千叶宗弟子的标志 这如何解释 城主纳妾 我特意换了套新衣服 以示成衣 那标示还没有来得及秀上去呢 杨凯咧嘴微笑 信口胡走 这个解释 怕是让人无法满意呀 司明冷笑不迭 司明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叶清函眼见司明 也是实力彪悍 万一将他惹毛了 这城门处必定要血流成河 所以叶清函一见情况不对 立刻站了出来 气势汹汹地瞪着司明道 几次三番为难我等 真当我千叶宗是好欺负的 本宫等人来此 为洛金祝贺 你却将我们拦截在此 屡次刁难 我等若就此离去 也不会有人说我千叶宗的不是 而是你天鹤城代骂了客人 司明眉头一皱 不知道叶清函发这么大火做什么 刚才他为难杜信等人的时候 似乎也不见得他这般急躁 此刻他却直接将自己和城主大人的名讳 给喊了出来 没有半点尊重之意 可见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一念至此 司明善笑道 叶小姐说完物造 本作不也是小心行事吗 只是想与这位朋友聊几句而已 要么放心 要么我们走人 给你三息 你自己选 叶清函脸色铁青 冷冷地望着司明 司明脸色微变 所以说他也希望千叶宗等人 就此直接离去 好让天鹤城找到借口 与千叶宗彻底断绝 吞并千叶宗在城内的许多产业 但莫名其妙的 他总感觉有些不对 有一种若是在此地撕破脸皮 就大事不妙的感觉 这感觉让他好一阵心惊肉跳 我倒是谁这般嚣张 原来是叶子呀 就在这时 一人的声音忽然从不远处传来 伴随着声音的响起 一道流光盾来 光芒闪去 露出三人身影 那三人乃是两个老者 一个青年 两老者皆有道元三层镜的修为 颧骨高高隆起 目中神光内敛 神情不怒自微 一看便修为精湛 而那青年约摸三十左右 道元一层镜的修为 生的是纯红齿白 玉树凌风 手上持着一柄折扇 轻轻摇晃 风流倜傍至极 秋雨 杜县一见到此人 便神色一宁 面露凝重之色 似是对方 雷头不小的样子 而对方称呼 叶清涵的语气和口吻 更是让他心情不爽 秋雨则是面色一冷 望着杜县道 本少的明慧也是你能随便喊的 张嘴 此言一出 城外所有舞者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惊骇的表情 杜县好歹也是个道元两层镜的强者 竟只是因为喊了一声对方的名字 竟要被张嘴 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若真的被如此惩罚 那杜县即便武道之心不崩溃 日后也没脸再见人了 闻听此言 千叶宗弟子也都是脸色大变 各个原力催动 如灵大敌 就在众人惊骇间 那秋雨却是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杜兄别紧张嘛 杜县的表情一瞬间变换不已 精彩分成 内心深处 怒意偷听 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对方身边跟了两个道元三层镜的强者 若真的因为一时冲动在这里动手的话 吃亏的只会是千叶宗 秋雨却没有再理会度限 而是目光灼灼地朝叶清寒望去 彬彬有礼道 叶子许久不见 风采更甚恍兮呀 此刻神态与之前的嚣张跋扈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让众人好一阵诧异 暗想这还是一个人吗 你还是一如往昔的让人讨厌呢 叶清寒冷笑不迭 一言出 跟在秋雨身边的两个老者忽然毛露金光 两股极强的威压朝叶清寒笼罩过去 叶清寒忍不住闷哼一声 脸色微白 二老住手 秋雨面色大变 吏喝一声 那跟在他身边的两个老者 这才将威压一收 你们两个老家伙 怎敢如此 秋雨一转头 冲那两个老者训斥起来 若是伤到叶子 该如何是好 下次没有我的命令 再敢随意出手 你们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受主受罪 那两个老者被这么训斥一番之后 竟也没有丝毫动怒 而是一低头认错起来 让人看得惊奇连连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叶子 你没事吧 秋雨关切地朝叶清寒望去 叶清寒深吸一口气 咬牙道 管好你家的老狗 别让他们乱咬人 秋雨微微一笑 手上折扇一收 冲叶清寒点了几下道 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可是你让人很讨厌 无妨无妨 本少相信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 少做你的春秋大梦 便是这天底下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也不会看你一眼的 叶清寒冷笑连连 秋雨面色微微变了一下 洒脱一笑 不再与他纠缠不清 而是望着思明道 你刚才做了什么呢 竟惹得叶子怒火连天的 思明似是极为惧怕秋雨 闻言抹着冷汗道 没什么没什么 只是例行公事 哼 还不赶紧给叶子赔罪 秋雨轻哼一声 思明一听 立马跑到叶清寒面前 低声下窃地说道 思明先前多有得罪 还请叶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 勿要怪罪 叶清寒瞧了他一眼 索然无味地白白手道 思明长老也是有职责在身 这事就算了 多谢叶小姐 思明如蒙大事 相聚不如偶遇 叶子一道进城如何 本少月初心得了一壶 上好的碳雪黑茶 正愁找不到人品鉴品鉴 可否赏脸 秋雨一转身 笑盈盈地望着叶清寒 发出邀请 叶清寒冷冷道 道不同不为谋 话落他冲杜县等人招呼道 世兄我们走 杜县轻汗手 仿佛打了胜仗的将军一般 冲秋雨微微一笑 秋公子那黑茶 自己留着慢慢喝吧 可别轻着了 多谢杜熊关心 秋雨不恼笑着回道 不大片刻 千叶宗等人便齐齐入城 秋雨似乎也觉得有些没意思 带着那两个老者走进城内 消失在人海之中 那秋雨是什么来头 看起来很了不起的样子呀 进了城内扬开好奇的问道 叶清寒叹息一声 回道 他是天照公的少公主 天照公向来与我千叶宗不对付 一直想排挤我们 但却没有机会 但是听闻天照公公主秋泽 正在闭关冲击帝尊敬 若是他真能成功的话 说到此处 叶清寒面露优色 杜县道 天鹤城如今与天照公 也是狼狈为戒 若是秋泽真的敬升到帝尊敬 那我千叶从日后 前景看忧啊 听到这里 阴开豁然开了 意识到天鹤城新找的靠山 大概就是那天照公了 乌玛道 帝尊敬哪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说不定秋泽那老匹夫 在突破关口走火入魔而亡 众人都听得出来 这是他的诅咒 但是秋泽既然敢冲击帝尊敬 那必然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万一真的突破成功的话 千叶宗真的就麻烦了 此事师尊自会有考虑 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杜县见师兄弟们情绪不高 连忙安抚了一项 天鹤城 一栋名为天魁楼的店铺前 千叶宗几人停下了步伐 叶清寒冲杨开解释道 这里是我千叶宗在天鹤城最大的产业 杨少若是不嫌弃的话 可在此地小住两日 但明日纳妾典礼过后 妾身便陪同杨少返回宗门 可以 杨开望着那建造灰红 装饰豪华的天魁楼 微微汗手 能看得出来 这天魁楼以前必定是生意火爆 因为在这样一个黄金地段 建造了这样一个商铺 生意必定差不到哪去 极有可能是门庭若市 来往商客如过江之机 只可惜时过境迁 如今这天魁楼竟是门可罗雀 里面空空荡荡 只有摆放在货架上的一些货物 落满了灰尘 一个小二打扮模样的小厮 正在柜台后方小睡 也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好事了 不断地发出呵呵的傻笑声 口水都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这生意很寒酸啊 杨开一脸唏嘘 叶清涵苦笑道 若是哪家店铺前 每天都有一些凶神恶煞的家伙堵着 带着成叔府的招牌 给过往客人施压 只怕也没人会来买东西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这才发现 就在天魁楼前方不远处 有几个一脸猙獰的壮汉 正冷笑不迭地注视着天魁楼的门口 似乎准备随时行动的样子 不过一见到叶清涵等人衣服上 那属于千叶宗的标示 却又脸色微变 转开了目光 杨开轻笑一声 你们宗门在这天鹤城混得 也太不如人意了吧 叶清涵面色一暗 形势不如人 杨绍先里面请吧 杨开微微汗手 在叶清涵的带领下走进店铺内 杜县和乌玛等人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都一脑袋雾水 这一路醒来 他们也看出来了 叶清涵似乎极为重视杨开 简直将他当成了座上之宾 处处恭敬有礼 但无论他们怎么看 杨开也不过是个道演 两层近级别的舞者而已 实在想不明白 他到底有什么能力 让叶清涵如此小心翼翼的对待 但此刻显然不是多问的时候 几人进了店铺 乌玛一个箭步上前 窜到那柜台前敲了几下 将正在酣睡的店小二唤醒 小二哥应该也是千叶宗弟子 只不过修为不高 地位很低 一见叶清涵等人 顿时吓得魂都没了 脸色发白 一个劲的低头认错 叶清涵不耐地挥手道 叫你们掌柜的 安排几间上房出来 是是是 小的这就去换掌柜的 大小姐 你们且稍坐片刻 小二哥如蒙大赦 屁滚尿流地往后堂跑去 少亲一个半大老者 从后堂快步行出 来到叶清涵等人面前行礼坐机 将几人带到后堂安置下来 那那些典礼是明日举行 所以今日并没有什么事 叶清涵将阳开妥善安置好之后 便回到了厢房 静静地等待片刻后便听到了轻轻地敲门声 他脸不轻移 打开房门 正见杜县一脸笑容灿烂地站在门口处 顿时脸红起来 扭捏一阵将他迎进房内 情话绵绵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44集 九楼风波 厢房内 迎开打坐休息 这一趟 随叶清寒来天鹤城 不过是机缘巧合 所以他也就 既来之则安之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今日他总是有一些心绪不宁 冥冥之中似有什么要事要发生一样 让他根本无法安心入定 这情况还是头一次发生 以前修炼的时候 杨开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他不敢大意 一遍遍地用神念审视自身 唯恐自己修炼不当出现什么隐患 或者滋生心魔之类的 但无论检查多少次 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反倒是那种焦躁不安的感觉 越来越严重了 他皱眉思索 发现这种感觉似乎是从自己一进天鹤城之后便出现了 似乎在这天鹤城内有什么影响自己的东西存在 这种感觉来得莫名其妙 但杨开却不敢有丝毫大意 修为到了他这个境界 若非有外力干扰 根本无法撼动他的内心宁静 他苦思不得其解 无奈叹息一声 站起身来 本想跟叶清涵打个招呼 告知他自己出去逛逛散散心 却不想他十年一放 便察觉到叶清涵正与杜献两人在厢房内 你浓我浓的场景 顿时一脸黑线 这两人倒也没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 只是杜献握着叶清涵的玉手 含情默默地盯着他 口中诉说着相思之苦 而叶清涵则低着脑袋 脸颊羞红 羞长的静脖一片粉红 泛着如瓷器般的公子 杨开连忙收回神念 唯恐再看下去自己会长真眼 也没跟其他人说一声 杨开身形一晃 便直接离开了天魁楼 下一刻便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天鹤城在整个南域的规模 都可以算是中等城池的程度 所以无论是整体布局 还是规模大小 都不是风铃城能够比拟的 所以容纳八匹大马并行的街道上 过往无者如过江之机 摩坚接踵 络绎不绝 那街道两旁林立诸多店铺 吆喝之声更是此起彼伏 或许是因为明日便是城主纳窃之日 所以整个天鹤城都显得喜气洋洋 处处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那些舞者面上也都是喜色 也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个什么 阳开随波逐流 不大一会儿便来到了一栋酒楼前 见里面宾客满座 便直接转身走进了这酒楼内 立刻便有热情的店小二迎了上来 这店小二赫然也是个舞者 不过修为不高 只有入圣境的层次罢了 脸上洋溢着笑意 躬身冲阳开道 大人里面请 大人看着颇为命生 不知大人是来会友还是独卓呀 阳开瞧了他一眼 笑道 孤身一人 店小二会议一笑 小的明白了 大人这边请 说话间便已领着阳开上了三楼 给他安排在一张靠窗的桌子上 笑道 大人想吃点喝点什么 不是小的吹雪 这整个天鹤城能比得上我们的酒楼 还真没有几个 我们这酒楼所用食材 无不是上好新鲜的妖兽之材 灵花灵果 如大人这般修为的 成年服用 也可以增进修为 巩固基础 若得机缘 说不定能当场突破竞生 这事在我们酒楼也曾发生过几次了 哦 扬开眉头一扬 显得有些意外 笑盈盈的道 那你觉得 我这修为该吃点喝点什么 店小二嘿嘿一笑 大人一看便是道远镜的强者 自然该用那最为上等的食材 最好的美酒 若得家人相伴 红袖天香 那是再好不过了 这店小二常年在此送往迎来 似是练就了一双火眼清晶 即便只是入圣镜的修为 竟也看出杨开是道远镜级别的强者 而且一张嘴能说会道 长得又顺眼 急讨人喜 杨开笑呵呵地说道 哼 行 你给我安排 店小二一听 顿时喜上没收 说道 顶叫大人满意 若是不满意了 大人可拆了小子的骨头 炖汤喝 杨开汗手道 好 若有一丝不满意 便如你所愿 店小二一脸黑线道 那小子可要尽心了 说话间立刻退了下去 似乎是安排去了 等待之时 杨开临窗而坐 眺望下方景色 觉得颇是有趣 这几日 郁杰的心情也一扫而空 先前那种不安的感觉 似乎也就此消失不见 不但如此 他还忽然觉得浑身一清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 精神意义起来 体内眼里流动得愈发迅猛 察觉到这一点 杨开微微一正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这应该是自己心境上 有了一些突破的缘故 他顿时喜行于色 看样子 选择出来逛逛 还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若是先前一直在天窥楼内打坐修炼的话 说不定会钻什么牛角筋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机缘 等不多时 店小二便送来了上好的佳肴和美酒 这店小二虽有吹嘘的嫌疑 但这酒楼里的酒菜也确实不错 所有食材都不是繁物 蕴藏了极大的能量 若真的常年服用 理论上是可以增进修为的 不过这种增进很微小 不如刻苦修炼来得扎实精纯 所以说舞者一般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提升修为 且不说每日在这里消费 需要耗费大量的元经 所能得到的成长也极为有限 还不如老老实实打坐修炼去 但杨开也没有要与店小二仔细较真的意思 称赞了他几句 搭上了一些元经 便让他退下去 独自坐在那里 自饮自啄着 这九楼三楼处也都坐满了客人 或三五成群 或两两成双 如杨开这样独自一人的 并没有几桌 这些人喝得兴起 自然也都在勾谈阔论 说着各地人情风土 奇闻异事 杨开听在耳中倒也觉得有些意思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或许是男人本色的缘故 这话题说着说着 便说到了城主 落金准备新纳的妾室身上 说去咱们这城主大人 别看他年纪一大把 可是想进人间之福了 那是 城主大人已有十四房妾室 算上明日那位可就是十五之数了 也不知道城主大人这经历 能不能跟得上啊 没人独守攻防 可是极其残忍的事 洛大人若不能 均散一路 这城主府后宫 只怕是要闹翻天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怎么 听这位兄弟话里的意思 是有什么想法 岂敢岂敢 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某听你的口气极为可惜 还以为 你也想替城主大人 谈老人家 若有机会的话 都也未成不可一世 俗话说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你们两个喝多了吧 说话嘴上没个把门的 小心隔墙有耳 或从口出 有人忽然冷哼一声 暗暗提醒 正在高谈酷论的两人 闻言顿时脸色一变 都善善道 确实喝多了点 先前 我有说过什么吗 没有吧 我也没说过什么 来来来 喝酒喝酒 一时间 话题忽然被转开了 不过没一会儿 又有人说道 话说回来 城主大人那十四位夫人 似乎个个都是 谷色天香 倾国倾城啊 做人做到洛大人这份上 真是此生无憾 谁让人家是城主大人呢 不过听阁下这话的意思 似乎是曾经见过那些城主夫人 不错 城主大人将那些夫人 都血藏在城主府中 即便是外出 也是黑纱照面 隔绝容颜 护卫开道 朋友如何见到的 那人微微一笑道 在下自然是没有这个眼福了 只是在下有一个侄女 在城主府中做奴婢 铁身服侍那些城主夫人 听她所言 那些城主夫人 无不是颠倒众生之色 尤其是新来的那位城主夫人 尤为出众 破得城主大人喜爱呀 哦 连那位新城主夫人的资料都有 快来说说 她是个什么样子 正是正是 我也正好奇着呢 那人微微一笑说道 说一说自然是没关系 只不过在下这一桌酒钱 我给你报了 小二 再上几壶最好的酒来 有人忽然大喝 那人微笑抱拳道 朋友爽快 既如此 那在下就随便讲讲 说话之时 她一抹嘴巴 将那新来的城主夫人容貌 描述一番 这人口才倒也极好 一通讲述之下 众人似能看到一个 鸟鸟拼拼 婀娜多姿 媚态丛生 烧手弄姿的女子 从虚空之中 徐徐朝自己走来 一时间都流露出 四瘦魂语的表情 更有几人 险些连口水都流了下来 哼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重重地冷哼一声 将手上的酒杯 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发出一声巨醒 众人遐想被打断 都有些恼怒地 朝内人望去 杨开也正听得起劲 扯觉到这一动静 连忙朝声音来源之处望去 赫然见到一个 批发壮汉 独坐一桌 浑身酒气 一脸桀骜凶狠之似 神念扫过 杨开发现 这人竟只有虚王三层镜的修为而已 而且似乎最近不久前才受过伤 体内气息不稳 右边一只眼 也不知道怎的被人刺瞎了 没有黑桶 只有白人 配合他那猙獰粗犷的相貌 让人瞧得不寒而栗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此刻这独眼壮汉 一脸愤怒之色 那酒壶捏在手上都被捏碎了 香喷喷的美酒 顺着手指往下滑落 我倒是谁啊 原来是下山火柴熊啊 那心前说话的人轻笑一声 说完之后 又拍了拍自己的嘴道 不对不对 应该是独眼虎才对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 和嘲弄之意 其他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似乎这个柴熊男子 并不讨人喜欢 柴熊 我很好奇 你这眼睛到底是谁给戳下的 那人笑完之后又问了一句 柴虎闷哼一声也没有回答的意思 只是坐在那里神情猙獰 翻着一只白眼瞪着那人道 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 否则我撕烂了你的嘴 那人面色一变 低喝道 什么信口雌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柴虎道 那位姑娘 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哪位姑娘 那人眉头一皱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眯眼道 柴虎 你该不会是说 那新来的城主夫人吧 柴虎冷哼一声 端起桌上的酒杯 一饮而尽 那人不依不饶的 瞧你这意思 你难道见过那位城主夫人 柴虎手上动作一顿 仅剩的那一只独眼中 流露出回忆的神色 不过一闪而是冷声道 何须多问 那人震了一下 忽然又是笑着拍手道 我知道你这眼睛是怎么瞎的了 他顿了一下 卖了个棺子 然后大笑道 定是偷看那新来的城主夫人出狱 被他给刺下的 一语出 哄堂大笑 柴虎却是猛的起身 直接掀了桌子 身形晃动街 如猛虎驾身 冲到那人面前 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柄砍刀 直接朝内人砍去 也不知道 这话是不是触动了柴虎的逆鳞 此刻柴虎一身杀鸡 犹如食指般浓郁 吓得那人一个机灵 连忙运功敌的 两人都是虚王三层镜的修为 这么拼命起来造成的威势 道也不小 只见那气浪翻卷 圣缘涌动间 整个三楼的桌子 一下子全部先飞出去 甚至连九楼都是一阵摇晃 差点就此倒塌 九楼的掌柜听到动静 急匆匆窜上来 正见到两人殊死搏斗 脸都下白了 一个劲的在旁边哀求 让两人去城外 决一死战 但两人哪里听得进去 杨开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的模样 伸手抓起桌子上的酒杯 饮掉杯中美酒 丢下一些圆巾 身形疑惑 便离开了酒楼 穿梭在人群之中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武恋巅峰 欢迎继继继续收听 武恋巅峰 第2045集 虎脚蛮缠 舞者之间 打架斗殴 是极其常见的事 每个舞者 都是在刀口上 舔血的主 今日那柴虎和另外一人的其中之一 说不定会因这次斗殴而死 但这也是他们的宿命 杨开并不准备去理会 他本想静止返回天魁楼 但在路过一家药铺的时候 却是忽然顿住了身形 然后湿湿然走了进去 这药铺应该是紫园商会的产业 因为店铺的门口招牌上 有着紫园商会的标志 他想趁着这个机会 采购一下草药 最近一段时间 他手上的丹药消耗不少 虽说空间间内材料还挺多 但想要炼丹的话 还需要服役另外一些材料的 而这些材料就只能购买了 紫园商会在天鹤城中的 这药铺规模 比封林城的灵丹坊大了不少 货物也是充足的很 杨开在一个店小二的陪同下 选购了不少自己认为用得上的药材 让那店小二洗上没收 暗暗觉得碰到了财神爷 欲发的恭敬陪同 安前马后其为周到 花了一个时辰的功夫 杨开才选购完毕 让店小二将所有货物打包整理好 来到柜台处结算 掌柜的似也知道碰到了金主 笑得很是亲切和暗 正算着价钱 却见门口处光线一案 有人走了进来 也只有城主府的人了 掌柜的好歹也是紫园商会的人 没点身份的客人 不可能让他如此郑重对待 他好奇之下回头望去 一下便见到了一个身材 玲珑有致 穿着古灵精怪的少女 笑嘻嘻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闻言挥手道 掌柜的你忙 本小姐只是来随便逛逛的 骆小姐请便 掌柜的微微一笑 少女静止走近 而在这少女身旁 有一个青年贴身陪同 那青年生得唇红齿白 玉树凌风 手上握着一柄折扇 一副风流倜傍的模样 居然是那天照宫的秋雨 杨开与他四目对视之下 秋雨微微一愣 玄机笑道 是你 杨开把手一遮掩 侧着身子道 不是我 你认错人了 秋雨一脸恶人 不知杨开这是要闹哪样 少女也好奇地打量杨开 望着秋雨问道 雨哥哥 你认得这儿人 秋雨惊叫 算是认得不熟 哦 少女点了点头 一副大辣辣的模样 拍了拍杨开的肩膀道 喂 你这家伙 雨哥哥跟你说话呢 你怎敢不搭理 杨开动了下肩膀 将她的手撇开 一脸不耐地斜着她道 男女瘦瘦不轻 你家大人没有教过你吗 在大街上随便拍人的肩膀 想干什么 少女脸色一红 咬牙道 你还敢教训我 秋雨一笑道 冰妹妹 或许以她一般见识 此人似乎一直这般鬼鬼祟祟 金钱在城门处也是 打着千叶宗的招牌混入城内 也不知一遇何为 他跟千叶宗的人是一伙的 落冰文言 小脸一沉 似乎对千叶宗没什么好印象 正是 秋雨微微汗手 落冰立刻道 那定然是有什么不轨的企图了 你这家伙 给本小姐说清楚 混进城来 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他竟直接当着杨开的面 责问起来 杨开一脸无语 瞪眼瞧着他 暗想这小丫头应该是被宠坏了 有些不安事事 心念一动 杨开黑黑冷笑起来 落冰厌恶道 笑起来都这么恶心 你还不快说 锦城来到底想做什么 杨开吟笑不敌 说道 还能做什么 听闻天河城美人无数 自然是来怯欲偷香了 尤其是一些水灵灵 肌肤鲜嫩的小姑娘 正合在下的胃口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深吸了一口气 做出了一副 陶醉销魂的模样 接着说道 啊 闻一闻 喷香扑鼻 舔一舔 美味可口啊 骆兵被吓了一跳 小脸都白了 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似是真的被吓到了一样 秋雨眉头一皱 闪身挡在骆兵面前 冷哼道 朋友注意点 要知道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有些话说出来 是会死人的 杨开呵呵一笑 耸肩道 哼 是你们非说我混进城来 有所企图 我就配合一下了 骆兵这时也回过神来 从秋雨身后跳出来 骄吓道 你敢吓唬我 你可知道 我是谁 杨开瞧了他一眼 嫌弃道 不知道 别理我 烦着呢 骆兵一双美眸瞪眼 气得苏兄起伏 他生来便是天鹤城城主之女 地位尊崇 家境优渥 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出众 自从长成之后 身边便不乏追求的男子 就如天赵公的秋雨 每次来到天鹤城 也都是陪伴在他身旁 寸步不离 犹如护花使者一样 而骆兵对他也是 予取予求 无论什么愿望 都可以满足 他始终生活在 被众星拱月的环境中 被所有人捧在手心上 还真的从没有哪个男人 敢如此嫌弃过 一时间 心中委屈的不行 跺脚道 你 你 我要你好看 杨开闻言 面色一沉 他虽然不惧这天鹤城 但若真的与骆兵 起了什么冲突的话 可能会连累到 千叶宗等人 这可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骆兵叫嚷着 已经三步并坐两步 一下蹿到了杨开面前 养着修长白皙的静脖 恶狠狠地瞪着他 杨开正警惕间 却见他一转头 指着柜台上的货户 冲店铺的掌柜道 这些东西 是他买的吧 那掌柜的闻言 下意识地焊手道 正是 很好 骆兵一咬牙道 这些东西 本小姐全要了 一个都不许卖给他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炼巅峰 杨开顿时一脸黑心 秋雨也在一旁愣住了 按下 这就是你要给他好看的风法 这是不是有些太不着边界了一点 掌柜的一下露出了为难之色 说道 骆小姐 这些东西都是这位客人选购的 价钱小的都已经结算出来了 骆兵道 还没交付吧 掌柜的迟疑了一下说道 这道还没有 那就行了 东西我全要了 骆兵从鼻孔中哼着热气 一脸得意洋洋的望着杨开 一副你敢跟我斗的架势 杨开一副无语至极的表情 愈发觉得这小丫头是被宠坏了 连生气发火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掌柜的深吸一口气 说道 骆小姐 这些货物是这位客人选购的 若他执意购买的话 老朽必须卖给他 所以恐怕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什么 骆兵的小脸一下子拉长了 盯着那掌柜瞧着 说道 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我刚才的话 掌柜的淡然道 小店有小店的规矩 还请骆小姐尽量 这家店铺 这家店铺虽然不大 但好歹也是紫园生会的产业 代表的是紫园生会 所以即便落冰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掌柜的也并不是太惧怕 更不会因为他而得罪旁的客人 坏了紫园生会的名誉和名声 至于因此而得罪城主 傅小姐自有上头摆平 况且若是骆兵得知事情原有 恐怕也不会 更不至于来为难这家店铺 你 骆兵顿时气得小脸通红 秋雨见状道 兵妹妹算了吧 不过是一些药材而已 此地不卖 去别的地方买也是一样的 不行 我今天非要买了不可 骆兵鼓着腮帮子 也不知道在跟谁怄气 一咬牙道 掌柜的你说 这些东西到底要多少钱 本小姐出双倍 掌柜的揉了揉额头 苦笑道 小店规矩不可破呀 杨开笑道 掌柜的 有钱不赚王八蛋啊 既然这个姑娘愿意出双倍价钱买这些 那便卖给她就是了 掌柜的文言 立刻朝杨开头以一个感激的眼神 攻身道 多谢这位客人大量 骆兵叫道 你们干嘛说的 好像是他让给我的一样 这是本小姐抢来的 是是是 是你抢来的 在下干拜下风 杨开不迭的点头 哼 这还差不多 骆兵脸色稍爱 得意洋洋的一洋小脑袋 敲着桌面说道 说吧 到底多少元金 掌柜的看了一下面前的算盘 开口道 若是这位客人买 那便是一千八百六十万四千三百元金 零头可以抹去 算是一千八百六十万好了 所以 骆小姐只需要支付 三千七百二十万元金 吴东 骆兵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金色的 多 多少 掌柜的抬头 面色淡然的将那价钱又报了一遍 这下就连秋雨都不禁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震惊的望着杨开 他压根就没有想过 杨开买的这些东西竟然要这么多元金 这样一笔元金已经足以让大多数道元金动容了 即便秋雨是天照公少公主手上也没有这么多 有如此庞大的财力 已经说明杨开并非一般的舞者 落冰也像是傻了一样 许久没有回过神 好一会儿功夫 落冰才色声道 掌柜的 你没算错 掌柜的 不卑不亢道 老朽掌管这店铺三十年 从未出错 杨开在一旁 咧嘴一笑道 怎么 洛小姐这是没钱买呀 谁说我没钱了 落冰一听 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跳脚道 这点点元金 还不放在 北小姐的 眼中 父亲大人 给我的零花钱 就远不止这些呢 嗯嗯 杨开不住地点头抱拳道 洛小姐才大气粗 在下佩服佩服 洛冰低声道 只是 今天出门 记得很 没带在身上 杨开一笑 挟视着她说道 洛小姐 这该不会是想要赦账吧 谁说我要赦账了 洛冰脸一红 刚才她还真有这个打算 但被杨开当面 银鱼一番之后 哪还有脸面做出这种事 只能唧唧哀哀的 望着秋雨道 雨哥哥 秋雨几乎是本能地 抹了一下自己的空间戒 嘴角抽搐道 冰妹妹 我这只有一千万 洛冰文言 跺脚道 你出门 怎么不多再点原金啊 秋雨一脸无语的表情 心想一千万已经很多了呀 这还是自己辛苦节省下来的 全部家产了 哪还有更多 更何况 即便是有更多 这个时候也不能拿出来 为了赌气 花双倍的价钱 买一些药材 花出去 可是自己的原金 洛冰那边 肯定不可能还给自己的 想到这里 秋雨恨恨地瞪了 杨开一眼 觉得都是这小子暗中使坏 让自己下不了台 杨开就当没看到 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洛小姐原来是没带够钱啊 既然如此 那这些药材 我就拿下了 住手 洛冰大笑着 直接扑到了那药材上面 用身体护着 好似护住了什么 极为重要的东西一样 宠杨开叫道 你先等一会儿 我回去 叫父亲大人 给我足够的原金 城主大人会给你吗 杨开撇了撇嘴 洛金只要还没有失去理智 就不可能给洛冰这么大一笔原金 只为了去赌气 更多可能会派人来教训一下杨开 秋雨也看不下去了 伸手拉了一下洛冰的 冰妹妹 别胡闹了 城主大人今日要为了明日的典礼劳心 只怕是不会见你的 我没有胡闹 我就要买这些东西 洛冰倔强道 杨开摇了摇头 伸手将那些药材拿了过来 放进自己的空间间 然后将相应数量的原金 交付给掌柜 转身朝外走去 他也懒得再与这两人纠缠什么了 喂 你别走啊 洛冰不依不饶地叫道 却没有任何效果 眼见杨开就要离开 他连忙拉住了秋雨 应求道 宇哥哥 你帮我拦住他 我今天 非要把那些药材买下来 算了 秋雨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陪着不安事事的小丫头胡闹 他也快到忍耐的极限了 无奈天鹤城如今实力不足 天赵公有意与其拉近关系 所以每次来到天鹤城 他都会陪同在洛冰身边 若是让城主大人知道了 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的 在这天鹤城内 本小姐想拿谁就拿谁 出什么事 我负责 洛冰姨父 以止气势的模样 更何况 他不是跟千叶宗等人 在一起的吗 正好问问他 进城来有什么阴谋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鸽铁芒 谁祝福尘又算得到吗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继续收听《五恋巅峰》 第2046集 出不了手 唉 秋雨无奈叹息 见他这般胡搅蛮缠 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下来 更何况 他也很想知道 杨开到底与千叶宗 有什么关系 千叶宗中 并没有杨开这号人 这一点 他还是很清楚的 可是之前在城门处 叶清涵竟说 他是千叶宗的人 这让秋雨 不禁有些警惕 一念至此 他汗手道 好吧 但若是城主大人 问起此事 我决不起你就是 玉哥哥 最好了 落冰露出一副开心的模样 秋雨脸色一粒 低喝道 二郎 有牢了 也不知道 他在跟谁说话 落冰笑嘻嘻地 站在那里 盯着杨开的背影 期待着他被拿下 幻想着 这家伙被自己一番拷打 跪地求饶 将那些药材 乖乖双手奉上的场景 但看着看着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杨开 失失然走出了店铺大门 然后一转身 就涌进了人群之中 随即不见了踪影 他跑了呀 落冰晃了晃秋雨的胳膊 提醒道 秋雨也是一脸茫然 冲虚空悠喝道 二老怎么回事 他话音落下 身边人影忽然一闪 先前在城门处 随他们一起到来的 两位道员三层敬老者 齐齐现身 只不过 两人此刻全都额头冒出冷汗 脸色微微发白 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你们为何不出手 秋雨神色一怒 暗暗觉得 自己在落冰面前丢了面子 心情很是不好 两个老者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道 孔子明界非不出手 而是出不了手啊 怎么回事 秋雨脸色一沉 老者道 老秀也说不上来 刚才我二人正要出手之时 却莫名地生出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好似 好似 他说着话 面上浮现出一丝精趣的神情 另外一个老者接道 好似若是真的出手 我二人立刻便会躺下 开玩笑的吧 秋雨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瞪着两个老者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先前开口说话的老者道 公子 我二人追随你多年 公子之命从来没有拒绝过 但是今次是有蹊跷 不测 还请公子恕罪 另一个老者道 秋雨望着他们许久 这才色生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 那小子扮猪吃虎 可能是个底尊竞强者 此言一出 秋雨忍不住 吞了口口水 背后冒出一片冷汗 脸色都白了 二老可全都是道元三层竞强者 虽然年事已高 但功力愈发精纯雄厚 能在一瞬间压制住他们 让他们心生剧念 不敢动手 却毫无痕迹者 除了底尊竞之外 再无可能 一想起自己 居然招惹了一个 底尊竞级别的强者 秋雨就忍不住一阵发驱 双腿哆嗦 都有些站立不稳了 不不不 先前开口说话的老者 摇了摇头 那小子年纪不大 不可能是地尊竞强者 而且老夫二人 仔细用神念扫视过他 确实是有道元两层竞的 修为无疑 那就是有地尊竞 在暗中保护他 秋雨再次一惊 也不是 那种感觉并非来自 底尊竞强者 另外一个老者摇了摇头 秋雨吞着口水道 是不是二老感觉出错了 先前说话的老者道 公子是信不过我们 并非如此 秋雨两忙白手 只是 这事总得有个解释吧 难道说那小子能轻松胜过二老不成 老者冷笑道 以他的年纪修为 想胜过老夫二人 还早了一百年呢 洛冰在一旁听的云里雾里 此刻插嘴道 你们在说什么呀 那人都已经跑掉了 你们两个老家伙 真是太没用了 亏宇哥哥 还对你们那么好 秋雨脸色骤然一冷 望着洛冰道 闭嘴 洛冰吓了一跳 从他认识秋雨到现在 还真未见过 对方这样对待自己 更没见过 他发过这么大的火 再加上刚才所受委屈 一时间竟有些接受不了 歇斯底里道 你骂我 你敢骂我 秋雨冷哼道 二老带我如长辈 容不得你来羞辱 洛冰眼圈一红 眼泪如断了线的 珍珠一般往下掉落 咬牙站在眼底 恨恨地瞪着秋雨 然后扑上去 粉拳乱锤 口上叫道 我恨你 我恨你 你哥哥最坏了 我恨死你了 锤了一阵 直接扭头朝殿外跑去 眨眼间冲进了人流之中 不见踪影 公子还不快去追 两个老者忠得一人健壮 脸色微变道 秋雨冷哼道 哼 小丫头被惯坏了 就让她自己去反省一阵子好了 可是若洛姑娘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老者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秋雨不以为意道 她是城主大人的女儿 在这天鹤城内 谁敢对她怎么样 只怕现在就已经往城主府跑去了 她的性格我了解 不用担心太多 见她这么说 两个老者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倒是那个小子 值得多关注一下 秋雨面色凝重 这小子说不定有些秘密 我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公子放心 我这就去查他一份 一个老者抱拳说道 身形一晃便消失不尽 天鹤城 街道之上 一个少女哭哭啼啼 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在人群之中横冲直撞 惹得骂声连连 洛冰简直伤心透了 先不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 嫌弃厌恶 在那店铺内更是被羞辱一番 紧接着竟被她视为最好朋友的秋雨 骂了一通 从小到大 她还从没受过这般委屈 一时只觉得悲从心来 那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一会儿就哭得眼睛红肿起来 她一边跑一边哭 时不时地回头看了一下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但始终不见有人来追自己 一下子更伤心了 只觉得自己是这天体下最悲惨的人 再没人能比自己更可怜了 想来想去 她觉得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那个一脸见模见样的青年 若非是她不把那药材让给自己 自己也不至于下不了台 更不至于被秋雨责骂 想到这里 她在心中将阳开给骂了个狗血淋头 暗暗发誓 再见此人定要叫她好看 也不知道哭着跑了多久 等到洛宾回过神之后 却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 虽说她是天鹤城城主之女 自小便生长在此地 但往日她出门 哪一次不是前呼后拥 护卫开道 所以她根本不需要去管太多 只管自己开心就好 逛完了之后 自会有人领着她回家 而她所去之地 无不是天鹤城内最为繁华的地段 可是此时此刻 她却发现四周一片萧条 街道窄小 空气难闻 四周都是令人作呕的气息 那街道两旁 竟有许多生残之人摆摊行起 更有一个模样邋遢 浑身污垢的乞丐 正在阳光底下抓狮子 抓到一个 便丢进嘴里咬一下 嘎嘣嘎嘣脆 吃得有滋有味 洛冰连忙扭过脑袋 一阵作呕 同时也在心中问自己 这还是繁花似锦的天鹤城吗 自己该不会是跑着跑着 跑到哪个不知名的小城来了吧 想到此处 洛冰悚然一惊 若是如此的话 那他肯定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刚刚平复的心情再次落入谷底 惊慌的眼泪水又流了出来 就在此时 他忽然看到前方两个男子走过 就如溺水之时 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他一抹眼泪 连忙跑了过去 揪呼道 喂 你们两个等一下 那两个男子闻言 不由顿着了步伐 扭头朝洛冰望去 一扫之下 两人皆是谋漏金光 洛冰本就生得容貌不俗 身段婀娜 常年的养尊处优 让他有了一种天生的上位者气质 此时虽然哭得梨花带雨 但却平添一份 我见游怜之感 也难怪这两人看得目不转睛 暗暗吞咽口水 平日里天鹤城这一块地方 但凡有点身份 有点姿色的女子都不会过来 可是今日 却突然来了一位神女 两人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神念扫过 两人发现 这少女竟然只有反须三层镜的修为 对视一眼都瞧出了 彼此眼中的蠢蠢欲动之意 其中一个稍胖的舞者 面上堆出微笑 半成熟可靠状 柔声问道 小姑娘 你昏出在下二人所为何时 难不成是迷路了 洛冰听得美眸一亮 惊奇地望着那胖舞者道 你怎么知道的 本小姐 就是迷路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呃 碰舞者为之一愣 心想自己不过是随口胡揍了一下 还真的歪打正着了 看面前这少女欣喜的模样 也不思作假 立刻明白 面前这少女应该是那种 常年足不出户 对外界信息不了解之人 她干咳一声 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说道 小姑娘不用怕 有我二人在 没人会伤害你的 洛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如是负重 客替微笑道 太好了 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她这一笑顿时 如一夜春风百花开 瞧得那两舞者眼珠子都直了 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浑身热血沸腾 你们两个 赶紧送本小姐回家 带本小姐回去之后 重重有赏 洛冰一眨眼 就恢复了心情 那一指气势的架势 冲对面两个舞者 吆喝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 另外一个身形烧瘦的舞者笑道 好好好 我让人这便送姑娘回家 姑娘且随我们来吧 洛冰汉手指示道 嗯 大陆吧 她也不问问对方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清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 便直接跟在那两个舞者身后 朝着巷子的更深处行去 对方二人显然也没有要多说的意思 只是闷头朝前走着 跟在后面的洛冰 心情似乎也逐渐愉悦起来 之前的猪头不快 一下子就忘得一干二净 走着走着竟还哼起了小曲儿 一副快乐的百灵鸟的样子 一盏茶之后 洛冰才逐渐发现了不对 他顿住步伐 扭头四望 发现此地比刚才那地方 竟然更加荒凉了 而且放眼望起 四周竟不见半个人影 房屋倒塌一片 断圆残壁 宛若鬼欲 此情此景 让洛冰一阵心慌 颤声道 这 这是什么地方 本小姐 不是让你们送我回家吗 你们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前方两个捂着文言 同时停下步伐来 扭过头 黑黑音笑地望着洛冰 洛冰就算再蠢 这下已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了 面前这两人 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也并非是要带自己回家的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洛冰下的小脸发白 不叠地往后退了几步 脚下却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一个没站稳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惊慌和疼痛感一起涌上来 让他立刻哭了出来 那胖舞者不叠冷笑者 一步步地朝洛冰行去 那逐渐逼近的身影 给了洛冰极大的心理压力 让他的心脏扑通扑通 跳得厉害 起欲冲出喉咙 北小姐 警告你们 不要乱来 要不然 要不然 你们就死定了 洛冰咬着红唇 用他自认为最有分量的话语 威胁着对方 但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份上 那两人又如何会善罢甘休呢 受舞者笑道 小女子有意思得很 你这么天真 你爹娘知道吗 那胖舞者更是吟笑不迭 叫吧叫吧 这鬼地方 就算你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打理你的 说话间 胖舞者已经一个剑步 冲到了洛冰面前 伸手朝他那修缠的静帛抓去 洛冰惊恐地大叫一声 双掌朝上一推 体内圣缘涌动间 竟是打出了极具威势的一击 但他毕竟只是个反须三层镜舞者 自小不爱修炼 这一点修为 还是在大量天才地宝的堆积 和辅助下才能取得的 体内圣缘 博杂不纯 招式不熟 而那胖兽舞者两人 皆都已经到了虚王镜的层子 所以面对这一招 那胖舞者只是随手一挥 便将对方的招式破解 掀起出手如电 在洛冰肩头上猛拍两下 洛冰一下子软了下去 一身力气都提不起来 经脉被阻塞 一身修为直接被镇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胖舞者 伸手拉住了自己的衣衫束带 慢慢解开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欢迎继续收听 《五恋巅峰》 第2047集 你们都是坏人 不要 不要啊 落兵哭着羊求起来 胖舞者 却被这柔弱的呼唤 刺激到了内心深处的邪恶 鼻孔之中喷着热气 眼圈都红了 吞着口水道 这丫头的声音真是秀魂 真是老天有眼 竟然我兄弟二人 遇到这么一个角色 那兽舞者也是浑身燥热难耐 此时一下子 窜到落兵头顶前方 伸手捏住了他的小脸 一副欲罢不能的模样 说道 吉父华嫩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姐 这下便宜我们了 落兵一听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大叫道 我是圣竹大人的女儿 你们赶紧放了我 要不然 让我爹爹知道 你们就死定了 死言一出 胖兽两舞者浑身一惊 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 那胖舞者 更是额头上冒着冷汗 擦了一片又一片 怎么也擦不完 色生的 不 不会吧 成主之女 兽舞者也是一脸惊恐 望着落兵的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落兵冷眼瞧着两人 咬牙道 本小姐 叫落兵 胖兽两舞者闻言 只觉得一股寒意 一下子从脚底板 袭到头顶 让两人不由自主地 打了几个冷颤 认真地打量落兵几眼 胖舞者颤声道 好像 好像真的是成主府大小姐 我以前 远远地看过她一次 啊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受舞者 似是承受不住 这巨大的打击 竟一屁股 跌坐在地上 双眸失神 嘴中不停地念叨着 那胖舞者 也是浑身嘟嗦的厉害 连忙收回自己 正在截着落兵衣服的脏手 望着落兵 似是想挤出一丝 缠笑 却又做不到 那表情 比哭还要难看 在得知面前这个少女 竟是成主大人的女儿之后 两人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森魂气魄都飞了出去 他们本以为 落兵只是个迷路的小姑娘 哪里想到 她的来头这么大 若早知道 她是成主大人的女儿 便是给他们天大的胆子 他们也不敢如此行事啊 落兵见此 眼前一亮 大叫道 知道怕了吧 若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的 把本小姐送回成猪服 胖舞者一下子 跪倒在落兵面前 磕头如捣蒜 没几下 就把脑袋给磕破了 心血直流 说道 我兄弟二人 有眼无珠 冒犯了洛小姐 陪见洛小姐大人大量 饶了我们兄弟二人 那兽舞者此刻 也是回过了神 同样爬过来 磕着头 口中讨饶不断 落兵厌恶地望着两人 冷哼道 哼 你们把我送回成猪服 我就饶你们不死 真的 胖舞者闻言一喜 抬头望着落兵 一副 劫后余生的喜悦模样 落兵道 不过 死罪可免 活最难逃 就凭你们 刚才的本小姐那样 本小姐 要好好惩罚你们一下 这般说着 他歪头想了想道 嗯 就让爹爹 关你们十年八年的好了 胖兽两舞者的脸色 一下子精彩 分成起来 表情古怪地盯着落兵 看什么看 信不信本小姐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 落兵恶狠狠地瞪着两人 似乎已经掌控了局势一样 大哥 那受武者悄悄悄地捅了一下胖武者 低声道 这丫头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若非脑子坏掉了 哪有还没脱困 就开始威胁起别人的 只要是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会这么干 胖武者认真地点头道 我觉得也是 哎呀 可怜城州大人一是英明 竟生了这么个女儿 那现在怎么办啊 胖武者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启启道 还能怎么办 作性一不做二不休 这般说着 他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杀机 受武者闻言想了一下 参守道 也只能如此了 两人说话声音虽轻 但却叫落兵听得清清楚楚 人以为脱难有望 哪知道事情又起波澜 而且听着两人话中的意思 似乎不单单是要轻薄自己 甚至还会要自己的性命 吓得他小脸一下苍白 惊声道 你们想干什么呀 你们不要这样啊 你们把我送回陈珠府 我不惩罚你们了不行吗 迟了 胖吴哲冷笑一声 心中既已下了决定 他反倒不再那么害怕 城主大人虽然不好招着 但此地人际荒芜 只要事后处理得干净 未必就能追查到他们头上 他一下子 他一下子爬了起来 半跪在落兵身边 处子幽香 萦绕鼻尖 让他浑身燥热 撅起的一张大嘴 朝落兵的红唇上 映了过去 口上还含糊不清地说道 如此角色 若能看一次 死也无恨啊 啊 滚开 不要 落兵不断地扭动脑袋 想要避开对方 那令人作呕的脸庞 但修为被封 行动被制 他又哪里能做得到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的大嘴 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几乎可以闻到 对方口中那难闻的气味 落兵的脑子 煞时间一片空白 在这危机关头 他脑海之中浮现的 并非是对自己 溺爱有加的父亲 也不是对自己 言听计从的秋语 反而是扬开 那让人讨厌的身影 若非是他 若非是他 自己岂会遭遇到 这些如炼狱般的噩梦呢 居然死人无憾 那你们就去死吧 就在那胖舞者 即将亲吻上落兵之时 一个森冷的声音 忽然响起 胖兽两舞者 本来惊虫上脑 热血上头 此时一听旁人的声音 顿时如进攻之鸟般乍起 浑身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那胖舞者猛的起身 还没来得及 看清到底是谁在说话 便忽然见到一只拳头 朝自己轰了过来 那拳头之上 圣缘跌宕 藏了极其凶猛的招式 在他眼前不断地放大 遮蔽了所有的光明 胖舞者有心躲闪 却发现 无论如何都躲避不开 对方的修为似乎要比他高出不少的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五链巅峰》 砰 闷响之声传出 伴随着胖舞者的惨呼 他那肥瘦的身躯 直接仰面飞起 身在半空之中 整颗头颅都被如砸碎的西瓜一样 暴碎开来 红白之物 箭射四方 啊 一遍乍起 受舞者惊叫一声 不过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自家兄弟便已经惨死在面前 他连忙抬头望去 只见面前不知何时 竟出现了一个身形魁梧的批发壮汉 那壮汉似乎不知道是跟谁战斗过一场 浑身鲜血淋淋 半边脸颊都被打肿了 眼睛里全是淤血 让人瞧着触目惊心 不敢直视 尤其是这家伙一只眼睛泛着白人 没有半点黑色 更叫人浑身发冷 你 你是什么人 那受舞者神念扫过 发现对方居然有虚王三层镜的修为 一颗心顿时凉了一节 他与胖舞者不过是虚王一层镜的修为 对方却比他们要高出两个小境界 尽管看起来 这批发壮汉也不是全胜状态 但就凭他刚才一拳轰杀胖舞者的威势来看 自己也绝非对手 送你们上路的人 批发壮汉冷哼一声 提他一般的身子 只是在原地微微一晃 便忽然消失不见 受舞者见此顿时大叫道 朋友有话好好说 我等于你无恶无仇 直接动手算怎么回事 他口上自然这么说着 但却在第一时间寄出了自己的防护秘宝 化为一层公墓守护周身 那批发壮汉的声音忽然在他背后响起 冰冷至极 有如死神的召唤 跟你们这种欺男霸女的败类 有什么好说的 去死吧 话落 他手上忽然出现了一柄砍刀 圣缘灌入之时 砍刀之中传出唬响之声 刀身上更是浮现出了一只巨大的虎头须影 张开血盆大口朝那受武者咬去 那武者大惊失色 立鹤的老子给你拼了 他修为虽然滴对方两个小层次 但若真的拼起命来 自觉还是有一线希望逃生的 判武者之所以被一拳轰杀 不过是因为一时大意 连秘宝都没有寄出的缘故 如今他防护秘宝 守护周身 肯定不会被一击毙命的 但事情的发展却是超乎他的意料 对方那大刀劈砍过来 竟是催枯拉小 视如破竹 直接破开了自己的防御 于是不减地切在他身上 不 不可能 受武者正在原地 望着自己胸口处 那从尖头一路蔓延到小腹的巨大伤口 抬头望着批发壮汉 四声道 你是道元净强者 刚才那一瞬间 他分明察觉到一股 只有道元净武者才有的威势降临 而对方手上的大刀 显然也是一柄道元净秘宝 所以才能轻而易举地 破开自己的防御 给自己致命一击 将死之人 何必多问 批发武者冷哼一声 化落之时 那受武者浑身鲜血 如喷泉一般喷涌出来 整个人一下子 列为两半 五脏六腑全部暴露出来 空气之中满是血腥之气 落冰躺在地上浑身剧烈颤抖 美眸瞪圆 牙关不停地打颤 一转头干呕起来 他从小养尊处优 何曾见过如此血腥残忍的一幕 那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他一下子就承受不住了 呕了好一会儿 只把胆汁都吐了出来 落冰才好受一些 苍白着小脸 转头看向批发壮汉 一脸感激涕铃的表情 颤声问道 他们 他们死了吗 披发壮汉冷冷地瞧了他一眼 不知为何 那独眼之中竟闪过一丝浓浓的厌恶之色 也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只是冷哼一声将自己的长刀收起 然后走到落冰面前伸手在他身上连点几项 落冰被封印的修为一下子解开 圣元重新在经脉内流淌起来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一脸恐惧地望了下旁边那胖瘦污者的尸身 又赶紧撇开目光 手捂着小嘴再次肝傲 披发壮汉一言不发 只是站在原地冷眼旁观 好一会儿落冰才抬起头 望着披发壮汉道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口中道谢不断 诚心诚意 毕竟若不是这披发壮汉忽然现身 那刚才等待他的将是极其悲惨的命运 他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危机 在那危机关头 他也不断地幻想有人能够现身救下自己 真的有人来救自己了 尽管这人看着有些吓人 相貌猙獰可怖 但落冰却不知为何 不是那么的惧怕他 那壮如铁塔一般的魁梧身材 反而还给了他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 让落冰不禁幻想 若是能在这般宽广的羽翼庇护下 自己以后也不会再遭遇不幸了吧 这种感觉是自己的父亲乃至秋雨从来没有给予过的 他的心脏不知为何忽然跳动得厉害不少 一种古怪的感觉在心房之中慢慢滋生 你 你叫什么名字 落冰窃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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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 一起头来展颜一笑 原来是柴大哥 我叫骆冰 是城主的女儿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说完之后 他一下子正着了 因为除了邱宇之外 他从来没有这么亲切地称呼过旁的男子 可是在这个壮汉面前 他却是很自然地将那个称呼喊了出来 没有丝毫不自在的感觉 反而在喊出之后 内心深处竟有一种雀跃的感觉 好似做了一件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 自己这是怎么了 骆冰美眸里一片茫然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柴虎淡淡地回道 目光一向别处 似是不想让自己那可怖的面容吓到对方 也是啊 我虽然不尝出来 但柴大哥既然在天鹤城内生活 那定人是听过我的 骆冰敏嘴一笑 让这整个天地都明亮了不少 犹豫了一下他开口道 嗯 柴大哥 我 我迷路了 你能不能送我回家 他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再加上刚才受了点惊吓 小脸还有些苍白 只怕是个男人听到这话都不会拒绝 柴虎汗手道 可以 骆冰一喜道 谢谢 那不是今天 柴虎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 骆冰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正正地望着柴虎道 柴大哥这话 是什么意思 柴虎道 我有一件事 邀请洛小姐帮忙 你给我走一趟吧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鸽铁铛 谁祝福陈又算得到吗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